唐诗三百首拳击赏西,第一部唐代诗人。 第一章,卷一,五颜古诗敢欲,其一赏西。 作者,张九龄。 蓝叶春微蕊,桂花秋角节。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妻者,闻风作香月。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者。 诸解,一,唯蕊,枝叶茂盛而分批。 二,作,婴儿。 三,本心,天时姓氏。 韵意,则蓝逢春茂盛芳心,桂花玉秋,皎洁清心。 蓝桂心心生鸡薄时发,春秋自成,佳节良辰。 谁能领悟山中隐氏,闻香身生仰慕之情。 花卉留香园为天时姓时,何求美人采携扬名。 平息,此诗系张九龄遭产贬后所作,敢欲十二手之灌手。 诗介物启性,字笔蓝桂,抒发诗人孤芳自赏,气节清高,不求引用之情感。 诗意开始用整齐的偶具,以春蓝秋桂对举,点出无限生机和清雅高节之特征。 三、四句,写蓝桂充满活力,却荣而不昧,不求人知之品质。 上半首写蓝桂,不写人。 五、六句以谁知急转引出与蓝桂同调的山中引者来。 末两句点出无心与物相近的情怀。 全是一面表达了甜淡从容超脱的精怀,另一面悠缠俱获的心情也引然可见。 是以草木照应,旨意深刻,与永无背后寄予着生活哲理。 第二章 作者张九龄 石将石南有丹菊,京东游绿林。 其地气暖,自有碎寒心。 可以见家客,奈何祖重申。 运命为所欲,循环不可循。 图言树桃里,此目岂无识音时。 诸解 一、其意,岂为。 二、碎寒。 孔子有碎寒而后之松柏之后,雕也语。 后人常做底力结识操识的比喻。 三、剑、尽献。 练义。 石将石南丹菊夜茂之凡,京东不雕四季长青。 岂止南国地气和暖,而是具有松柏品石性石。 见之嘉宾必受称赞,山中水祖如何尽献。 命运遭遇往往不一,因果循环奥秘难寻。 只说桃里有国有林,难道丹菊就不成石阴石? 平息。读此诗,自然想到屈原之菊颂。 诗人折居石江石灵,正是菊之产区。 于是借笔丹菊,预计真实操识。 诗开头二句,托物欲制之意尤其明显。 以一个游字充满了赞颂之意。 三、四句用反节,说明菊之高贵是其本质使然, 并非地利之故。 五、六句,写如此家术家国,本应见之嘉宾, 然而却崇山阻隔,无法为之期。 八句,叹息丹菊之命运和遭遇。 最后为逃离之辈,食宠食欲,丹菊之辈冷欲打抱不平。 全时表达诗人对朝政昏暗和绅士坎坷的愤闷。 诗平淡自然,愤怒哀伤不露痕迹,语言时温时雅醇厚。 陶李妹时,单局奥东,邪政自有分别。 第三章,夏中南山过胡思山人素质酒赏西。 作者,李白。 牧从壁山下,山月随人归。 雀故所来尽,苍苍横翠微。 香携吉田家,同志开京非。 绿竹入幽境,青罗浮行医。 欢言得所气,美酒聊共辉。 长歌吟松风,去尽何兴兮。 我醉君复乐,桃然共望姬。 祝姐,一,脆微,清脆的山坡。 二,松风,植骨乐斧,封入松曲,也可作歌声,随封入松林节。 三,姬,世俗的心机。 绿意,从壁山下来,暮色正苍茫,伴随我回归,是浩月寒光。 我不是回头,把来路顾盼。 茫茫小鹿,横卧清脆坡上。 鹿玉山人,香妖去他草堂,孩儿们闻声,把京门开放。 一条幽境,深入繁茂竹林,枝鸦罗曼,轻抚我的衣裳。 欢声笑语,主人留我住宿,摆是美酒,拔斩共化残桑。 长歌吟唱,风入松的乐章,歌霸夜蓝,和汉悉星闪亮。 我罪得识乎试图,你乐得癫狂,欢乐陶醉,同把世俗遗忘。 平息。 这是一首天原诗,是诗人在长安供奉汉林时所写。 全诗写月夜在长安南面的中南山,去造访一位姓胡思的饮饰。 诗写暮色苍茫中的山林美景和田家庭院的田径流露出诗人的呈现之情。 诗以目开手,为素开拓。 香携欢颜,至酒共辉,长歌风松,赏心乐事,自然陶醉忘机。 这些都是作者真情实感的刘时宜。 此事以田家,饮酒为题材,很受陶前田原诗的影响。 然陶诗显得平淡田径,既不守意染色,口气也极和缓。 如爱爱无人村,依依须礼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 而李诗却浊意渲染,细吟绿逐入幽静,青罗浮行医。 欢颜得所欺,每酒聊共辉,就会觉得色彩鲜明,神情飞扬。 可见桃李良者风格迥异。 月下独卓,赏西。 作者,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卓无相亲。 举杯妖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即不解隐,影图随我身。 暂半月将影,行乐虚即春。 我歌月徘徊,我无影凌乱。 省诗童,时时交时事事欢,最后个分散。 永结无情游,香妻渺云汉。 祝解。 一,将,血,活。 二,香妻,香月。 三,云汉,天和。 愿意。 准备一壶美酒,摆在花丛之间,自真自着无亲无有,孤独一人。 我举起酒杯,邀请魅人的明月,低头窥见身影,共饮已有三人。 月儿,你那里晓得唱饮的乐趣。 影,你突然随为我这个孤身。 暂且伴随玉土,这无情受饮罢,我应及时行乐,趁着春宵凉尘。 月听我唱歌,在九天徘徊不尽,影伴我五步,在地上蹦跳翻滚。 清醒之时,咱们尽管做乐寻食欢,醉了之后,免不了要各自离散。 月儿,愿和您永结为忘情之友,相约在高远的银河岸边,再见。 平夕,原诗共四首,此事第一首。 诗写诗人在月夜花下独卓,无人亲近的冷落情景。 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由孤独到不孤独,由不孤独到孤独,再由孤独到不孤独的一种复杂感情。 李白仙才旷达,误我之间无所容信。 此诗充分表达了他的胸襟。 诗首四句为第一段,血花,酒,人,月影。 诗指表现孤独,却举杯妖月,唤出月,影,人三者。 然而月不解影,影图随身,仍归孤独。 因而自第五句至第八句,从月影上发一论,点出行乐极春的提议。 最后六句为第三段,写诗人执意与月光和身影,涌结无情之友,并相约在渺远的天上仙境重建。 全诗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寂寞和孤傲,也表现了他放十浪诗心海,狂荡不羁的诗心诗歌。 妖月对影,千古绝句,正面看似乎真能自得其乐,背面看,却极度凄凉。 春思赏西 作者 李白 烟草如碧丝,秦桑低律之 当军怀归日,嗜切断肠时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维? 住解 一,烟,今河北北部,辽明西部 二,秦,今陕西,燕地寒冷,草木吃生于较暖的秦帝 三,罗维,丝枝的连杖 略意 燕在春草,才嫩得像碧绿的小丝,琴笛桑叶,早已茂密的压弯树枝。 郎君啊,当你在边境想家的时候,正是我在家想你,肝肠断裂日子。 多情的春风喝,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何闯入罗维,搅乱我的情思? 平息 这是一首描写私父心绪的事 开头两句,以相隔遥远的燕秦春天景物起兴,写独处秦帝的私父触景生情 终日思念远在燕帝未树的夫君,盼望他早日归来 三、四句,由开头两句生发而来,继续血验草方碧,夫君必定思归怀己,此时秦桑已低,妾已断肠,尽一层表达了私父之情。 五、六两句,以春风仙动罗维时,私父的心理活动,来表现他对十爱十情坚真不二的高尚情诗操事。 全诗以景济情,委婉动人。 第四章 作者,杜福 代宗福如何,其鲁青未了。 造化终神秀,时阴时阳时歌昏晓。 荡雄生曾云,绝字入归鸟。 会当灵绝顶,一览众山小。 注解 一、代宗,泰山别明代,居五岳之首,故又名代宗。 二、中,赋云,集中。 三、绝,裂开。 四、零,月上。 愿意。 泰山喝,你究竟有多么宏伟壮丽? 你既挺拔苍翠,又横跨其鲁两地。 造物者给你,集中了瑰丽和神奇,你高峻的山峰,把南北分成沉溪。 望层层云气生腾,令人胸怀荡敌,看龟鸟回旋入山,使人眼眶欲碎。 有朝一日,我总要登上你的绝顶,把周围矮小的群山们,一览无遗。 平息。 杜甫望月施贡三首,这一首是写望冬月泰山的。 诗以望入提,赞叹冬月,欧歌造化。 希望灵鼎而小天小,以书雄心壮志。 开首两句,写泰山的高峻伟大,先写对他的仰慕,再写他横跨其鲁两地的壮味。 三、四句写尽望,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能分割日夜的巍峨形象。 五、六句写遥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心胸未知荡敌。 最后两句写望月而生,登临峰顶之意愿。 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之雄心,显示出他坚韧不拔的实性时格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千百年来为人们传颂。 第五章 作者,杜福 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 今夕复何夕,供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一仓。 仿旧伴为鬼,惊呼热忠肠。 焉之二十载,崇尚君子堂。 西别君未婚,而女呼成行。 怡然静父指,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去而罗九江。 夜雨捡春酒,心吹剑黄凉。 主称惠面男,一举累时伤。 时伤亦不遂,赶子故意尝。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助解。 一,参与伤,星作明,身心在夕而伤心在东,当一个上升,另一个下沉,故不相见。 二,肩,掺和。 三,故意,故时时交时时的情意。 恋意。 世间上的挚友,真难得相见,好比此起彼落的身心伤尘。 今晚是什么日子如此幸运,竟然能与你挑灯共续钟情。 青春壮年,实在是没有几时,不觉得你我各似病发苍苍。 大厅故友,大半早成了诡戒,听到你惊呼胸中热流回荡。 真没想到,阔别二十年之后,能有机会再次来登门拜访。 当年卧别时,你还没有成亲,今日见到你儿女,已经成行。 他们和顺地敬重父亲挚友,热情地问我来自哪个地方。 三两句问答话还没有说完,你便叫他们张罗家常酒言。 雨夜隔来的,春酒嫩湿嫩长长,刚烧好,黄粮掺米饭喷喷香。 你说,难得有这个机会见面,一举杯就接连地喝了食伤。 十几杯酒,我也难得一醉喝,谢谢你对顾友的情深一尝。 明朝你我又要被山岳阻隔,人情世事竟然都如此渺茫。 平息。 此诗作于诗人,被贬华州司公参军之后。 诗写偶遇少年,知识时交识时的情景,书写了人生聚散不定,故友相见,格外亲。 然而暂句呼别,却又觉得世事渺茫,无限感慨。 诗的开头四句,写酒别重逢,从离别说到聚首,一杯一喜,杯喜时时交识时景。 第五至八句,从生离说到死别,透露了干戈乱离,人命危浅的现实。 从胭脱到异常诗四句,写与魏巴处世的重逢巨首,以及主人及其家人的热情款待。 表达诗人对生活美和人情美的真实。 最后两句写重慧,有别之伤悲,低回婉转,耐人寻味。 全诗平易真切,层次井然。 第六章 作者,杜芙 绝带有家人,幽居在空谷。 自云良家女,凌落依草木。 关中西丧乱,兄弟遭杀戮。 关高和族论,不得收骨肉。 事情勿衰歇,万事随赚竹。 夫婿轻薄,心人美如玉。 和婚上之时,鸳鸯不毒素。 但见心人笑,纳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势必卖诸回,千罗补茅屋。 摘花不插发,才百栋营居。 天寒脆绣薄,日暮已修竹。 住解 一,和婚,极叶和花。 二,修竹,长竹,与诗中脆绣相应。 愿意,有一个美艳绝带的家人,隐居在僻静的深山野谷。 他说,我是梁家的女子,凌络漂泊,才与草木依附。 想当年长安桑乱的时候,兄弟遭到了残酷的杀戮。 关高显赫,又有什么用呢? 不得收养,我这至亲骨肉。 事情本来就是厌恶衰落,万事向随风抖动的蜡烛。 没想到,夫婿是个轻薄,又娶了美颜如玉的心腹。 何时欢花朝书婚何有时节, 云阳鸟雌雌雄,时时交时时时景不毒素。 朝朝暮暮,只与新人调笑,那管我这个救人悲哭。 在山的泉水清澈又透明,出山的泉水就要浑浊浊。 变卖首饰的侍女刚回来,千拉罗腾,修补着破茅屋。 摘来野花不时爱事插头打扮,采来的白子满满一大巨。 天气寒冷,每人衣衫单薄,西石阳石下,她以着长长青竹。 平夕,这首诗是写一个在战乱时被遗弃的女子的不幸遭遇。 她出身良家,然而生不逢时,在安史战乱中,原来官居高位的兄弟惨遭杀戮, 丈夫见她十娘十家败落,就遗弃了她,于是她在社会上流落无一。 然而,她没有被不幸压倒,没有向命运屈服, 她咽下生活的苦水,幽居空谷,与草木为林,立志守洁,宛若山泉。 这种贫贱不移,贞洁自守的识经识神,实在值得欧歌。 全时文笔为晚,缠十勉匪策,会声如气如素,会影楚楚动人。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身欲生活哲理。 第七章 作者 杜甫 死别已吞声,胜别长策策。 石将石南杖立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意。 君金在罗网,何以有语意?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风林青,魂返观赛黑。 落月满屋梁,有遗照颜色。 水深波时浪时阔,无始交龙得。 注解 一,明,表明。 二,风林青,指李白所在。 三,观色黑,指杜甫所居秦隆地带。 四,落月两句,写梦醒后的幻觉。 看到月色,想到梦境,李白容貌在月光下,似乎隐约可见。 愿意,为此别往往使人气不成声,而生离却常令人更加伤悲。 石江石南杉则是仗力流行之处,被贬折的人为何毫无消息? 老朋友你,忽然来到我梦里,因为你知道我常罢你记忆。 你如今陷入陵雨深不由己,哪有雨意飞来这北国之地? 梦中的你,恐不会是鬼魂吧? 路途遥远生于此时难估计。 灵魂飘来,是从西南清风林,灵魂返回是由关山的黑地。 明月落下青灰洒满了乌凉,迷失离中,见到你的严容憔悴。 水深时浪时阔旅途请多加小心,不要失足落入蛟龙的嘴里。 平夕,天宝三年744,李渡初会于洛石阳时,即成为深石石礁石石。 千元元年758,李白因参加勇亡礼的幕府而受牵连,被流放夜郎,二年春至乌山御舍。 杜甫只知李白流放,不知舍还。 这两首寄梦诗,是杜甫听到李白流放夜郎后,寄思承梦而作。 是以梦前、梦中、梦后的次序续写。 第一首写初次梦见李白时的心理,表现对老友疾凶生死的关切。 第二首写梦中所见李白的形象,书写对老友悲惨遭遇的同情。 故人来入梦,明我常相依。 水深波时浪时阔,无始骄龙得。 三叶贫梦君,情亲献君意。 这些家具体现了两人行离神河,肝胆相照,互劝互免, 至情时时交食时网的友谊。 诗的语言,时温时柔敦厚,句句发自肺腑, 字字侧侧动人,独来叫人心碎。 第八章 作者 杜甫 浮云中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叶贫梦君,情亲献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时将十壶多风波,周极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至。 棺盖满京华,私人独憔悴。 书云网灰灰,将老身反磊。 千秋万岁鸣,寂寞身后事。 诸解 一,吉,传江,传。 二,私人,直李白。 练亿,悠悠云朵,终日飞来飘去。 远方游子,为何久久不至。 一连几夜我,频频梦见你, 情情一切可见对我厚意。 每次梦里,你都匆匆辞去,还总说相会可真不容易。 你说石江石湖风波多么险恶,担心船只失势,葬身水里。 出门时,你总是扫着白首,好像是辜负了平生壮志。 京都的官僚们,官概相续,唯你不能显达形容憔悴。 谁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以年高返被牵连受罪。 千秋万代定有你的声明,那是季末身亡后的安慰。 平息 天保三年,七百四十四,李渡初会于洛石阳时,即成为深石石礁石石。 千元元年,七百五十八,李白因参加永亡礼的幕府而受牵连,被流放夜郎。 二年春至乌山御舍,杜甫只知李白流放,不知舍还。 这两首寄梦诗,是杜甫听到李白流放夜郎后,即似承梦而作。 是以梦前、梦中、梦后的次序续写。 第一首写,初次梦见李白时的心理,表现对老友急凶生死的关切。 第二首写梦中所见李白的形象,书写对老友悲惨遭遇的同情。 故人来入梦,明我长相逸。 水深波时浪时阔,无始骄龙得。 三叶贫梦君,情亲献君意。 这些家具,体现了两人行离神河,肝胆相照,互劝互免,至情时时交食时网的友谊。 诗的语言,时温时柔敦厚,句句发自肺腑,字字策策动人,独来叫人心碎。 第九章 作者,王维,圣代无吟者,英灵尽来归。 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 既至金门远,熟云无道飞。 时将时怀度寒时,经落逢春衣。 至酒长安道,童心与我为。 行当服贵赵,为己服京非。 远数带行客,孤城当落辉。 无谋事不用,物为之阴西。 诸解 一,东山客,指东晋谢宁,曾隐居东山。 二,采薇,指阴莫薄宜,书其采薇西山。 三,远,这里只不能入金马门。 四,寒时,节令明,清明前一天或两天。 愿意,政治清明时代,绝无银者存在,为朝政服务有才者纷纷出来。 连你这个像谢安的山林银者,也不再效法薄一书其去采薇。 你硬是落地不能带照金马门,那是命运不济,谁说无道不对。 去年寒时时节,你正经过时将时怀,滞留经络又逢春一已过一载。 我们又在长安城外涉酒鉴别,同心知己如今又要与我分开。 你行将驾驶着小船南下归去,不几天就可把自家柴门扣开。 远山的树木把你的身影遮盖,西石阳石于灰映的孤城艳丽多彩。 你暂不被录用纯属偶然的事,别以为知音稀少而徒子感慨。 平息,这是一首劝慰有人落地的事。 落地还乡之人,心情自然傲丧。 作为智友,多方急与未急,使其觉得知音友人是极为重要的。 全诗卓义在这个主旨上加以轰然,有叙事,有邪警,有抒情,有感慨,有勉励。 邪警清心,抒情柔蜜,感慨由衷,勉励致敬,引来令人振奋。 第十章 送别赏西 作者 王维 下马印君酒,问君何所知?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垂。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注解 一 饮君酒,劝君喝酒。 二 何所知,去哪里? 三 归卧,引居。 四 南山垂,中南山边。 愿意,请你下马喝一杯美酒,我想问问你要去哪里。 你说观石场生活不得志,想要归隐南山的边陲。 你只管去吧,我不再问,白云无穷尽足以自愚。 平息 这是一首送有人归隐的诗。 表面看来语句平淡无奇,然而细细无味,却是词浅情深,含义深刻。 诗的开头两句叙事,写饮酒鉴别,以问话引起下文。 三 四句是时时交识时代有人归隐原因不得志。 五 六句是写对有人的安慰和自己对隐居的羡慕,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否定。 全诗写诗之归隐,借以贬斥功名,抒发陶醉白云,自寻其乐之情,诗的后两句韵味骤增,诗意顿笼,羡慕有心,感慨无限。 清晰 作者 王维 沿入黄花川,美竹清溪水,随山江万转,促途五百里,生轩乱石中,色净深松里,样样泛灵性,成成应家围。 我心肃已嫌,清川淡如此。 请留盘石上,垂吊江一意。 诸解 一,竹,寻,延,二,去,同驱,三,淡,安静。 愿意 每次我进入黄花川漫游,常常沿着清溪辗转漂流。 流水依随山势千回万转,路途五百里,却区区悠悠。 乱石丛中,水声喧哗不断,松林深处,山色静谜清秀。 西中灵偶性菜随波荡样,成成碧水倒映芦苇仆有。 我的心平素已实习十冠闲净。 淡泊的清溪更使我忘忧。 让我留在这磐石上好了,终日垂掉一枝中老道头。 平溪。 此时借诵阳明不见经传的清溪来印证自己的夙愿。 以清溪之淡薄,欲自身之夙愿安闲。 全诗自然清淡素雅,写净抒情皆轻轻松松,然而韵味却倦勇醇厚。 诗人笔下的清溪是喧闹与沉郁的统一,活泼与安详的时柔时和,幽深与肃静的融合。 吟来令人羡慕向往。 第十一章 作者 王维 邪光赵须落,穷相牛扬归。 野老念木桐,以仗后惊飞。 至,聚追,麦苗秀,残眠桑叶熙。 田夫贺除至,相见与依依。 及此献贤义,怅然吟示威。 诸姐 一,至,也激。 第十二章 示威中有示威示威,石狐石不归。 这里表明自己有归隐之意。 第十三章 愿意 村庄处处披满西石阳事于灰,牛羊沿着身巷纷纷回归。 老走惦念着放牧的孙儿,驻障等候在自家的柴妃。 至今名叫麦尔即将十抽十岁,残儿成眠桑叶已经薄熙。 农夫们和厨回到了村里,相见欢声笑语,恋恋依依。 如此安逸,怎不叫我羡慕。 我不禁畅然地引起,示威。 平息。 这首诗是描写田家嫌疑的。 诗人面对西石阳石西夏,夜幕降临,田然自得的田家晚归景致,顿生羡慕之情。 开头四句,写田家日暮时一种嫌疑景象。 五、六两句写农事。 七、八句写农夫闲暇侠。 最后两句写因嫌疑而生献情。 全诗用白描手法,描绘了为何刘豫出下乡村的黄昏景色, 庆心自然,诗意盎然。 第十四章 西石涌赏西 作者 王维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威。 朝为月西女,目作无公妃。 见日起疏众,贵来方勿兮。 妖人妇粉粉,不自着罗衣。 君时宠十亿交实态,君连无是非。 当时换沙半,莫得同车归。 持谢林家子,孝平安可惜。 诸姐 一,持谢,奉告。 二,安可惜,怎能希望别人的赏识。 愿意。 艳丽的姿色向来为天下器重,美丽的西施怎么能九处低威。 原先她是月西的一个幻纱女,后来却成了吴王宫里的是爱是非。 凭剑时难道有什么与众不同? 显贵了才惊悟她立志天下西。 曾有多少宫女为她查之浮粉,她从来也不用自己穿着罗衣。 君王时宠时性她的姿态更加娇时魅,君王连世爱时,从不计较她的是非。 昔日一起在月西换纱的女伴,再不能与她同车,去来同车归。 奉告那盲目笑贫的邻人东诗,光学皱眉而想取失宠时并非容易。 平息。 这是一首借用西诗,以欲为人的诗。 昭为月西女,目作吴公妃写出了人生浮沉,全凭际遇的炎凉事态。 诗开首四句,写西诗有艳丽的姿色,终不能久违。 此六句写西诗一旦得到君王十宠时世爱时,就身价百倍。 末了四句写姿色太差者,想笑平息诗是不自量力。 语虽浅写,寓意深刻。 沈德前在《唐诗别才集》中说,写尽严良人眼界,不为啼赋,乃真思义。 此言颇事。 第十五章。 作者,孟浩然。 北山白云里,银者自一月。 相望使灯高,心随燕飞灭。 愁阴伯木起,姓氏青秋发。 石剑归村人,杀行堵头屑。 天边树若寂,石江石叛舟如月。 何当再久来,供罪重十阳师节。 诸节。 一,寂,也菜名,这里形容远望中天边树林的细小。 二,重十阳师节。 就以十阴十历九月九日为重十阳师节,有登高风俗。 愿意。 面对北山岭上,白云起伏飞飞,我这饮者自己能把欢欣品味。 我试着登上高山,是为了遥望,性情早就随着红艳远去高飞。 忧愁美美是薄木引发的情绪,兴致往往是青秋昭治的氛围。 在山上时时望见回村的人们,走过沙滩,坐在渡口,起席些泪。 远看天边的树林活像是济采,俯视石江石叛的沙洲,好比是湾月。 什么时候你能再久到这里来,众十阳师家节,咱们开怀畅饮共罪。 平息。 这是一首林秋登高远望,怀念旧有的诗。 开头四句,先点字月,然后登山望章五。 五、六两句,点名秋天节气。 七、八两句,写登山望剑山下之人。 九、十两句,写远望所见。 最后两句,写自己的希望。 全时情随景生,以景哄情,情景时时交,时时时容,魂为一体。 情飘逸而真挚,景情淡而优美。 诗人怀固有而登高,望飞燕而孤寂,林伯木而惆怅,处清秋而发星,自然希望智友到来,一起共赌佳节。 愁阴伯木起,幸事清秋发,天边树若寂,石江石叛舟如月,细细品尝,够人玩味。 第十六章。 作者,梦浩然。 轩,轩,轩,愿意。 西石阳时,忽然间落下了西山,东边池角明月渐渐东上。 披散头发,今夕恰好成凉,开窗闲卧,多么清净舒畅。 清风徐徐送来荷花幽香,竹叶清清低下露珠清响。 心想取来鸣琴清弹一曲,只恨眼前没有知音欣赏。 甘此凉消,不免怀念固有,只能在夜半里梦想一场。 平息,此诗写下夜水亭纳凉清爽闲逝和对友人的怀念。 诗的开头,写西石阳石西下与素月东升为纳凉涉景。 三,四句写幕后纳凉,表现闲情示意。 五,六句,由嗅觉继续写纳凉的真实感受。 七,八句写由境界清幽想到弹琴,想到知音,从纳凉过渡到怀人。 最后,写希望有人能在身边共度凉霄而生梦。 全诗感情细腻,语言流畅,层次分明,赋予韵味。 和风送香气,逐鹿低清响。 据《纳凉消暑之家》剧。 第十七章 作者,孟浩然 西石阳十度西岭,群贺书以名。 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 悄人归尽玉,烟鸟七出定。 只子七素来,孤琴后罗静。 住姐 一,烟鸟,木烟中的归鸟。 二,只子,这个人。 三,素,隔夜。 烟鸟。 烟鸟,西石阳石,徐徐落入西边山岭,千山万鹤,忽然昏昏明明。 松间明月,增天夜的良意,风中全声听来别有情味。 打柴的侨夫们将要归进,木烟中的鸟刚刚起领。 期望你能如约来此住宿,我独抱琴,等在罗曼路径。 平息 诗写在山间夜宿,期待有人不至。 诗的前六句,尽写夜色,西石阳石西下,万鹤蒙烟,梁声松月,倾听风泉,瞧人归尽,木鸟七定。 后两句写,期待故人来宿而未知,于是抱琴等待。 不心交,不抱怨,足见诗人风度。 静置清心幽静,语言委婉含蓄。 松月声夜良,风全满清听两句一诗佳品。 第十八章 作者,王昌龄 高卧南斋时,开围月出土。 青灰淡水墓,掩阳在窗户。 冉冉几营须,橙橙变筋骨。 美人青石江石盘,事业越饮苦。 千里其如何,威风吹蓝度。 注解 一,冉冉,铜冉冉,指时间的推移。 二,美人,旧时也指自己私慕的人,这里指崔少府。 三,乐饮,楚人曾唱乐歌,以寄托相思。 炼意,我和丛帝在南斋高卧的时候,先拾开窗帘,玩赏那出生的玉土。 淡淡月光泄在水上泄在树上,轻悠悠地拨光涟漪,荡入窗户。 光时因时冉冉这窗月已几英几虚,清光千年依旧世事不同筋骨。 德高望重崔少府,在青石江石河畔,他今夜必定如装喜思悦之苦。 千里迢迢,可否贡赏罪人缠捐。 微风吹拂着清香四溢的蓝渡。 平息,此事写完乐私有,游乐一人。 感慨清光依旧,人生聚散无常。 诗的开头点出南斋,二句点明月。 三,四句触发主题,写完乐。 五,六句由完乐而生发,写流光如是,事事多变。 七,八句转写一故有,最后写故人的文章道德,恰如蓝渡,方识相似意,文明侠耳。 全诗笔不离乐,景不离情,情景时时交,时时时容,景情相继,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第十九章,寻西山淫者不遇赏西。 作者,邱维。 绝顶一毛词,直上三十里。 寇冠无同仆,窥视为暗机。 若非金柴车,应是吊秋水。 此迟不相见,民免空洋指。 草色心语中,松生晚窗里。 急姿气幽绝,自足荡心耳。 虽无宾主义,颇得清净里。 幸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诸解。 一,插尺,原为参差不齐,这里只此来彼网而错过。 二,明免,殷勤。 三,气,切合。 四,知子,这个人,这里执引者。 愿意。 西山顶上,有一座小茅屋,寻访引者,直上三十里路。 清扣宅门,竟无开门同仆,窥看室内,只有几岸百住。 主人不是驾着柴车外出,一定是垂吊在秋水之处。 来得不巧,不能与其见面,殷勤而来空流对他仰慕。 绿草刚刚受到心语沐浴,松涛生生随风,送进窗户。 来到这惬意幽静的绝景,我信尔当迪无比的满足。 尽管没有宾主仇达之意,却能把清静的道理领悟。 星尽才下山来乐在其中,何必要见到你这个吟者。 平息,这是一首描写隐意高去的诗,是以寻西山吟者不遇为题,写专程到山中去访吟者,竟然不遇。 如此,本应叫人失望,惆怅。 然而,诗戒写不遇,却把吟者时性时格和生活表现得清清楚楚,临时离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幽情雅趣和旷达的胸怀,比相遇更有收获,更为满足。 诗的前八句,写吟者独居高处,远离尘销,寻访者不刺山高,等到寇官无人,才略生畅往。 于是猜想,吟者乘车出游,临水垂吊,表现吟者的生活甜是雅趣。 后八句荡开一层,写周围的草色松生史寻访者陶然,因而寻访不遇一无所谓,是其悟出吟者生活的情趣。 因此,诚信而来,尽兴而返,自得其乐,大有君子风度。 春饭若爷息赏兮。 作者,其无钱,幽亦无断绝,此去随所偶。 晚风吹行舟,花露入溪口。 寄夜转熄鹤,隔山望南斗。 谭烟飞荣荣,林月低向后。 声势且弥漫,愿违赤甘搜。 诸解 一,寄夜,置业。 二,谭烟,水气。 三,弥漫,渺茫。 愿意。 归影之心长期以来不曾中断,此次泛舟随雨而安任其自然。 阵阵晚风吹着小舟清清荡漾,一路春花洒满了溪口的两岸。 傍晚时分船转出西山幽谷,隔山望见了南斗明亮的闪光。 水潭烟雾声腾一片白白茫茫,暗树明月往后雨传行走逆向。 人间世事多么繁复多么茫然,愿作渔翁池干垂吊在此溪旁。 平溪。 这是一首写春夜饭食僵食的诗。 开首两句则以优异点出了全诗的主旨,是幽居独处,放人自视的一曲。 因此,驾州出游任其自然流露了随遇而安的情绪。 接着写范州的时间,路线和沿途景物以春时将时、月夜、花路、偏州等景物创造出一种优美、寂静、迷蒙的境界。 最后两句血腥怀隐居之人,在此环境中愿作驰干垂吊的饮者,追目优异的人生。 全诗扣锦题目中的贩字,在曲折回环的偏周行进中,对不同的景物进行描摹,使寂静的景物富有动感,恍惚流动,给人轻松舒适的感受。 素王昌陵隐居赏西,作者,常见清西身不测,隐处为孤云。 松继露威月,清光游魏君。 茅亭素花影,要远自台文。 于亦谢时去,西山轮鹤群。 助解,一,素,比予夜静花影如眠。 二,谢时,辞去世俗之类。 三,轮合,古长旨仙人的禽鸟。 四,群,雨,为五。 运异,清溪之水深不可测,隐居之处只有孤云。 松绫中间明月微露,洒下清灰似为狼君。 茅亭花影睡意正浓,韶药远谱滋生台文。 我也想要谢绝世俗,来与西山鸾鹤合群。 平息,这是一首写山水的隐异诗。 开头两句写王昌陵隐居之所在,乃隐居家境,别有洞天。 中间四句写夜宿此地之后,顿生常驻之情,极景生情,一目了然。 最后两句写自己的规制,决心悦然。 全诗善于在平易的写景中,蕴含深长的笔星际语,形象明朗,视纸含蓄,而意向显惑,发人联想。 茅亭素花影,药院姿台文可见炼子弓身,又可作对仗效法。 第二十章 四句写天使是乃娶忍和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观中。 武陵北渊上,万谷轻蒙蒙。 净礼辽可恶,圣音素所踪。 事将挂关去,决道自无穷。 诸解 一 突兀 高时耸 二 鬼功 非人力所能 三 功管 功阙 四 敬礼 佛礼 五 圣音 善缘 六 挂官 词官 七 绝道 福道 运异 大雁塔的气势宛如平地勇诗出 孤傲高俊耸力好像直接天功 登上雁塔绝顶 仿佛离开尘世 沿街盘旋攀登 有如声乐太空 高时耸红尾 似乎压盖神舟大地 正容摧尾 简直胜过鬼斧神功 四脚挺拔顶天 遮住太式阳式光辉 塔高七层 紧紧地接连着苍穹 站在塔顶鸟看指点 翱翔飞鸟 俯身向下 倾听阵阵怒吼狂风 山连着山 好比波涛汹涌起伏 奔走如百川归海来朝见离京 两行清淮 加持着天子所行道路 宫阙楼台 变得多么石精石巧玲珑 悲凉秋色 大从关西弥漫而来 苍苍茫茫 已经布满秦冠之中 再看看长安城北汉代的武陵 历经万古千秋 依然轻轻清静寄来的佛礼我完全领悟 行善师道素来是我做人信奉 我发誓回去后行将词官归隐 我觉得福道的确能济世无穷 平息 此诗是写灯佛塔回望景物 望而生发 忽悟佛礼 决意词官学佛 以求济世 暗喻对国是无可奈何的情怀 首二句写未灯之前仰望全塔 三 四句写灯塔 五至八句写塔之高 十耸雄俊 九 十句写由尚俯看 十一至十八句 写在塔顶向东南西北各方所见的景物 最后 四句写忽悟净礼 甚至想挂官而去 诗在描摹大雁塔的巍峨高大方面 可谓匠心独运 如永时初 颂天宫 爱白日 摩苍穹等等 鱼语惊人 令人有亲临其境之感 不禁为之惊叹 第二十一章 贼退士官吏 并续赏西 作者 袁姐 鬼毛岁西元贼入稻州 焚烧杀掠 激进而去 明年 贼右攻永州破哨 不犯此州 鞭鼻而退 启力能置敌于 盖蒙其商连而已 诸是何为人苦争连 故作师一篇已是官吏 西岁逢太平 山林二十年 全员在亭户 恫吓当门前 井睡有长期 日宴尤得免 忽然遭事变 数岁亲戎沾 今来点思郡 山遗又纷然 城小贼不图 人贫伤可怜 事已献临静 此州独见全 使臣将亡命 岂不如贼焉 令笔征连者 破之如火煎 谁能绝人命 以坐实事贤 思欲伟福节 引甘字赐传 江家旧余迈 归老石江石湖边 诸姐 一 井 及井田 二 井睡 这里只赴睡 三 荣瞻 军帐 四 点 治理 五 唯 帅 六 刺船 撑船 令义 唐代宗广德元年 西元的贼人 攻入稻州城 焚烧杀戮掠夺 几乎扫光全城踩走 第二年 贼人又攻打永州 并占领绍州 却不侵犯 稻州边境而去 难道道州官兵 能有力制敌吗 只是受到贼人哀怜而死 朱官吏为何如此残忍 苦征复脸 因此作诗一篇 给官吏们看看 我早年遇到了太平世道 在山林中隐居了二十年 清澈的源泉就在家门口 洞石穴石沟壑 横卧在家门前 田租赋税有个固定期限 日上三干 依然安稳酣眠 忽然间遭遇到世道突变 数年来亲自从军上前线 如今我来治理这个郡县 山中的遗贼 又常来扰边 县城太小遗贼 不再徒略 人民贫穷 他们也绝可怜 因此他们攻陷 临陷境界 这个盗州才能独自保全 使臣们凤凰命来收租税 难道还不如盗贼的心肝 现在那横征爆脸的官吏 催负时逼时税 恰如火烧火箭 谁愿意断绝人民的生路 去做时事所称赞的忠贤 我想辞去盗州次使官职 拿起竹膏 自己动手撑船 带领家小去到鱼米之乡 归银老死在那十江十湖之变 平息 这是斥责统治者 横征爆脸的事 诗叙诗诗 交诗诗带了历史背景 然后在诗中表现了 官吏不顾人民死活 与遗贼比较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全诗共分四段 前六句为第一段 写西岁太平日子 生活的安事 七至十四句为第二段 写金 写贼 对贼包扬 十五至念句 为第三段 写金 写官 抨击官吏 不顾丧乱人民之苦 横征爆脸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 写自己的心智 宁愿弃官 也不愿做所谓忠臣 贤臣 宁愿归隐诗江石湖 截身自好 也不愿作为帮凶 坑害人民 诗直臣事实 直书凶义 不雕琢脚搅饰 感情真挚 不染污泥 方洁自好 郡哉语中语诸文试宴集赏西 作者 唯应物 兵卫森化己 烟寝明清香 海上风雨智 逍遥吃隔两 凡科尽消散 驾宾赴满堂 自残居触虫 未堵思明康 礼慧是非浅 实性实达行击旺 鲜肥蜀实尽 蔬果性渐肠 拂饮一杯酒 养灵金玉章 神欢体自清 异欲灵风降 无中圣文史 群艳金汪洋 方至大藩帝 起约财富强 注解 一 焉 通宴 意为休息 二 海上 东南近海 三 凡科 烦躁 四 幸 希望 这里是千词 五 金玉章 指客人们的诗篇 六 无中 指苏州地区 七 翻 这里指大郡 愿意 官邸门前画几林立兵魏森言 休息室内凝聚着坟坛的清香 东南近海层层风雨吹进住所 逍遥自在驰隔之间阵阵风凉 心里头的烦躁 苦闷将要消散 嘉宾贵客重新聚集集集集集一堂 自己惭愧所处地位太过高贵 未能顾及平民百姓有无安康 如能领悟事理是非 自然消逝 实性实情达观世俗礼节 就可淡忘 鲜于肥肉 是下令进食的荤腥 蔬菜水果 希望大家尽管品尝 大家躬身 饮下一杯纯清美酒 抬头聆听个人饮颂 金玉诗章 实经实神 愉快身实体 自然轻松舒畅 心里真想临风飘举 奋力翱翔 无中不愧为文史鼎盛的所在 文人学士 简直多如大海汪洋 现在才知道 大洲大郡的地方 哪里是仅以财物丰富而撑墙 平息 这是一首写与文史艳疾 并抒发个人胸怀的诗 诗人自残 居处高崇 不见黎民疾苦 全诗议论风情诗人物 大有掌官胸襟 叙事 抒情 议论相见 结构井然有序 第二十二章 作者 唯应物 七七去亲时爱时 泛泛如烟雾 归赵落石阳石人 残中广灵树 今朝为此别 何处还相遇 事事波上周 言回安得住 诸姐 一 亲时爱时 指好友 二 残中句 意味回望广陵 只听得小钟的残音 船子临间 三 言回 直处境地顺逆 练逸 七创地离别了 亲时爱时的朋友 船只泛泛地驶入茫茫烟雾 轻快地摇讲 向着落石阳石归去 小钟残音 还远绕广陵树母 今日在此 我与你一一作别 何时何地 我们能再次相遇 人情世事 犹如波上的小船 顺流回旋 岂能由自己做主 平息 这是离别时 写给好友抒发离情的一首诗 开头两句写别离职出发 三 四句写有人成舟归去 五 六句写期望重逢 最后两句 以舟行不定 欲世事之顺逆翻覆 难以自主 全诗极景抒情 欲情于景 眼前景 意中情 口头语 世间里 如水时辱 时时时交 时时时容 四诸网 时时交 时时之 欠人心绪 动人心弦 第二十三章 既全郊山中道士 赏西 作者 为应物 今朝郡斋冷 忽念山中客 见底树精心 归来主白石 欲世一瓢酒 远未风雨兮 落叶满空山 何处寻行迹 祝解 一 郡斋 只除舟 刺室 官署中的斋舍 二 白石 这里介于全郊道士 说他生活的轻苦 愿意 今天在官邸斋舍中 觉得冷清 忽然想起 隐居全郊山的友人 他或许正在山剑底 捆绑柴精 回到家里点火熬煮 白石冲击 我本想捧吃一瓢 唇香的梅撒 在这风凉雨冷的秋夜去拜访 然而满山遍野 尽是纷纷落叶 到何处去找寻老朋友的足界 平息 这首寄赠诗 是透露对山中道士的意缅之情 首句既写出郡斋之冷 更是写诗人心头之冷 再写道士在山中苦练修行 想送一瓢酒去 好让老友在秋风冷雨的夜 中得以安慰 又怕落叶满山寻不到他 全诗语言平淡无奇 然感情跳荡反复 形象鲜明自然 落叶满空山 何处寻行寄句 也却是诗中绝唱 宋苏东坡 坡诗爱诗此诗 并刻意学之 不其韵为之 寄予安中人 非空本无尽 然中不如唯应物之句 徐燕州诗话凭此非才不代 盖绝唱之不当何也 长安玉逢筑赏兮 作者 唯应物 刻从东方来 依上霸凌雨 问刻何为来 彩山阴埋伏 明明花正开 杨阳艳心识辱识 左别今已春 并私生几缕 注解 一霸凌 即霸凌 二 明明 形容羽貌 三 焉心识辱识 意味焉出生 愿意 你从东方回到长安来 衣裳沾满霸凌的春雨 请问你来此为了何故 你说为开山辟的埋伏 明明春雨百花林雨开 时习时时习时和风燕子新付出 去年一别 如今又逢春 双鬓银丝天生了几缕 平夕 这首赠诗 以亲切诙谐的笔调 对诗意陈时轮的逢柱深表理解 同情 体贴和未免 开头写逢柱 从长安以东而来 一派名流 兼隐式风度 接着以诙谐打具形式 劝导逢柱对前途要有信心 再进一步劝导 他要相信自己 正如春花时辱时艳 焕发才华 会有人关切时爱时护的 最后勉励他昨日才分别 如今已经是春天了 你的病发并没有白几率 还不算老了 圣年未雨 大有可为 全诗情意深长 生动活泼 他的感人之处 首先在于诗人的心胸坦荡 思想开朗 对生活充满信心 对前途充满希望 对朋友充满热情 因此 他能对一位邂逅的诗艺朋友 充分理解 真诚同情 体贴入微 而积极勉励 诗在叙事中写景 借写景以寄托寓意 情调和风格 犹如小河流水 清心明快 委屈婉转 独来一览无余 品尝则又回味不尽 第二十四章 作者 唯应物 落番窦怀镇 停访林孤义 浩浩风起波 明明日晨曦 人归山锅暗 咽下炉舟白 独夜一勤观 厅中未眠客 注解 一 落番 谢帆 二 人规矩 意味日落成暗 人也回到休息处所去了 三 卢州 卢尾丛生的水泽 四 秦 今陕西一带 练义 谢帆流宿 淮水岸边的小镇 小坊停靠着孤零零的旅翼 大风突起石江石上的波石浪 是浩荡 太石阳石沉落大地的夜色苍黑 山昏城岸人们都回家安起 月照炉舟燕群也落下栖息 夜晚孤独我不禁想起长安 听到岸上终生我怎能入睡 平息 这是一首写几缕风波 博案停诉 客居不眠 顿生相似的事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段 是写傍晚阴路图风波 不得不停访孤义 后四句为第二段 是写人厌归宿 夜幕降临 字业道小 不能入眠 而生相似克愁 全时富有生活气息 侃侃诉说 淡淡抒情 看是邪景 景中欲情 情有景声 景令动情 读来颇为动人 第二十五章 作者 唯应物 历设局中年 出交况清暑 杨柳散和风 青山淡无虑 依从世自弃 原见还复去 位于矮方园 春秋明何处 乐游新旅旨 尊世记犹据 忠霸司结卢 木桃真可树 读解 一 居朔 二 矿青鼠 在清幽的鼠色中 得以石经石神疏畅 三 淡 成静 四 绿 思绪 五 矮 迷蒙茂 六 树 树基 差不多 绿意 整年居树观鼠之中 实在烦闷 清晨出去 交由顿觉石经石神欢石鱼 嫩绿的杨柳伴随着春风荡漾 苍翠的山风淡化了我的思虑 靠着灌木丛自石油自在的气息 沿着剑柳旁任凭意愿的徘徊 方石乡的原野落着迷蒙的细雨 明镜的大地到处是春秋明蹄 本石碍石长处清幽屡次不得如愿 只因公务缠身行迹十分聪促 终有一日 罢官归隐在此结卢 羡慕淘钱差不多能得到乐趣 平夕 这是写春日交由情景的诗 诗先写居树于公务 因而暗读劳行 次写春日交由 快乐无限 再写龟饮不遂 月伐木桃 是以真情实感 诉说了官市场生活的繁忙乏味 抒发了回归自然的清净快乐 人事者 经验谈 话真情真 独知教义匪浅 杨柳散和风 青山淡无虑 可谓风景陶冶情怀的绝唱 第二十六章 宋阳侍女赏西 作者 为应物 永日方七七 出行赴悠悠 女子尽有行 大师将食宿清舟 而被苦无事 府念亦慈柔 又为掌所欲 两别气不休 对此节中长 亦往南复流 自小区内训 事姑以我忧 赖资托令门 任序树无忧 贫检城所上 自从起带舟 孝公遵赴道 容止顺其忧 别离在今晨 见耳当何求 居贤十字浅 灵感忽难收 归来是幼女 灵类原应流 注解 一 永日 整天 二 悠悠 遥远貌 三 行 只出嫁 四 无事 无母 五 令门 对欺负家的尊称 六 容止 这里是一举一动的意思 七 居贤 平日 练异 我整日忧郁而悲悲戚戚 女儿就要出嫁遥远地方 今天她要远行 去坐新石娘石 乘坐青州 沿石江石逆流而上 你姐妹自幼长 尽失母苦 念此 我就加倍慈柔抚养 妹妹从小全靠姐姐养育 今日两人作别 泪气成形 面对此情景 我内心欲解 女大当嫁 你也难得再留 你自小缺少慈母的教训 侍奉婆婆的事令我担忧 幸好依仗你附加好门帝 信任连续 不挑剔你过失 安宾乐俭 是我一贯崇尚 嫁妆岂能做到周全丰厚 望你孝敬长辈遵守父导 仪容举止 都要符合潮流 今晨我们妇女就要离别 再见到你不知什么时候 闲居时 忧伤能自我排遣 临别感伤情绪 一发难受 回到家中 看到孤单小女 悲哀泪水沿着帽带长流 平息 这是一首宋女出嫁的好事 宋女出行 万千叮咛 连其无事 反复戒训 诗人早年丧妻 留下两女 自小相依为命 感情颇为深厚 因为对王妻的思念 对二女 自然更加连识爱识 在大女儿出嫁之时 自然临别 而生感伤之情 全识情真与智 至实性实至诚 慈父识爱时 骨肉情 悦然之上 贫茧成所上 资从启戴舟 可作红衣千秋楷模 第二十七章 作者柳宗元 吉井树寒齿 轻心浮沉浮 贤池备叶书 不出东斋读 真缘了无曲 望迹事所逐 一言既可明 善时性识何有熟 道人亭语境 台色连身逐 日出雾露鱼 轻松如高木 淡然离言说 雾跃心自足 诸解 一 贝叶书 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的叶子写佛经 也称贝叶经 二 明 暗和 三 善 修持 四 告木 本指润发的油脂 五 坦然 宁静状 练意 即来清凉井水 数口刷牙 心轻了 再浮去衣上尘土 悠闲地捧起 佛门备叶经 信不走出东斋 银勇朗读 佛经真谛 世人并无领悟 荒诞之事 却为人们追逐 佛如识经识意缘 也渴望暗和 但修养本时性使我 何以识经识蜀 道人禅愿 多么优雅清净 绿色仙台 连接竹林深处 太师阳时出来照着陈雾余路 苍翠松树碗若木后图之 清净使我甜诞难以言说 悟出佛理 内心畅快满足 平息 这是一首书写感想的抒情诗 诗的内容 是抒发了诗人的哲学见解 前半部写他道 禅愿读经 指责世人追逐的 乃是那些荒诞的事情 而不去了解佛经的真正含义 后半部写他认为 佛家的识经识意 与儒家之道有相通之处 但如何修养本时性使 却难以识经识书 然而 他对禅愿的清净优雅 却流连晚赏 第28章 作者 柳宗元 久为三组类 性子难以者 贤医农普林 偶四山林克 小庚帆路草 夜榜响西石 来往不逢人 长歌处天壁 诸解 一 三组 这里是做官的意思 二 难以 这里只当是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 三 第一 流放 四 夜榜 夜行 五 楚天 永州古蜀楚地 练义 长久被官职所付 不得自私游 有幸这次被贬折来到南乙 先师常常与农田菜谱为林 偶然间像个隐居山中的人 清晨我去耕作 翻出带路杂草 傍晚乘船沿着西石花花前进 独往独来 碰不到那庸俗之辈 仰望楚天的避空而高歌自娱 平西 这首诗是柳宗元贬官永州居处冉西之盼石的作品 全师写折居家境 狗的自食油 独往独来 偷安自性 前四句叙述到这里的原因和自己的行径 后四句叙述自己早晚的行动 首尾四句隐含有劳石骚石之意 仙衣农普林 有采菊东篱下之盖 小庚帆路草 有陈兴里荒废 智风 沈德前平说 于西朱勇 出连简困厄之境 发清一淡薄之音 不怨而怨 怨而不怨 横尖言外 识获欲致 唐诗别裁集卷四 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十九章 卷二 五颜乐府赛下曲 奇异赏兮 作者 王昌龄 禅明空桑林 八月削官道 初赛妇入塞 处处黄卤草 从来幽宾客 皆想杀长老 墨学游险 金夸子刘好 诸解 以 幽 并 幽州和冰州 经河北 山西和陕西一部分 二 游险 只是无勇 诚意气 而轻视 实性 实命的人 三 金 自明不凡 论意 知了在 枯吐的桑林明教 八月的 宵官道气 爽秋高 初赛后 再入塞 气候变冷 关内关外 尽是黄黄炉草 自古来 河北山西的豪杰 都与尘土黄沙伴随到老 墨学纳自是勇武游险 自明不凡地把骏马夸耀 平息 这首岳府歌曲是写非战的 是由征树边色树鸡不回 而告诫少年莫夸武力 抒发非战之情 写边塞秋景 无限消沙悲凉 写树边争人 寄予深切同情 劝世上少年 生生实在 拒拒真情 从来幽宾客 皆供陈沙老 与王汉的醉卧沙场军莫孝 古来征战几人回 可谓英雄所见 异曲同工 感人至深 第三十章 作者 王昌龄 印马渡秋水 水寒风四刀 平沙日未末 暗暗献林桃 昔日长城战 咸言意气高 黄尘族金谷 白骨乱鹏蒙 注解 一 暗暗 同暗暗 二 林桃 经甘肃民县一带 是长城起点 三 咸 都 令意 千马银水渡过了那大河 水寒刺骨 秋风如剑如刀 沙场广袤西施阳石尚未下落 昏暗中看见遥远的林桃 当年长城曾经一次熬战 都说戍边战事的意气高 自古以来 这里黄尘弥漫 遍地白骨凌乱家 拾着野草 平溪 这首岳浮曲是以长城为背景描绘战争的悲惨残酷 诗的前四句写在外晚秋时节 平沙日落的荒凉景象 后四句写长城一带 历来是战场 白骨成秋景象荒凉 全诗写的触目惊心 表达了非战思想 第三十一章 观山岳赏西 作者 李白 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堵玉室门关 旱下白登道 石湖石窥青海湾 游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还 树客望边色 思归多苦言 高楼当此夜 叹息未阴险 住截 一 观山岳 岳府横吹去调明 二 石湖石 这里指吐蕃 三 高楼 指住在高楼中的 树客之妻 绿意 皎洁的月亮 从其连山升起 轻轻漂浮在迷茫的云海里 长风掀起沉沙 席卷几万里 玉室门关早被封杀层层封闭 白登道那里 汉军惊奇林立 青海湾却是石湖石人窥视之地 自古来这征战厮杀的场所 参战者从来不见有生还的 守卫边陲的征服面对现实 哪个不愁眉苦脸思归故里 今夜高楼上私父的妻子们 又该是当窗布棉 叹息不已 平息 这首诗在内容上仍既成古乐府 但诗人比例浑红 又有很大的提高 诗的开头四句 主要写官 山 阅三种因素在内的辽阔的边塞图景 从而表现出 争人怀乡的情绪 中间四句 具体写到战争的景象 战场悲惨残酷 后四句写争人望边地 而思念家乡 进而推想妻子月夜高楼叹息不止 这末了四句与诗人春思中的当军怀归日 事切段常识同一笔调 而由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环 又与王昌龄的黄尘族筋骨 白骨乱蓬蒿同步 此夜秋歌赏西 作者 李白 长安一片月 万户倒一声 秋风吹不尽 总是欲观情 何日平时胡时鲁 良人霸远争 注解 一 倒一 将洗过的衣服放在针石上 用木杵倒去剪制 这里指人们准备寒衣 二 玉官 即玉室门关 三 鲁 对敌方的灭称 四 良人 丈夫 愿意 秋月皎节长安城一片光明 家家户户传来倒一的声音 真声任凭秋风吹也吹不尽 声声总是千细玉官的情识人 什么时候才能把时乎时鲁平定 丈夫就可以不再当兵远征 平息 全识写征服之妻 秋夜怀思远征边陲的良人 希望早日结束战争 丈夫免于离家去远征 虽未止血实爱实情 却字字渗透真挚情意 虽无高谈时局 却又不离时局 情调用意 皆不脱边塞式的风韵 第32章 作者 李白 切发初妇额 折花门前聚 郎骑竹马来 绕时床时弄清美 同时居常干礼 两小无闲菜 十四围君妇 修言未常开 低头向暗臂 千唤不一回 十五十斩眉 愿同臣与辉 长存抱住信 起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 取唐燕玉堆 五月不可处 原生天上哀 门前吃行计 一一生绿台 台身不能扫 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黄 双飞西圆草 赶此伤窃心 作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八 欲将书报价 湘迎不道远 直至长风沙 注解 一 石床时 这里只作剧 第三十三章 道指尾声与女子 欺于梁下 女子不来 水至不去 报梁柱而死 第三十四章 三 不道远 不会闲远 四 长风沙 地名 在接安徽安庆市 东的长石江市边上 地极湍险 绿意 记得我刘海出 盖前鹅的时候 常常折一只花朵 在门前嬉戏 狼君总是跨着 竹竿当马起来 手持青梅 绕着石石胶 石石矣 争夺颈颈 长期来我俩 一起住在长干里 咱俩天真无邪相互 从不猜疑 十四岁那年 做了你结发妻子 成婚时 羞得我不敢把脸抬起 自己低头面向 昏暗的墙角落 任你千呼万唤 我也不怕头回 十五岁才高兴地 笑开了双眉 是与你白头 携老道化为陈辉 你长存尾声 抱住般坚守信约 我就怎么也不会 登上望复台 十六岁那年 你离我出外远去 要经过 渠堂侠可怕的宴堆 五月水掌 燕南便担心触礁 猿猴在两岸山头 思明更悲气 门前那些 你缓不离去的族印 日子久了 一个个都长满青苔 苔藓长得太厚 怎么也扫不了 秋风早到 落叶纷纷 把它覆盖 八月秋高 粉黄蝴蝶 多么轻狂 双双飞过西园 在草丛中细 试碍时 此清此景 怎不叫我伤心痛绝 终日忧愁 太甚红颜 自然早衰 迟早有一天 你若离开了三八 应该写封信 报告我寄到家来 为了迎接你 我不说路途遥远 哪怕赶到长风沙 要走七百里 平息 这是一首写 商妇的 时爱时情 和离别的诗 诗以商妇的自白 用颤诗面 婉转的笔调 书写了 她对远处 经商丈夫的 真挚的 时爱时 和深深的思念 诗的开头六句 是回忆 与丈夫 还提时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的情景 为读者诉了一对 少年儿童 天真无邪 活泼可视 爱时的形象 十四围君妇四句 是细腻的 刻华初婚的羞涩 重现了新婚的 甜蜜罪人 十五十展眉四句 写婚后的热恋 和恩氏爱时 山蒙海誓 如交似漆 十六君 远行四句 写姚思丈夫 远行经商 并未知担心受怕 缠十年翡策 深沉无限 门前持行记八句 写触景生情 幽思不断 言容憔悴 最后四句 写记与亲人 忘记早归 把思念之情 更推进一步 全诗形象 完整名利 活泼动人 感情细腻 缠十年婉转 语言坦白 音节和谐 格调清心眷勇 是诗歌艺术上品 青梅竹马 梁晓无猜 已成描摹 幼男幼女 天真 无邪情义的家喻 第三十五章 猎女操 赏夕 作者 孟娇 吴童香代老 鸳鸯会双死 真富贵迅夫 舍生亦如此 波兰师不起 窃心井中水 注解 一 吴童 传说吴为雄树 铜为雌树 其实吴童树是雌雄铜珠 二 迅 以死相从 略异 雄无雌铜之夜覆盖 相守终老 鸳鸯水鸟 成双成对 至死相随 真洁的妇女 贵在为丈夫迅捷 为此舍生才称得上 至善至美 对天发誓 我心永远忠贞不渝 就像清静 不起波澜的 古井水 平息 这是一首 颂扬真富猎女的诗 以吴童偕老 鸳鸯双死 比喻真富训夫 同时以古井水作笔 称颂妇女的首节不嫁 此诗内容 或以为有所寄托 借赞颂真富猎女 表达诗人坚守 结实操实 不肯与权贵同流 合污之品行 然而 旧权诗看 从题目到内容的全部 都是为了明确的主题的 旧诗论诗 不能节外生枝 因此 不能误说 它是维护封建礼教道德的 是属于封建糟粕的 应于批判 第36章 作者 孟娇 慈母守中线 由此身上衣 临行秘密逢 一孔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灰 注解 一 寸草 比非常微小 二 三春灰 三春 指春天的梦春 种春 季春 灰 时阳时光 形容母 时爱时如春天 何续的时阳时光 略意 慈祥的母亲 手里把着针线 未将远游的孩子 赶至新衣 临行 他忙着 逢得严严实实 是担心孩子 此去 难得回归 谁能说 像小草的那点孝心 可抱达 春灰般的 慈母恩惠 平息 这是一首 母时爱时的 诵歌 诗中 亲切真纯地 吟诵了伟大的人 实性实美 母时爱时 诗的开头两句 所写的人是母与子 所写的物是 献与一 然而却点出了 母子相依为命的 骨肉之情 中间两句 集中写 慈母的动作和意态 表现了母亲 对儿子的深度之情 虽无言语 也无泪水 却充溢着 诗爱时的纯情 寇人心弦 催人泪下 最后两句 是前四句的生话 以通俗形象的比喻 寄托赤子 赤裂的情怀 对于春日般的 母诗爱时 小草式的儿女 怎能报答于万一呢 全诗无华丽的慈枣 一无巧拙雕饰 于清新流畅 淳朴素淡的语言中 饱含食着浓郁纯美的诗味 情真义切 千百年来 拨动多少读者的心弦 引起万千有子的共鸣 第三十七章 卷三 七言古诗 登幽州台歌赏西 作者 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幽 读创然而泪下 读解 一 幽州 古十二州之一 现今北京市 二 幽幽 渺远的样子 三 创然 悲伤凄凉 四 泪 眼泪 练异 先代的圣君 我见也没见到 后代的民主 要等到什么时候 想到宇宙无限渺远 我深感人生短暂 独自平调 我剃泪纵横 七侧悲愁 平息 诗人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 他直言敢见 但没有被武则天所采纳 屡受打击 心情郁与悲愤 诗血登上幽州的济北楼远望 悲从中来 并以山河依旧 人物不同来抒发自己 生不逢尘的哀叹 语言奔放 富有感染力 在艺术表现上 前两句是抚养古今 写出时间的绵长 第三句登楼眺望 写空间的辽阔无限 第四句 写诗人孤单悲苦的心绪 这样前后相互映照 格外动人 句是长短参错 因结前景后书 这样一扬变化 互相配合 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古艺赏兮 作者 李奇 男儿是长征 少小幽阉客 赌圣马蹄下 游来清七尺 杀人莫赶前 虚如未时矛使者 黄云龙比白云飞 未得报恩不能归 辽东小夫年十五 灌弹琵琶解歌舞 今为枪笛出赛声 使我三军泪如雨 祝解 一 古艺 由尼谷 二 清七尺 由青生甘死 三 解 擅长 练异 好男儿远去 从军戍边 他们从小就游历游艳 各个时矮时 在僵场上逞能 为取胜不把生命依恋 厮杀时 顽敌不敢上前 十壶十须相位 十毛十直树满面 龙山黄云笼罩 白云纷飞 不曾立过战功 怎想回归 有个辽东少石赋 妙龄十五 一向擅弹琵琶 又擅歌舞 他用枪笛吹奏 出在歌曲 吹得三军将士 泪灰如雨 平息 诗题为古译 标明是一首尼古诗 首六句写树边 豪霞的风 石流潇洒 勇石猛刚烈 后六句写 剑得白云 闻得枪笛 顿绝故乡渺远 不免怀思落泪 离别之情 征战之苦 悦然之上 语言含蓄顿挫 血脉豁然贯通 跌宕起伏 情运并茂 第三十八章 作者 李奇 四月南风大麦黄 枣花未落同夜长 青山招别墓还见 司马出门思旧乡 陈侯立身和坦荡 求须虎眉仍大嗓 腹中著书一万卷 不肯低头在草莽 东门孤酒饮我草 心情万事皆红时毛时 醉卧不知白日暮 有时空旺孤云高 长河十浪石头连天黑 金口亭州度不得 郑国游人为极佳 落实杨士行子空叹息 闻到故林相识多 罢官昨日今如何 注解 一 言 史赫 二 金口 管渡口的小吏 三 故林 游故乡 愿意 四月好风光 南风和暖蜜黄 枣子的花还未落 同夜已长满 故乡一座座青山 早晚都相见 马儿出门思声叫 催人思故乡 陈章府光明磊落 胸怀真荡然 脑门宽阔 虎眉求须 气派非凡 胸怀万卷书 满腹经轮有才干 这等人才 怎能低头埋没草莽 想起落石阳石东门买酒 燕饮我们 胸怀豁达 万事事如红石毛石一般 醉了酒睡 那管睡到日落天黑 偶尔仰望 长空孤云 游浮飘染 黄河水掌 风大石浪 石高石浪 石头凶恶 管渡口的小吏 叫人停止开船 你这郑国游子 不能及时回家 我这落石阳石客人 突然为你感叹 听说你在故乡 至时时交石时就有很多 昨日你已罢官 如今待你如何 平息 李奇的诵别诗 已善于描写人物著称 此诗的开头四句写诵别 轻快舒坦 情怀旷大 中间八句 写臣张府智杰 实操实手 说他光明磊落 清高自重 这八句是诗魂所在 前四句写他的品德 容貌财学和智杰 后四名写他行迹拖略 不与世俗同流 戒酒引德 自持清高 最后六句 用笔星手法 暗喻仕途险恶 事态炎良 然而诗人却不以为戒弟 泰然处置 笔调轻松 风格豪爽 别聚一格 第三十九章 情歌赏兮 作者 李奇 主人游九欢金兮 请奏名秦广林克 月照成头乌伴飞 双漆万数风入一 铜炉华竹竹增辉 出檀路水后楚飞 一生以动物接近 四座无颜星玉兮 清淮奉使千余礼 赶告云山从此时 助解 一 广林克 这里只善弹琴的人 二 露水 琴取名 三 清淮 递进淮水 愿意 今夜主人有酒 我们暂且欢乐 敬请弹琴高手 把广林曲轻弹 城头月明星夕 乌雀纷纷飞散 岩霜寒亲树木 冷风吹透外庄 同炉熏然谈香 华竹闪烁光辉 先谈异曲露水 然后再奏楚飞 一声琴弦拨出 顿时万籁俱计 星星为之隐去 四座沉默陶醉 奉命出使清怀 离家千里万里 告归四川云山 是夜蒙生此夜 平夕 此时时诗人奉命出使清怀时 在友人鉴别宴会上 听琴后所作 事宜久永琴 以琴醉人 闻琴怀香 期望归也 首二句 以饮酒陪起弹琴 三 四句写未淡时的夜景 月明星夕 乌雀伴飞 冷风吹衣 万母肃煞 五 六句写出淡情景 铜炉相绕 滑竹齐灰 初弹 露水 后弹 楚飞 七 八句写情歌动人 一声播出 万籁俱计 星星隐去 四座无言 后两句写听琴声之后 呼起相思 客去清怀 离家万里 归隐云山 此夜之思 全诗写诗 写景 写琴 写人 步步深入 环环入寇 张法整齐 层次分明 描摹琴声 重于反衬 使琴声越发高妙 更加动人 第四十章 作者 李奇 菜女西造 石湖石家声 一弹 衣石又八拍 石湖石人 落泪 沾边草 汗石断 长对归客 古树苍苍风 火寒 大荒神 沈飞雪白 先浮 伤贤后绝语 四交秋夜经 提七 提七 东夫子 通神明 深山窃 石听来 妖石经石 延迟 更速接应手 将往复旋如有情 空山白鸟散海河 万里浮云 石阴时且情 思三处 艳尸群叶 断绝石湖石而练 石母声 川围静齐波 鸟翼霸齐鸣 乌孙部落家乡远 罗嗦沙尘哀怨声 幽阴遍调乎飘洒 长风吹林雨 堕瓦 蹦泉 萨萨飞目墨 野路悠悠走堂下 长安城连东夜园 凤凰池对清锁门 高材托略鸣雨吏 日希望君报秦志 筑解 1.菜女 菜眼 文记 2.拍 乐曲的段落 3.商贤 交语 古以公商脚指语为五音 4.夜落声 欲擒声 5.啰嗦 今西藏拉萨市 6.东夜园 防任给市中 蜀门下省 7.凤凰池 凤池因接近皇帝 知故而得此名 略义 当年菜眼 曾做十壶世家琴曲 弹奏此曲 总共有十八节 十壶十人听了 泪落沾石鞭草 汉史对着归客 干场欲绝 编程沧桑茫茫 风火无烟 草原石音 石音时 沉沉白雪飘落 仙坛精快曲后 奏低沉调 四周秋叶 受惊瑟瑟凋零 董先生通神明琴 既高妙 身灵鬼神 也都出来偷识听 慢识柔识快波 十分得心应手 往复回旋 仿佛声中欲情 声如山中 白鸟散了又急 曲四万里浮云 按了又鸣 向诗群的 除雁夜里思叫 向石壶石而 练石母痛绝的哭声 石江石和听曲 而平息了波澜 白鸟闻声 也停止了提名 仿佛乌孙公主远怀故乡 宛如文成公主 之愿吐蕃 幽夜琴声呼转 轻松潇洒 向大风 吹林如大雨落瓦 有如蹦泉 萨萨舍 石像树梢 有如野路 悠悠名叫唐下 长安城 笔邻给市中庭院 皇宫门正对 中书省地窄 房财高 不为名利约束 昼夜盼望 董大抱琴来奏 平息 全时写 董大以琴弹奏 石湖石家弄这一历史名曲 意在描摹琴声 明以赞董大 暗以宋房 全时巧妙地把董大之演技 琴声 以及历史背景 历史人物的感情结合起来 既周全细致 又自然浑成 最后称宋房 也寄托自身的轻母之情 是以惊人的想象力 把风云山川 鸟兽蹦泉 以及人之悲弃 人为描摹琴声的各种变化 使十抽十项的琴声 变成美妙具体的形象 使读者溢于感受 是一首较早描写音乐的好事 第四十一章 作者 李奇 南山节竹为例 此月本自秋辞出 流传汉地曲转奇 梁州十湖十人为我吹 唐林文者多叹息 远克思相接泪锤 世人解听不解赏 长标风中自来往 哭丧老百寒搜六 九出名凤乱揪揪 龙音虎啸一事发 万赖百全香雨秋 忽然更作于十阳十参 黄云萧条白日暗 便调如文阳柳春 上林繁花照眼心 岁月高唐烈明竹 美酒一杯声一曲 注解 一 秋辞 今新疆库车县 二 长标 玉乐声的吉兆 三 于十阳十参 曲调名 练异 南山节来的竹子 做成了例 这种乐器 本来出自西域秋辞 他传入中原后 曲调更为新奇 梁州十湖十人 安万善为我们奏吹 临近的人听了乐曲 人人叹息 离家游子生起相思 各个垂类 世人只小听声 而不懂得欣赏 他恰如那狂飙旋风 独来独往 向寒风吹摇哭丧 老百沙沙响 向九支除凤 绕着老母啾啾唤 向龙音虎啸 意气迸发的吼声 像万籁百全 香杂咆哮的秋音 忽然声调 急转变作了于 石阳石参 有如黄云笼罩 白日昏昏暗暗 声调多变 仿佛听到了杨柳春 真相公愿繁花 令人耳目一新 除夕之夜 高堂明竹排排声辉 每酒一杯哀乐异曲 心胸欲碎 平息 这首诗是写听了 石湖石人 乐师安万善 吹奏力 称赞他高超的演技 同时写力之时声 七轻 闻者悲凉 前六句 先叙利的来源 及其声音的凄凉 中间十句 写其声多遍 为春为秋 如凤鸣如龙尹 末两句写作者 身处一乡 时之除夕 闻此有感 孤寂凄苦 诗在描摹音乐时 不及以鸟兽树木之时声作笔 同时采用通感手法 以黄云蔽日 繁花照眼来比喻音乐的 时音时辰和明快 比前一首更有独到之处 第四十二章 作者 孟浩然 山寺中明昼已昏 于梁渡头争渡轩 人随杀戮 向石江石姑 于义成舟归陆门 陆门月召开烟树 呼到旁宫七隐处 颜飞松静长寂寥 唯有幽人自来去 筑解 一 于梁 在湘石阳石东 离陆门很近 二 旁宫 旁德宫 东汉隐世 练义 山寺终生冥想 天色已尽黄昏 鱼梁渡头 一片争渡的喧哗声 人们沿着沙岸 向着石江石村走去 我也乘着小船 摇鲁回到路门 路门月光照亮 青烟缭绕的树木 我忽然来到了 旁宫隐居的住处 严毕当门对着 松林尝静多寂寥 只有我这个幽人 在此自来自去 平息 这是歌永归 隐情怀志趣的事 首两句 先写夜归的一路见闻 山寺传来黄昏暴中 渡口喧闹争渡 两相对照 竟宣不同 三 四句写诗人返家 自去路门 疏图意志 表明诗人的依然自得 五 六句写夜灯路门山 道德庞德宫 七隐处 感受到隐意之妙处 墨两句写隐居路门山 心目鲜辈 全诗虽歌永归隐的清闲淡素 但对尘世的热闹 仍不能忘情 表达了隐居 乃破于无奈的情怀 感情真挚飘逸 于平淡中见其优美 真实 第四诗三章 作者 李白 我本处 我本处狂人 凤歌笑孔秋 手持绿玉杖 招别黄鹤楼 五月寻仙不辞远 一生浩入明山游 庐山秀出南斗棒 屏风 九叠云紧张 影落明湖青带光 金雀前 开二封长 银河道挂三十两 香炉 瀑布摇香望 回崖踏 帐灵苍苍 翠影红霞应朝日 鸟飞不到无天长 灯高壮观天地间 大石江石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洞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 后围卢山摇 杏阴卢山发 贤亏时尽清我心 谢功行处仓台末 早浮还丹无事情 秦心三叠道出城 遥见仙人采云里 首把芙蓉朝玉京 仙气汉漫酒盖上 愿皆卢遨游太清 注解 一绿玉杖 神仙所用之杖 二南斗 极斗塑星 三屏风九叠 形容山风重叠 壮如屏风 四青带 青黑色 五九道 古代帝制说 长石将石流 道寻石阳石境内 分为九派 六谢功 指流送谢灵运 七秦心三叠 道家修炼的术语 意思是使心神宁静 八玉京 道家说 原始天尊在天中心之上 名誉经山 愿意 我原是楚国的狂人 高唱奉歌 讥笑恐秋 守执神仙的绿玉杖 早晨我辞别黄鹤楼 为这寻仙 我便访五月不辞遥远 平生中 我最是碍事好到明山 去遨游 庐山高石耸 与天上的南斗星靠近 吴老峰的九叠屏 好向云霞展开 山影湖光相映尘 清黑起立俊秀 金雀前 香炉峰和双剑峰 高石耸对峙 三十梁的瀑布 恰似银河倒挂飞流 香炉峰的瀑布 与此遥遥相望 俊崖环绕 风鸾重叠直至天上 苍翠的山色 映着朝时阳时 红霞更加绚丽 在鸟飞不到的峰顶 俯视无天真宽广 登上庐山纵览天地 才领略天地壮观 俯瞰茫茫茫长石江 石涌去布环 流向东方 万里黄云起伏 两岸的景色不断变幻 长石江十九条支流 翻滚着雪山般的白石浪石 石爱石作赞美庐山的歌谣 诗性都因庐山所触发 先对石静峰窥看 我更加心情一畅 谢灵韵当年有处 早已被青台掩藏 我早就服了环丹 对世俗毫无情念 心神宁静了 就觉得仙道已经出城 向远处看去 仙人们正驾驭着彩云 手捧芙蓉到玉京山 去朝拜天尊神 我早与汉曼仙人 相约在九天之顶 心想接你这个卢傲 一起同游泰青 平息 这首诗是涌叹庐山风景的奇觉 游览飘然 猛发学到成仙之欲实望 并借儿邀请同伴 诗分四段 首六句为第一段 是序曲 以楚狂自比 对政治淡漠 透露寻仙访道隐翼之心 庐山八句为第二段 以仰视角度写庐山 瀑布相望 银河道挂 翠影映月 鸟飞不到雄奇风光 登高八句为第三段 以俯视角度 写长石江石茫茫冬去 黄云万里 九派流雪的雄伟气势 并以谢灵韵故事 抒发浮生若罗 盛世难在 寄引求仙访道 超脱现实的心情 早服六句为第四段 想象自己能早服仙丹 修炼生仙 到达向往的自食游仙界 并以卢敖故事 妖炉是青铜游 全诗想象丰富 境界开阔 给人以雄奇的美感享受 吴越寻仙不辞远 可借以做事业追求者的警句 第四十四章 作者 李白 海客潭盈州 烟桃微芒信难求 月人与天母 云霓明灭祸可赌 天母连天向天恒 是把五月掩斥成 天胎四万八千丈 对此欲倒东南清 我欲因之梦五月 一时夜飞渡进胡月 胡月照我影 送我至善息 谢公宿处金上在 绿水荡漾清圆体 角逐蟹公鸡 深灯清云梯 半壁渐海日 空中闻天机 千言万转路不定 梅花已石乎以鸣 熊袍龙银音岩泉 深林溪 精层颠 云青清晰玉雨 水淡淡吸生烟 烈雀霹雳 秋篮崩催 动天时善 轰然中开 清明浩荡不见底 日月照耀金银台 倪为衣西风为马 云之君 西纷纷而来下 虎骨色西鸾回车 仙之人 西列如马 忽魂既已破洞 恍惊起而长街 为绝石之枕袭 诗相来之咽下 世间行乐意如此 古来万世东流水 别君去西河时缓 且放白露青崖间 虚形及其访明山 安能催眉折 妖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眼 注解 1. 盈州 神山明 2. 信 果真 3. 拔 超越 4. 赤城 山明 5. 裂缺 闪电 6. 催眉 低眉 略异 海山来客 谈起东海 仙山 盈州 说他在 烟滔 浩渺中 实难寻求 月中来人 说起 那里的天母山 尽管云霞 或明或暗 见或可见 天母山 高石 直耸入云 向横卧天际 高超五月 遮盖赤城 奇事无比 天台山 传说高达 四万八千丈 面对天母山 向拜倒 东南偶下 我想游天母 因而梦游了五月 一时也飞跃 梦里见到 静湖明月 明月清辉 把我身影 映在湖里 不久又把我的身影 送到山西 当年谢灵运的 住处 至今游在 轻波荡漾 猿猴长体 景之七七 我叫船者 谢灵运的登山木鸡 攀登郡巧风鸾 如上青天云梯 在云间的山腰 可见东海日出 深时体旋在半空 可听天机鸣体 山中近视岩 道路千回万转 迷恋已时赏花 呼觉天色已晚 雄吼生龙银生 在岩泉间震响 身临围之惊 风鸾火之斗 石颤 乌云沉沉低垂 似乎快要落雨 水波淡淡荡漾 湖面腾起云烟 闪电滑破长空 一声惊雷巨响 山丘风鸾 仿佛突然崩裂倒塌 神仙石斧的石门 在隆隆声中打开 洞里天空清明明 望不到边际 日月时时焦 时时相灰映 照耀着金银台 云神们以彩虹为衣 以风作马 他们踩踏降云 纷纷飘然而下 老虎奏起琴瑟 鸾鸟拉着车架 仙人翩翩起舞 列队纵横如马 忽然令人胆颤 不由魂飞魄散 恍恍惚惚惊醒 不免惋惜长叹 醒来时看见的 身边唯有珍惜 方才美丽烟霞 已经无影无际 世间行乐之事 实在如同梦幻 万事从古都相 东去流水一般 我与诸君作别 不知何时回还 暂且放养白鹿 在那青崖之间 要走随即齐去 访问明川大山 我岂能低头弯腰 去世奉权贵 使我心中郁郁寡欢 极不舒坦 平息 这是一首既梦诗 也是游仙诗 诗写梦游明山 卓艺奇特 构思实惊实蜜 意境雄伟 感慨深沉激烈 变化长谎莫测于 虚无缥缈的描述中 寄予着生活现实 虽离奇 但不作作 内容丰富曲折 形象辉煌流利 富有十浪十漫 主义色彩 形式上杂言相间 兼用十遭实体 不受绿术 体制解放 信手写来 笔随行至 诗才横溢 堪称绝世名作 第四十五章 作者 李白 风吹柳花满电箱 无鸡鸭酒 换客长 金陵子弟来相送 欲行步行各进商 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一语之水短长 筑解 一 金陵 南京 二 九四 酒店 三 无鸡 无地的青年女子 这里只卖酒女 四 鸭酒 酒酿成实 鸭酒遭取酒 五 晋商 干杯 愿意 春风吹柳花扬 酒店美酒飘香 吴国美食女酒 殷勤劝客品尝 金陵年轻朋友 都来为我送行 要走的要留的 个人把酒喝干 敬请诸位朋友 问问东去流水 他比离情别叙 到底水短水长 平夕 这首小诗描绘了在春时光春时色中石江石南水乡的一家酒寺 诗人满怀别续酌饮 当卢姑石娘石劝酒 金陵少年相送的一幅令人陶醉的画图 风吹柳花 离情似水 走得痛饮 流得尽杯 情绵绵 一切切 句短情长 引来多位 沈德前 唐诗别采集说 此事与不避身 血情已足 全诗可见 诗人的情怀 多么风采滑茂 风诗流潇洒 第四十六章 作者 李白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燕 对此刻以憨高楼 蓬莱文章见安古 中间小谢又轻发 聚怀异性壮思飞 遇上清天懒日月 石愁石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萧愁愁愁愁愁愁 人生再是不称意 明朝散发弄天舟 注解 一 秋燕 御李云 二 彭来文章 这里指李云供职的秘书生 愿意 弃我逝去的昨日 已不可挽留 乱我心绪的今日 多叫人烦忧 长风万里 吹颂秋燕难来时候 对此情景 正可开怀 酣隐高楼 你笑书彭来宫 闻有建安风骨 我好比谢 诗歌一清发俊秀 我俩都怀疑性豪情 壮志凌云 想攀登九天 把明月摘揽在手 石愁石刀 吹断石江石水 石江石水更猛奔流 想要举杯萧愁 却是愁上加愁 人生在世 不能活得称心如意 不如明朝散发 驾州石江石湖漂流 平夕 诗旨在以彭来文章 笔里云 以谢清发自愈 借宋别以赞对方 稀奇声不称事 开首二句 不写续别 不写楼 却直书欲解 导出心中烦忧 三 四句突作转折 从苦闷中转到爽郎壮阔的境界 展开了一幅秋空颂艳图 一颂 一憨 点出了鉴别的主题 彭来四句 赞美对方文章 如彭来宫幽葬 刚见囚禁 有健安风骨 又流露自己才能 以泄自比 表达了对高洁理想的追求 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文艺观 莫四句书写感慨 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 不免烦忧苦闷 只好在弄偏周 终去寻求寄托 思想感情瞬息万变 艺术结构腾挪跌宕 起落无端 断取无忌 深刻地表现了诗人矛盾的心情 语言豪放自然 音律和谐统一 石仇石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萧愁愁更愁聚 是千百年来描摹愁绪的名言 众口诗诗时交诗实在 第四十七章 作者 岑申 军不见 走马穿行雪海边 平沙茫茫茫入天 轮台九月封夜后 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凶石奴石草黄马正肥 金山西剑燕陈飞 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拖 半夜军行歌相播 风头如刀面如歌 马尸茫时代血汉气争 五花连前悬作兵 墓中草席燕水明 鲁记文之应胆设 料之短兵不敢接 军师西门驻献解 驻解 一金山及二泰山 二汉家 这里十届汉仪止堂 三连前马身上的斑纹 绿意 你难道不曾看见 辽阔的走马川 紧连雪海边浩瀚的沙漠 黄沙滚滚接蓝天 轮台九月的秋风 日夜在狂吼 走马川的碎石 一块块大如斗 随着狂风席卷 满地乱石飞走 凶石奴石草长变黄 正是秋高马肥 金山西面石湖石旗乱边 烟尘乱飞 汉家的大将军奉命率兵西征 将军身着铠甲 日日夜夜不脱 半夜行军 战士割毛互相撞波 凛冽寒风吹来 人面有如刀割 马背上雪花 被汉气熏化蒸发 五花马的斑纹 旋即就结成冰 军帐中起草席闻燕水也动宁 凶石奴士骑兵 各个文风心惊胆战 早就料到 他们不敢短兵相接 只在车施西门 等待献服暴劫 平息 曾深之边赛施意气与其 或清心俊意 或雄魂壮美 此诗是写凶气豪壮的 开手极力渲染 环境恶劣 风沙遮天蔽日 接着写凶石奴石 借草皇马壮之机入侵 而风将军不畏天寒地冻 严阵以待 最后写敌军闻风丧胆 欲助凯旋而归 诗虽絮征战 却以絮寒冷为主 暗示冒雪征战之伪攻 语句豪爽 如风发拳石涌 真实动人 全诗句句用韵 三句一转 节奏急切有力 机悦豪壮 别句一格 第四十八章 作者 陈申 轮台城头夜吹角 轮台城北矛头落 语书昨夜过渠离 蝉鱼已在金山西 树楼希望烟尘黑 汉兵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毛西出征 平民吹敌大军行 四边伐骨雪海涌 三军大呼 石阴石山洞 鲁塞兵气连云屯 战场白骨铲草根 剑河风急云片阔 沙口石洞马提拖 亚向秦王干苦心 世将报主境边陈 古来清使谁不见 今见功名圣古人 诸解 一 金头 即矛头 也即是二十八秀中的矛素 就是一位石湖石星 金头落 意味石湖石人败王之兆 二 树楼 住房的城楼 三 鲁塞 敌方要塞 绿意 轮台城头夜里吹起了阵阵号角 轮台城北预照石湖石人的卯星坠石落 紧急的军书昨夜飞速送过渠离 报告铲鱼的骑兵已到了金山西 从港楼上希望只看见烟尘弥漫 汉家的军马囤住在轮台的城北 封将军雍京结弦 亲自出去西征 凌晨吹号集合了大军威武前进 四方的战鼓雷动宛如雪海汹涌 三军的喊声轰鸣像是石阴石山震动 顶上空的乌云囤积气翻石阴石沉 战场上的石石石石石骨鱼草根纠缠不清 剑河风急吹的石阴石云布满了天空 沙口石洞快把狐马的铁蹄动脱 封亚乡为了王室勤劳 寒心如苦 发誓报答君主平定边境的烟尘 自古来英雄名垂青史谁人不见 而今可见风将军功名胜过古人 平息 这守边赛师虽提为送行 却重在西征 希望对方扫清边陈 立功一语 是其手六句 先写战前两军对垒的紧张状态 紧接四句写白咒出师接杖 然后写其汉语牺牲 欧歌将士抗敌奋不顾身 莫似句照应题目 御注凯旋 以颂阳作节 全诗一丈一池 一阳顿挫 结构严谨 有描写 有哄托 有想象 有夸张 手法多样 情运灵活 充满十浪时慢主一击实情 第四十九章 白雪歌颂五判官归京 赏西 作者 岑身 北风卷地白草蛇 石湖十天八月急飞雪 呼如一时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株连诗罗目 胡求不难仅亲薄 将军搅功不得空 兜户铁衣冷油拙 汉海澜干百丈兵 仇云惨淡万里名 中军至九印归客 石湖石琴琵琶 与枪笛 纷纷木雪下园门 风彻红旗洞不翻 轮台东门送军去 去石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步建军 雪上空流马行处 住解 一 白草 西域木草明 秋天变白色 二 石湖石天 指西域的气候 三 园门 古代军营前 以两车之园 相向石石礁石石阶 呈一半圆形门 后遂称迎门为圆门 练逸 北风席卷大地 把白草吹舌 石湖石地天气 八月就分阳落雪 忽然间 宛如一时夜春风吹来 好像是千树万树梨花盛开 雪花散入珠帘 打湿了螺木 胡秋穿不暖锦背 也赚太宝 将军双手 动得拉不开脚弓 兜户的铁甲冰冷 仍然穿着 沙漠结兵百丈纵横有列文 万里长空凝聚着惨淡愁云 主帅杖中白酒为龟客践行 石湖石琴琵琶枪敌合奏来助兴 傍晚圆门前大雪落个不停 红旗动应了风也无法牵引 轮台东门外 欢送你回京去 你去时大雪盖满了天山路 山路迂回曲折 已看不见你 雪上只留下一串马蹄印记 平溪 这是永边的雪景 寄予宋别之情的诗作 全诗句句永雪 勾出天山其寒 开边先写野外雪景 把边地东景笔作是南国春景 可谓妙手回春 再从帐外写到帐内 通过人的感受 写天之其寒 然后在一镜帐外 勾画壮丽的塞外雪景 安排了宋别的特定环境 最后写送出军门 正是黄昏大雪纷飞之时 大雪封山 山回路转 不见踪影 隐含离情别意 全诗连用四个雪字 写出别前 见别 临别 别后四个不同画面的雪景 景致多样 色彩绚丽 十分动人 忽如一时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一景清新诱人 独知无不较绝 第五十章 作者 杜甫 国初以来画鞍马 神庙独树 十将十独王 将军得名三十载 人间又见真成皇 曾冒先帝赵叶白 龙池十日飞霹雳 内府殷红马脑盘 皆于传赵才人所 盘赐将军拜武规 清满戏起相追飞 贵七权门得笔记 使绝平 杖声光辉 昔日太宗全 时髦时挂 尽使郭家世子花 金之心徒有二马 负令十折九探戒 此阶骑战亦敌万 高速默默开封煞 其余七匹一输绝 炯若寒空洞烟血 双提簇踏长纠间 马官司养森成烈 可怜九马争神骏 顾世青高气深吻 借问苦心十爱使者谁 后有为讽前之盾 一夕寻信心丰功 翠华福天来向东 腾香磊落三万匹 借于此图金古铜 自从献宝朝河宗 无附设交十江十水中 君不见金素堆前松百里 龙眉去尽鸟呼风 注解 一石江十都王 李旭 唐太宗之职 故云国出 二支顿 东晋明僧 自盗林 本姓官 三 翠华 皇帝遗仗中用翠苗 与时矛时做装饰的旗帜 略议 开国以来 善化安玛的画家中 画祭最识经十庙传神 指数十江十都王 曹将军画马出名 已有三世载 人间又见古代 真正神马成皇 他曾描绘玄宗先帝的赵叶白 画得像吃龙腾飞 时日生如雷 皇宫内裤珍藏的殷红马脑盘 截于船下御旨 才人将它取来 将军接受刺盘 叩拜皇恩回归 清完戏起 相继次来 快速如飞 贵妻们谁得到曹江军亲笔记 谁就觉得 府地屏障 增加光辉 当年唐太宗著名宝马 全石毛石 近代郭子一家中 好居狮子花 而今新画之中 就有这两匹马 使得十马的人 久久感慨赞夸 这都是战骑以一圣万的豪马 展开画卷如剑奔马 扬起风沙 其余七匹也都是特殊而齐绝 远远看去像寒空中飘动烟雪 双提骏马促踏在长丘大道间 专指马官和一族 速力排成列 可十爱时的九匹马神资 征俊敬雄 榜首阔势 显得高雅 深沉稳重 请问有谁真心 喜诗爱识神资骏马 后世为讽 前代之遁名传天下 想当年玄宗皇上 寻姓新丰功 车架上与其福天浩荡朝向东 腾飞跳跃 十经十两毫马 有三万匹 匹匹与画图中马的筋骨雷同 譬如和宗献宝之后 穆王归天 唐玄宗再也不能去 社交十江始终 你没看见金素堆钱 松柏林里 两马去尽 图见林鸟 体语呼风 平息 此诗是在戴宗广德二年 坐于成都 诗诗人经历了玄宗 宿宗 戴宗三朝 自有人事沧桑 浮生若梦之感 因而在诗中 名以写马 暗以写人 写马仲在筋骨气概 写人寄托情感暴富 赞九马图之妙 生金兮之感 自理行间流露作者 对先帝忠诚之意 在章法上 错综绝妙 第一段四句 先赞曹氏画迹之高超 第二段八句 追继曹氏映赵画马师 所得到荣誉和识宠实性 第三段十句 写九马图之神庙 及各马之姿态 第四段八句是 照应第二段先帝的伏笔 从而产生金兮迥异之感 是以奇妙高远开手 中间翻腾跌宕 又以突兀含蓄收尾 写骏马即为传神 写情感神游体外 感人至身 性为眷勇 普启隆读杜心解说 身力兴衰 感食俯士 为其胸中有泪 是以言中有物 此言极是 第五十一章 作者 杜福 将军魏武之子孙 于今为树为清门 英雄歌剧虽已已 文采风石流金上存 学书初学魏夫人 但恨吾过王幼君 丹青不知老将至 富贵与我如浮云 开元之中常引荐 承温朔上南勋殿 灵烟宫尘少颜色 将军下笔开生面 梁相头上尽贤官 猛将腰间大羽见 包宫恶宫时 毛石发动 英姿萨爽 游憨战 先帝欲马欲花葱 画宫如山貌不同 师千来斥斥下 迥厉昌和声长风 赵魏将军服眷宿 一将惨淡惊盈中 思虚九重真龙出 一喜万古返马空 玉花却在玉踏上 踏上亭前亦相下 至尊韩孝催赐金 与人太仆皆惆怅 弟子韩干早入世 亦能画马穷书香 甘为画肉不画骨 仍使花流气雕丧 将军画善盖有神 偶逢家世一写时针 及今漂泊干戈迹 与茂寻长行路人 图穷反遭俗眼白 世上位有如公平 但看古来盛名下 终日侃 图饼 缠其身 注解 一 丹青隐 及绘画歌 二 为书为清门 玄宗末年 曹霸音最被贬为庶民 也就成为寒门了 三 英雄歌剧 指曹石操石与刘备 孙权鼎立 四 文采剧 指曹氏的文章风度 还能影响曹霸 五 魏夫人 明硕 自贸一 进入石音石太守 李举期 宫立书 王羲之曾从地学 实习石书法 六 斥迟 宫内图红期的台阶 七 死须 须于 一会儿 八 韩甘 玄宗石官太府四成 出以曹霸为师 后自成一派 令义 曹将军是魏武帝 曹石操 十后代子孙 而今却沦为平民百姓 成为寒门 英雄歌剧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曹家文章风采 却在你身上留存 当年未学书法 你先拜师魏夫人 只恨得没有超过 王羲之幼将军 你毕生专攻绘画 不知老之将至 荣华富贵 对于你 却如空中浮云 开元年间 你常常被唐玄宗召见 陈恩在德 你曾多次登上南勋殿 林燕阁的功臣画像年 久退颜色 曹将军你 灰笔重画 又别开生面 梁相们的头顶 都戴上了禁贤官 猛将们的腰间 皆佩戴着大羽剑 包公恶公的时髦时发 似乎都在抖动 他们英姿萨爽 好像是正在憨战 开元时先帝的天马 名叫玉花聪 多少画家画出的 都与原貌不同 当天玉花聪被迁到殿中 红阶下 昂首毅力宫门 更增添他的威风 皇上命令你 展开四卷准备作画 你匠心读运 惨淡经营 刻苦用功 片刻间 九天龙马就在卷上显现 一下笔的万代返马 皆成了平庸 玉花聪图如真马倒在皇帝踏上 踏上马图和阶前毅力 真马相同 皇上含笑催促左右赏赐你黄金 太仆和马官们 各个都迷惘发政 将军的门生韩干 画迹早学上手 他也能画马 且有许多不凡形象 韩干只画外表 画不出内在实惊实神 尝试滑流好马的生气 刁笔失丧 将军的画 诗经时每每在画中有神韵 偶逢真明事 才肯为他动笔写实真 而今 你漂泊 沦落在战乱的社会 平常所画的 却是普通的行路人 你到晚年 反而遭受世俗的白眼 人世间还未有人 像你这般赤贫 只要看看历来 那些富盛名的人 有谁不忠日坎坷穷仇 纠缠其身 平息 此诗当与前诗并看 互为补充 诗其笔洗炼 苍凉 先续曹氏乃魏武之后 金却沦为庶人 然后送其祖先业绩 和慈彩风韵游存于身 开手就一扬起伏 跌宕多姿 既而写曹氏在书画上之用功进取 请识草识高尚 一生沉于丹青 不思富贵 不知老之将至 写学书是衬托 写丹青是典题 主词分明 一扬顿错 错落有志 开源八句 集中颂扬曹氏人物化的成就 先帝八句 细腻刻画曹氏描绘玉花葱的经过 玉花八句 写画马的艺术魅力 竟是真假难分 并以寒干之画作为反衬 将军八句 写如此时经时战绝伦的画师 竟在战乱年代中 落脖十江十湖 为画路人卖画为生 不禁发出事态炎良之感慨 抒发自身晚年 诗意至畅王 诗在结构上错综神奇 然宾主分明 情感上一阳起伏 摇曳多姿 诗的拮据 更为历代诗人所赞赏 清代翁方刚曾称 此诗为气势充盛 古今七言诗第一押卷之作 第五十二章 作者 杜芙 经我不乐思月诗阳时 身欲奋飞并在诗床时 美人涓涓隔秋水 浊足洞亭望八荒 红飞明明日月白 清风夜赤天雨霜 欲经群地鸡北斗 获其其林意凤凰 芙蓉经其烟雾落 影洞道影摇消香 兴功之君最穷江 宇人稀少不在旁 四文左者赤松子 孔氏汉代韩张良 西随刘氏定长安 帷幄为改神惨伤 国家成败无奇感 色难兴府参丰香 周南刘智古所惜 南籍老人应寿昌 美人石湖石围 隔秋水 焉得智之共玉堂 诸解 一 红飞明明 指寒以顿事 二 语人 穿语衣的仙人 三 唯我未改 唯我本指账目 辞指谋国之心 愿意 眼下我心情不佳 是思念悦识阳识 身识体想要奋飞 疾病识逼 使我卧识床识 隔石江识的寒助他 品行多么美好 常在洞庭喜足 放眼望八方 红湖以高飞远空 在日月之间 清风树叶 以便红秋霜已下降 玉京山众仙们 聚集追随北斗 有的骑着麒麟 有的驾着凤凰 芙蓉般的惊奇 被烟雾所淹没 萧香荡着连衣倒影 随波摇晃 星宫中的仙君 沉醉玉鲁穷江 鱼衣仙人稀少 况且不再近旁 听说他仿佛是 昔日的赤松子 恐怕是更像汉出 韩国的张良 当年他随刘邦 建业定督长安 运筹帷幄之心 未敢识经识神惨伤 国家事业成败 岂敢坐视光望 厌恶兴腐世道 宁可参食丰香 太史公刘志周南古来被痛惜 但愿他向南极寿星 常态永昌 品行高洁之人 为何远隔石江石湖 怎么才能将他置于魏阳宫上 平息 此诗属于游仙师一类 隐约含蓄 反复含勇 使能体味 诗前六句为第一段 写怀念韩某远在洞庭 日月更迭 思念一切 欲经六句为第二段 写朝廷小人得势 而闲臣远去 点出韩某以罢官去国 四文六句为第三段 写听到韩某罢官原因 以张良笔之 送其高洁有才 莫似句为第四段 书写自己感想 并望韩某再度出山 为国出力 诗丝延慎细致周密 写得隐晦曲折 格调却清心激昂 铿锵有力 第五诗三章 作者 杜芙 孔明庙前由老百 柯如清 同根如实 双皮溜宇四十尾 戴色参天二千尺 君臣已与诗际会 树木游为人 时爱时系 云来气阶无暇长 岳出寒通雪山白 一座路绕锦庭东 先竹武侯同臂宫 崔伟之干交远古 窈窕丹 清户有空 落落盘 聚虽得地 冥冥孤高夺裂风 扶持自世神名利 正知原因造化宫 大厦如清药凉冻 万年回首秋山重 不漏文章是已经 为此减罚谁能送 苦心其勉容楼椅 香叶中经素鸾凤 至是幽人草苑皆 古来才大难为用 助解 一 先主 指刘备 二 落落 独立不苟合 三 不录文章 指古百没有花叶之美 愿意 孔明庙前有一株古老的柏树 枝干色如青铜根底 固如磐石 树皮结白润石滑树干 有四十围 青黑色朝天耸立足 有二千尺 刘备孔明君 陈玉何与实际网 至今树木游在 仍被人们时爱时息 百树高时耸 云雾飘来 气阶乌暇 月出寒光高照寒气 直通明山 想昔日小路环绕我的草堂东 先生庙与武侯祠 在一个宫 百树之干 摧为胶原 增生古智 庙与深邃七会 连绵门窗宽空 古百独立高时耸 虽然盘踞得地 但是位高孤傲 必定多招裂风 他得到扶持 自然是神明伟力 他正之伟岸 源于造物者之功 大厦如若青岛 要有梁栋之称 古百众如秋山万年 也难拉动 他不露花纹彩礼 使世人震惊 他不此砍伐 又有谁能够采送 他虽有苦心 也难免楼椅针 树叶方石香 曾经招来往素鸾凤 天下志士忧人 请你不要怨叹 自古以来 大才一贯难得重用 平息 此诗是笔星体 诗人借赞 久经风霜 挺实力 寒空之古百 以称雄才大略 耿耿忠心的孔明 句句用古百 声声送武侯 写古百古老 借以兴起君臣纪会 以老百孤高 玉武侯忠贞 诗的前六句为第一段 以古百兴起 暂起高大 君臣纪会 原来十句为第二段 由奎州古百 想到成都先祖庙的古百 其中落落两句 既写数 又写人 树人相容 大厦八句为第三段 因物及人 大发感想 最后一句 羽翼双关 抒发诗人 宏图不展的怨愤 和大才不为用之感慨 第五十四章 作者 杜福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 魁府别嫁元池窄 见林英李氏二十娘十五贱气 壮其为其 问其所施 约 于公孙大师娘十弟子也 开元三载 于尚同志 继于衍城关公孙氏 五贱气魂托 流离顿措 独出灌食 自高头一春 黎元二纪方内人 纪外供奉 小侍武者 圣文神武皇帝出 公孙一人而已 玉帽锦衣 旷于白首 金资弟子 亦非圣言 即便其由来 知波兰莫二 俯视慷慨 辽为 贱气行 西者无人张旭 善草书帖 朔长于叶县 见公孙大师娘 十五西和贱气 自此草书长进 豪荡感激 及公孙可知已 西有家人 神公孙氏 亦武剑气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 天地为之九堤昂 或如意设九日落 角如群地参龙响 来如雷霆收震怒 霸如石江石海宁清光 将唇诸秀两季末 晚有弟子传芬芳 林莹美人在白地 妙无此取神洋洋 语问达即有矣 感师府势增万商 先帝氏女八千人 公孙剑气出第一 五十年间四反掌 风尘洪洞昏王氏 离原子弟散如烟 女月于滋印寒日 金素堆钱木以拱 渠堂石成草萧瑟 待机馆取赴中 乐极哀来月东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 足简荒山转筹集 注解 一 圣文神武皇帝 指唐玄宗 二 波兰末二 诗习武技相仿 不差上下 三 红洞 弥漫武技 四 戴 以戴帽装饰的琴色 乐意 唐大第二年十月十九日 我在魁府别嫁园吃家里 观看林莹李十二师娘 十跳剑气舞 觉得舞姿矫健多变 非常壮观 就问她是想谁学实习时的 她说 我是公孙大师娘时的学生 玄宗开元三年 我还年幼 记得在眼城看过公孙大师娘 十跳剑气和魂托舞 流畅飘逸 而且节奏明朗 超群出众 当代第一 从皇宫内的遗春 离原弟子 到宫外供奉的舞女中 懂得此舞的 在唐玄宗初年 只有公孙大师娘十一人而已 当年她服饰华美 容貌漂亮 如今我已是白手老翁 眼前她的弟子李十二师娘时 也已经不是年轻女子了 既然知道了她武技的渊源 看来他们师徒的武技 一脉相承 附近追悉 心中无限感慨 姑且写了 剑气行这首诗 听说过去 吴州人张旭 她擅长书写草书自贴 在夜线经常观看公孙大师娘 十跳一种 西河剑气舞 从此草书书法大有长进 豪放鸡羊 放十档不鸡 由此可知 公孙大师娘十五级之高超了 从前有个漂亮女人 名叫公孙大师娘使 每当她跳起剑舞来 就要轰动四方 观看人群多如山 心惊破洞脸变色 天地也被她的舞姿感染 起伏震荡 剑光璀灿夺目 有如后一射落九日 舞姿矫健敏捷 恰似天神驾龙飞翔 其舞时 剑势如雷霆万钧 令人屏息 收舞时平静 好像石江石海凝聚的波光 鲜红的嘴唇 绰约的舞姿都已逝去 到了晚年 有弟子把艺术继承发扬 林莹美人李氏二世娘使 在白帝城表演 她和此曲奇舞 十经十庙 无比神采飞扬 她和我谈论好久 关于剑舞的来由 我一息腹筋 更增添无限惋惜哀伤 当年玄宗皇上的侍女 约有八千人 剑气舞姿数第一的 只有公孙大师娘使 五十年的光石阴石 真好比翻一下手掌 连年战乱风烟弥漫 朝政昏暗无常 那些黎原子弟 一个个地烟消云散 只留李氏的舞姿 演映冬日的寒光 金苏山玄宗墓前的树木 已经合报 驱唐霞白帝城一带 秋草 萧瑟荒凉 带贤琴瑟极促的乐曲 又一曲终了 明月初出乐极生悲 我心中惶惶 我这老夫 真不知哪是要去的地方 荒山里脉步艰难 越走就越绝其伤 平息 诗序写得像散文诗 旨在说明目睹李氏二师娘十五姿 并闻齐先诗 触景生情 辅金思熙 记起同年观看公孙大师娘十之剑舞 赞叹其舞技高超 并以张旭剑舞 而书一大有长进之故事点缀 诗开头八句 先写公孙大师娘时的舞技高超 如一射九日 参龙飞翔 接着将纯六句 写公孙氏死后 剑舞臣记 幸好晚年还有弟子臣记 先帝六句笔风一转 又写五十年前 公孙氏是宫里八千五女中首屈一指 然而安史之乱后 一春 离园的人才早已烟消云散了 如今 只有残存的教方艺人 李氏二师娘时 金素六句是尾声 感慨身世悲凉 全时气势雄浑 沉欲悲壮 剑 剑气而伤往事 俯视慷慨 大有时序不同 人是蹉跎之感 诗以永李氏 而思公孙 永公孙而思先帝 寄托作者念念不忘先帝盛世 凯探当今衰落之情 语言复利而不服艳 阴节顿挫而多变 第五十五章 作者 袁姐 慢搜以公田米酿酒 阴修霞则在酒于湖上 拾取一罪 欢醉中 巨湖暗隐必项于取酒 食房宰之 便饮作者 一以八丘 拙于君山之上 朱子环动亭而坐 酒坊范范然 处波涛而往来者 乃作歌以掌之 石于湖 四洞亭 下水欲满君山清 山为尊 水为找 九徒历历做周道 长风连日坐大石浪时 不能费人运酒坊 我持长瓢坐八丘 拙印四座以散愁 住姐 一 慢搜 元姐的别号 二 一 四 三 长 游助性 愿意 我用宫田的米酿酒 常借休假之嫌 在酒到石于湖上 暂且博取一罪 在酒憨欢快之中 靠着湖岸 身臂向石于取酒 叫传载着 使所有在座的人都痛饮 好像靠着八丁山 而伸手 像君山上咬酒一般 同游的人也向绕洞停湖而坐 酒坊慢慢地处事动波涛 来来往往添酒 于是做了这首醉歌 歌咬此事 湖南道州的石于湖 真相动庭 夏天水涨满了 君山翠绿苍苍 且把山谷做酒杯 湖水做酒池 酒图几几 围坐在周岛的中央 管他连日狂风大作 掀起大石浪时 也阻饿不了 我们运酒的小坊 我手持酒葫芦瓢 稳坐八丘山 围四足真酒 借以消散那惆怅 平夕 人杰在戴宗时 曾认道州刺史 其实他写了好几首 吟石于湖的事 他的石于湖上坐续云 泉南上有毒石在水中 壮如鱿鱼 腰处 修之可以住酒 水压四渣 多七石相连 石上堪人坐 水能浮小仿再久 又能绕石于回流 即命湖约石于湖 捐名于湖上 显示来者 又作诗以歌之 有诗云 吾石碍 石但于湖 石于在湖里 于备有九尊 绕于是湖水 此诗乃歌咏 石于湖风景 抒发诗人 但于仕途进取 一语归隐的胸怀 诗其手以洞庭湖 作笔石于湖 以君山作笔石于 接着叙述在石于的 巡视欢作乐 最后说明 即使有大风大时浪时 也不能阻止饮酒作乐 借以忘忧 诗的格调 清新自然 诚信而发 毫无拘束 足见诗人胸襟之开阔 和及时行乐的思绪 第五十六章 作者 韩玉 山石落雀行敬危 黄昏道四边伏飞 生堂座皆新羽族 芭蕉叶大枝子飞 僧严谷必佛化好 以火来照所见兮 扑石床石浮席 至更范 疏力一族保我姬 夜深境卧柏重绝 清月初领光入飞 天明独去无道路 出入高下穷烟飞 山红剑必分烂漫 诗剑松立皆是为 当流赤足踏剑时 水声唧唧风吹一 人生如此自可乐 岂必局数为人物 皆在无时时党 时时二三子 安得至老不更贵 诸解 一落雀 险峻不平 二立同立 落叶桥木 三 橘树 橘树 四 更 在 愿意 山石争容险峭 山路狭窄向阳长 蝙蝠穿飞的黄昏 来到这座庙堂 登上庙堂座台阶 刚下透雨一场 竟与芭蕉枝粗叶大 山枝更肥壮 僧人告诉我说 古壁佛画真堂皇 用火把照看 迷迷糊糊 看不清爽 为我铺好 时床时席 又准备米饭菜汤 饭菜虽粗糙 却够填饱我的鸡肠 夜深清净好睡觉 百虫停止嘲嚷 明月爬上了山头 轻挥泻入门窗 天明我独自离去 无法变清路向 出入雾矮之中 我上下摸索亮枪 山花鲜红 剑水碧绿 光泽又艳烦 石剑松力粗 十大十尾 玉玉又苍苍 遇到剑流当道 光着脚板踏实躺 水声唧唧风飘飘 掀起我的衣裳 人生再是能如此 也应自得其乐 何必受到约束 宛若被套时尚马将 哎呀 我那几个情投意合的伙伴 怎么能到年老 还不再返回故乡 平息 尸体为山石 但并非永山石 而是一篇尸体的山水游记 只是用尸的开头二字 做题罢了 事案时间顺序 继续了游山寺之所遇 所见 所闻 所思 继续时 由黄昏而深夜至天明 层次分明 环环相扣 前后照应 耐人寻味 前四句 写黄昏到四知所见 点出出下景物 僧严四句 是写僧人的热情接待 夜深二句 写山寺之夜的清幽 留宿的窃矣 天明六句 写凌晨辞去 一路所见所闻的沉景 人生四句 写对山中自然美 人情美的向往 人生如此自可乐 岂必局促为人 是全文主旨 全诗气势囚禁 风格壮美 数为后人所称道 第五十七章 作者 韩玉 仙云四卷天无和 清风吹空月书波 沙瓶水 稀声饮绝 一杯香煮君当歌 君歌声酸刺且苦 不能听中泪如雨 洞庭连天酒一高 蛟龙出 莫星无好 十生九死到观所 幽居默默如藏桃 下十床 十位蛇十位药 海气师 哲讯心骚 作者周前垂大鼓 四皇纪圣灯魁高 摄书一日行万里 最从大辟皆处死 牵者追回留者还 狄狭荡垢清朝般 周家申明使家义 坎科只得已经满 叛思悲观不堪说 未免垂处尘埃间 同时 被留多上道 天路幽显难追叛 君歌且 修听我歌 我歌今与君书科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名和 住姐 一 数 清注 此只劝酒 二 酒仪 即苍无山 三 四皇 指唐献宗 四 天路 指尽身朝廷之徒 练异 薄薄云丝丝面散去 天上不见银河 空中清风飘飘 月光如荡漾的水波 沙岸平斩 湖水明镜 身影都已消歇 真一杯美酒 我劝你 应该对月高歌 你的歌声过分心酸 歌词也真悲苦 我实在不能听下去 早就泪落如雨 洞亭湖波涛连天 九夷山高峻无比 蛟龙在水中出没 星吴在山间提好 九死一生 我才到达被贬折的去处 折居荒僻 默默受苦 有如罪犯藏逃 下石床时常常怕蛇咬 吃饭时时怕中毒 进海地 施折腐蛇虫 到处熏散行骚 陈州府门前的大鼓 昨日垂个不停 兴皇即位 定要举用贤能魁和高摇 大赦的文书 一日万里的传颂四方 罪犯递检一等 死罪免死改为流放 贬折的改为追悔 流放的也被召还 迪当污秽挟架 改革弊端清理朝班 此时为我申报了 却被观察使扣押 命运坎坷 只得一向那偏僻的精满 做个叛思卑职的小官 真不堪说起 一有过错 未免要挨打 而贵府实在地 当时一起贬折的人 大都已经启程 近身朝廷之路 实在艰险 难以攀登 请你暂且停一停 听我也来唱一唱 我的歌比起你的歌 情调很不一样 一年中的月色 只有今夜最美最多 人生全由天命注定 不在其他原因 有酒不饮 如何对得起 这明月光景 平息 唐真元十九年 八百零三 韩玉与张鼠 接任监察御史 曾因天汉 向德宗进言 极论公事之弊 韩被贬为 施阳石山 广东施阳石山 县令 张被贬为零五 湖南零五县令 真元念一年 八百零五 正月顺宗即位 二月贾子大赦 八月宪宗又即位 又大赦天下 两次大赦 由于湖南观察室 杨嫩的从中作梗 他们均未能调回京都 只改观石江石岭 先因直见遭贬 后又受益于杨嫩 适逢中秋凉夜 身处积履客管 举头望月之际 心中赶出万分 不能不浅怀彼端了 此诗笔调近似散文 语言古谱 直沉其事 诗中写君歌 我歌 何中共诉 禁止临时礼 开手四句 恰似续文 扑续环境 清风明月 万籁俱寂 接着写章鼠 所歌内容 叙述折迁之苦 患途险恶 令人落泪 最后写我歌 却只写悦色 人生有命 应接悦色 开怀痛饮等等 故作旷达 明写张公曹哲谦 社会经历艰难 实则自述同病相连之困苦 全诗一扬开河 波澜曲折 音节多变 运脚灵活 既雄魂自私 又婉转流畅 极好地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变化 第五十八章 作者 韩玉 五月季智皆三宫 四方桓镇松当中 火为地荒族妖怪 天价神石柄 石砖其雄 喷云谢物藏半腹 虽有绝顶谁能穷 我来正逢秋雨节 时音时气惠味无清风 前心莫倒若有应 岂非正直能感通 须于静扫中风出 仰剑涂雾称清空 紫盖连延接天柱 石岭腾制堆注荣 森然破洞下马拜 松柏一静驱灵宫 粉墙丹注冻光彩 鬼物图画田青红 生结于吕剑浮酒 欲以匪薄名其中 庙内老人识神义 虽须针刺能鞠躬 手持杯教导我治 云此罪急于难同 篡竹蛮荒幸不死 衣食财足甘肠中 侯王将相望久绝 神纵石玉浮南为功 夜头佛四上高阁 星月掩映云铜龙 圆明中洞不知蜀 稿稿寒日生于东 诸解 一火为古以五行分属五方 因以火为指南方 唯鱼落 二挥须凝视 三悲骄也做悲骄 占卜用具 四云此句就说以半辅半仰者最急 五搞搞形容日色明亮 愿意 祭祀五月的礼仪如同祭典三宫 太华横横分阵四野而松月居中 横山地处荒原的火箱 妖怪特多 天兽与南月的权力在那里称雄 喷石屑的云雾 缭绕遮蔽了半山腰 虽然有横空几顶 谁能登上顶峰 我来这里朝拜 正逢上秋雨季节 时阴时暗的晦气笼罩 没有半点清风 心底里默默地祈祷 仿佛有应验 难道不是月神正直 能感应灵通 片刻云雾扫去 众山风开始显出 抬头仰望 山风突兀的支撑苍穹 紫盖风连言不断 紧接着天柱风 石领风微一上眼 绵连着祝容风 严森险峻惊心动魄 我下马膜拜 沿着松柏间一条小径 直奔林宫 白墙硬衬红柱 闪耀着夺目光彩 壁柱上图画模样鬼怪 火青火红 登街功备上堂 奉献肉干和酒食 想借着菲薄祭品 表示我的钱钟 管庙的老人 似乎知道神的旨意 宁是窥插我祭祀之意 为我鞠躬 手里持着悲交 教导我如何投掷 说此补是罪及征兆 他人难相同 我被驱到这难蛮荒僻 侥幸不死 衣食刚足时温时宝 我甘愿至死而终 侯王将相升官欲失望 我早已断念 纵使神明要赐福于我 也难成功 此夜投诉在佛寺 我登上了高阁 天上星月被云雾遮蔽 夜色朦胧 元侯提寺中想 我不知天何时亮 东方升起一轮寒日 明亮又红桶 平夕 诗血贬折放海途中 由恒山 夜尽南月 求神问卜 借以解嘲肖闷 抒发对仕途坎坷的 老实骚拾 表现对现实的冷漠心情 诗的开头六句 写恒山的形式和气象 先总写五月 再专续恒山 半山云雾 绝顶南穷 我来八句写登山 先写秋景惠明 再写墨岛感应 使得晴空风出 暗欲幻图坎坷反复 森然以下十句 写夜庙 是全诗中心所在 以寄神问天 申诉一语情怀 最后四句写素思酣睡 表现旷达胸襟 全诗邪景 叙事 抒情如水时 如时时时焦 时时时荣 同时一蕴到底 独来铿腔和谐 第五十九章 作者 韩玉 张生手持十古文 劝我试作十古歌 少林无人折先死 财博将奈十古和 周刚灵池四海费 宣王奋起挥天歌 大开名唐寿朝贺 诸侯剑配名相摩 搜于其石阳石城雄郡 万里琴石寿皆遮罗 捐功乐成告万事 凿时作骨灰琢额 从臣才艺贤第一 拣选撰刻刘山阿 于临日至也火辽 鬼物守护凡 提尾 喝 功从何处得之本 毫发近北无差额 词言异密独难小 字体不类立语刻 年身其勉有缺化 快剑砍断生交驼 鸾翔凤注重仙下 珊瑚避数十时交十时之刻 金绳铁锁锁扭撞 谷顶月水龙腾缩 漏如鞭尸不收入 二雅匾破无微矣 孔子西行不道琴 几只星秀未西额 介于好古生苦晚 对此剃泪双胖脱 一息出蒙博世争 七年始改称缘和 古人从军在幼府 为我杜亮绝旧科 着关木欲告继久 如此至保存其多 瞻包习国可立志 十股之载树骆驼 建诸太庙比告顶 光驾齐之百倍过 圣恩若许刘太学 诸生讲解得切磋 关经红都上田烟 作剑举国来奔波 弯台梯险险漏截脚 安置妥贴平不坡 大厦深沿与覆盖 经历久远期无妥 中朝大官老于世 巨肯感激图安阿 木桶敲火牛立脚 谁负着手为妈萨 日霄月朔旧埋没 六年西故空盈阿 西之俗书称姿妹 树指上可薄白阿 冀州八代征战霸 无人收拾李则诺 方今太平日无事 石柄石刃如树重修科 安能以此上论列 愿解遍口如玄河 石谷之歌指于此 乌乎无意其蹉跎 诸解 1. 少林 杜甫 2. 折仙 李白 3. 灵斥 衰败 4. 搜 打猎 5. 遮罗 拦补 6. 灰 毁堕 7. 坐 飞 8. 挤直 采取 9. 西 西河 这里指 10. 鹅 指月 11. 巨侃 齐侃 12. 鹅 无主见 13. 八代 所指不明 犯指秦汉之后诸朝 14. 则那 又奈何 练义 张生手拿周朝十古文的踏本 劝我写一首永赞他的十古歌 杜甫李白 才华盖世 但都作古 博才之人面对十古无可奈何 周朝政治衰败 全国动荡不安 周宣王发奋起兵 挥起了天歌 庆功之时 大开明堂 接受朝贺 诸侯接踵而至 剑培丁壮模 宣王田列驰骋 其十阳十多么英俊 四方秦石兽 无处躲藏 都被网罗 为把英雄工业刻石扬名万事 凿山石雕石谷 毁坏高山错额 随从之臣才艺都是世上第一 挑选优秀撰写刻石 放在山坡 任凭长年鱼打日晒野火焚烧 仗着鬼神守护石谷 永不淹没 你从哪里得来 这踏本的底稿 丝毫都很完备 一点也无差错 言辞严谨 内容奥秘难于理解 字体不像历书刻文 自成一格 年代久远 难免受损 笔画残缺 仍像的剑斩断 活生生的交托 字迹有如 鸾凤降飞 众仙飘逸 笔画恰似珊瑚 必树之 石石教石石错 苍镜沟连向 金绳铁锁穿锁钮 浑然又向 之缩画龙九顶轮墨 浅剑如是 编转诗经 却不收入 大雅小雅 内容狭窄 并不壮阔 孙子周游 味道秦帝 无知难怪 采师不全项曲 星秀 却露西额 啊 我虽好苦 却苦于生得太晚 对着石骨文 我哭得涕泪滂 想当年 我蒙照 做国子剑博士 那年正改计 元年号称着 元和 我的朋友 在奉祥府任职 从事 曾经为我设计 挖掘石骨 坑窝 我刷帽沐浴 禀告 国子剑 祭酒 如此质保 文物世上 能存 几多 只要包沾 果席 就能立即 运到 十个石骨 运在 只需 几匹 骆驼 进现太庙 把它比作 文物告顶 那生价百倍 于告顶 岂是太过 皇恩浩荡 如果准许 留在太学 诸生就能 钻研解说 一起切磋 汉朝是 红东门关经 尚且拥塞 将会看见 全国上下 为此奔波 弯梯 险胎泥沉 露出 蚊子棱角 把它放得 平平稳稳 不偏不泼 高楼大厦 深沿厚瓦 把它覆盖 尽力求远 不受意外损坏 伤错 朝中的大官 个个都老于事故 他们空无主见 岂肯赶奋奔波 木桐在鼓上 敲火牛 用它磨脚 谁能再用手 把这个宝物 俯拾磨 长年累月 风化消瘦 将被埋没 六年来 向西遥望我 空探银额 王羲之书法实俗 趁机显秀媚 书写数章 还可换回一群白鹅 冀州之后 八代征战 已经结束 至今无人收拾整理 又可奈何 如今正是天下 太平国太民安 皇上重视儒数 推崇孔秋孟科 怎么才能把此事 向皇帝建议 愿借善辩之人 发挥口若玄和 十谷歌写到这里 就算结束吧 哎呀 我的意愿大概是白说说 平息 十谷文系 我国最早的时刻 是秦代所为 内容继续狩猎情状 文维大传 韩世以为周宣王 十所为 其物 金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诗人感慨 十谷文物的废弃 历见当局保护十谷 而不得采纳 因而大发老实骚实 开头四句是总启 自迁没有理度之才 不敢做歌 周刚十二句 是追续十谷来历久远 供从十句 是续十谷文的文字和字体 及其保留的价值 漏入六句是续怀疑 诗经不收十谷文 乃是孔子的粗心 以兮十八句 是续发现十谷的经过 和建议留置太学 中朝十句是续当局 不纳诗人建议 叹息十谷文物的废除 方金六句 希望在尊崇儒学的时代 能把十谷一致太学 张法整齐 词言易密 音韵坑轰 第六十章 作者 柳宗园鱼翁夜 磅西岩素 小极青 香染 楚竹 烟消日 初不见人 矮乃一生 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 中流 沿上 无心云 香竹 筑解 一 西岩 湖南 永州 西山 二 乃 摇鲁的生意 三 无心 纸云自石油 自在飘动 练意 傍晚 渔翁把船停泊在西山下西宿 拂晓 他挤起 香石江石清水 又燃起楚竹 烟消云散 续日出生 不见他的人影 听得乃一声卢响 忽见山清水绿 回身一看 他以架周行至天际中流 山岩顶上 只有无心白云相互追逐 平息 柳室的这首 山水小诗 是作于永州的 诗写了一个 在山清水绿之处 自浅自歌 独往独来的渔翁 借以透露 作者寄清山水的思想 和预计 政治诗意的孤分 诗的首二句是 写业 写尘 第一句平时自然 第二句却 其风突起 用于奇特 极清香 然储竹 可谓超凡绝俗 三 四句为怪奇 写烟消日出 却不见人了 忽然 款乃一声 人在远方 青山绿水中 这种崎岖的造语 勾勒出了 月儿怡情的神秘境界 从而可以透 时事诗人 幻图坎坷的 孤寂心境 结尾二句 进一步渲染 孤寂氛围 回看天际 只有无心白云 缭绕尾随 可谓鱼音绕两 宽乃一声 山水绿炬 历来为诗人 所顽赏称赞 绿虽是一字之威 然而全静俱活 第六十一章 作者 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清国 欲语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生归人位时 天生力 至男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策 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玉华清池 时温时泉水 华喜凝之 视而浮起焦无力 时事兴成恩则始 云并花颜金不遥 芙蓉丈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成欢是燕无闲霞 春从春游业专业 后宫家立三千人 三千十宠 时事碍时在一身 金屋庄成交事业 御楼燕霸 醉河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怜光采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 离宫高处入青云 鲜月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宁私竹 近日君王看不足 于是扬石匹鼓动的来 惊破霓裳雨衣去 九重城雀烟尘声 千胜万计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父旨 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 婉转峨美马前死 花殿尾地无人收 翠巧金雀鱼骚头 君王眼面就不得 回看血泪香祸流 黄埃散漫风萧锁 云战盈淤灯间隔 峨眉山下少人行 惊其无光日色薄 蜀石江石水避蜀山清 圣主昭昭暮暮情 行宫渐月商心色 夜雨闻铃长断生 天玄地转回龙玉 到此愁处不能去 马围泼下泥土中 不见玉岩空死处 君臣香顾尽瞻一 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持愿皆依旧 太叶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 对此如何不累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 秋雨无同夜落实 西宫南内多秋草 落叶满街红不扫 离原地紫白发心 焦房阿建青鹅老 西殿营非思巧然 孤灯挑尽未成眠 池池中鼓出长叶 耿耿兴何欲蜀天 鸳鸯瓦冷霜花重 翡翠清寒水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 林琼道士洪都客 能以石经石城至魂魄 魏赶军王斩转思 遂叫方氏阴勤密 排空玉气奔如电 升天入地球之变 上穷必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湖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 其中绰约多仙子 终有一人自太真 雪夫花茂村此事 金雀西乡寇玉胸 转教小玉抱双城 闻到汉家天子史 九华仗里梦魂精 蓝衣推枕起徘徊 朱伯寅平已离开 云遍半片心睡觉 花关不整下唐来 风吹仙媚飘飘举 游似泥长雨衣舞 玉戎末泪栏杆 梨花一枝春带雨 寒情宁帝谢君王 一别阴荣凉凉渺茫 朝时阳时殿里 恩时爱时绝 蓬来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还处 不见长安见尘物 唯将旧物表申情 殿和金拆即将去 拆留一股和一扇 拆破黄金和分殿 但教心四金殿间 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阴秦崇祭祠 词中有事两心之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思雨时 在天愿作笔一鸟 在地愿为连礼制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注解 一 汉皇 指唐明皇 二 玉宇 治理天下 三 姊妹距 杨贵妃受十宠时候 其姊妹三人接封夫人 四 于石阳石脾骨 指安路山在于石阳石起兵叛乱 五 宝 临近 靠近 六 信 任平 七 碧落 道家称天空为碧落 八 玉宙 门栓 九 一里开 一路敞开 十 栏杆 纵横 练异 唐明皇好色 日夜想找个绝代家人 统治全国多年 竟找不到一个称心 杨玄英有个女儿才长成 十分交实验 养在身归中 外人不知她美丽绝伦 天生旧的一身丽质 很难长久弃之 有朝一日 被选在皇帝身边做妃嫔 她回眸一笑时 千姿百态娇十妹横生 六宫妃嫔 一个个都黯然失色万分 春寒料鞘 皇上赐她到华清池沐浴 时温时泉水润 洗涤着凝枝一般的鸡身 侍女搀扶她 如出石水芙蓉 软弱冰庭 出蒙皇恩润泽时 就这般娇饶岑石层 鬓发如云眼脸似花 头戴着金不咬 芙蓉帐里 与皇上度着时温时暖的春宵 情深春宵恨太短 一觉睡到日高起 君王身恋而女情 从此再也不早朝 承受君欢事均饮 终日陪伴吴贤时 春从春游夜专守 双双行影不分离 后宫妃嫔有三千 各个姿色像女神 三千美色不动心 皇上只失宠 是她一人 金屋中阿氏娇装成 夜夜娇事不离分 御楼上酒憨艳霸 醉意伴随着春时心 姿妹封夫人兄弟封公卿 封地受奖 杨家门互生光彩 令人羡慕又向往 使得天下的父母 各个改变了心愿 谁都看青生男孩 只图生个小千金 离山北路华清宫 玉与琼楼耸入云 清风过处飘鲜月 四面八方都可闻 清歌漫舞多合拍 管弦旋律尽传神 君王终日都观看 欲心男足无止境 忽然于石阳石战古响 惊天动地震宫阙 惊坏跳舞的歌迹 停奏霓场与异曲 酒中城楼与宫阙 烽火连天砸烟尘 千军万马护君王 直向西南急逃奔 翠花龙旗一路遥 队伍走走又停停 西出都城百来礼 来到驿站马为亭 龙武军和羽林军 六军不走无奈何 蝉失眠委屈的美人 最终马前丧了声 贵妃头上装饰品 抛洒满地无人问 翠翘金雀欲骚头 珍贵头是一根根 君王十宠十时爱 十救不了 眼面哭成个泪人 回头再看似惨壮 血泪时时浇湿时和涕淋淋 秋风萧索扫落叶 黄土尘埃以笑顿 回环曲折穿战道 队伍登上了剑门 峨眉山下路险碍 蜀道艰难少人行 旌旗暗暗无光彩 日色淡淡静黄昏 羊羊蜀石江石水碧绿 微微鼠山欲轻轻 圣主伤心思贵妃 朝朝暮暮练旧情 行宫之内见月色 总是伤心怀悲恨 夜雨当中闻铃声 谱下悲曲雨淋淋 天旋地转战乱平 君王起驾回京城 到了马为车愁躇 不忍离去断肠人 七七马为山坡下 荒凉黄土坟种中 美人阎容再不见 地上只有他的坟 君看臣来臣望君 相看各个泪瞻衣 东望经都心伤悲 任凭马而去持归 回到长安进宫看 何持花院都依旧 太叶持上芙蓉花 为阳宫中垂阳柳 芙蓉恰似他的面 柳叶好比他的美 独物怎能不思人 触景不免双目垂 春风吹开桃李花 物是人非不胜悲 秋雨滴落无同夜 场面寂寞更惨期 兴敬宫和甘露殿 处处萧条长秋草 宫内落叶满台阶 长久不见有人扫 当年黎原的弟子 个个心贴了白发 后妃宫中的女官 红颜退进人衰老 夜间殿堂刘迎飞 思想消沉心茫然 中夜思念睡不着 挑进了孤灯心草 细数迟迟中古生 玉树玉绝夜漫长 遥望耿耿星和天 直到东方土曙光 冷冰冰的鸳鸯瓦 双花覆盖了几重 寒刺刺的翡翠背 谁与皇上来共用 生离死别远悠悠 至今已经过一年 每人魂魄在何方 为啥不曾来入梦 四川有个名道士 正到长安来做客 能用虔诚的道术 招引贵妃的魂魄 辗转相思好伤神 叫人对王表同情 就叫方氏去努力 专以殷勤去找寻 驾遇云气入空中 横来直去如闪电 升天入地去寻求 天堂地府找个遍 找遍了整个壁空 找遍了整个黄泉 天茫茫来地苍苍 找遍天地没看见 忽然听说东海上 有座仙山蓬莱山 仙山耸立在云端 云来雾去缥缈间 玲珑踢透楼台阁 五彩祥云成托起 天仙神女多无数 个个绰约又多姿 万千娇美仙女中 有个方名叫太真 肌肤如雪貌似花 仿佛是要找的人 方氏在金雀西乡 寇开白玉的大门 他托付侍女小玉 叫双城通报一声 猛然听到通报说 唐朝天子来使者 九华仗里太真仙 憨梦之中受震惊 推开睡枕揽外衣 匆忙起石床石乱徘徊 珍珠莲子金银瓶 一路层层都敞开 乌去发然半偏着 看来刚刚才睡醒 花官不整都不顾 匆匆跑到堂下来 清风吹拂扬衣袖 步履轻轻飘飘举 好像当年在宫中 跳起霓裳与衣舞 寂寞忧愁颜面上 泪水纵横四处洒 活像春天新雨后 一只带雨的梨花 寒情凝视天子时 拓他深深谢君王 马为颇上掌别后 音讯严荣良渺茫 朝时阳时殿里恩时爱时情 年身月久已断绝 蓬莱宫中度时日 仙境悠悠万古长 回头俯身向下看 滚滚黄尘照人间 只见尘雾一层层 京都长安看不见 只有继续定情雾 表表我深情意往 殿和金钗寄你去 或许能未解君王 金钗我留一半 电盒我留一扇 薄金拆来分电盒 一人一半个收藏 但愿我们两颗心 有如拆电一样见 不管天上或人间 终有一日会相见 临别殷勤托方式 寄予君王表情思 寄予之中有誓词 唯有他俩心理之 当年七月七日夜 我俩相会长生殿 夜半无人两思雨 双双对天力誓言 在天上 我们愿作彼翅飞 尖尖鸟 在地上 我们甘为永不分离连离之 即使是天长地久 总会有终了之时 唯有这生死遗恨 却永远没有尽期 平息 这首诗是作者的名篇 作于元和元年 806 全诗形象地叙述了 唐玄宗与杨贵妃的 时爱诗情悲剧 诗人界历史人物和传说 创造了一个 回旋婉转的动人故事 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 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 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 诗的主题是 长恨 从汉皇重色思青国起 第一部分 叙述安史之乱前 玄宗如何好色 求色 终于得到了杨氏 而杨氏 由于得食宠食 鸡犬升天 并反复渲染 玄宗之纵食欲 沉与酒色 不理朝政 因而酿成了 于食阳食痞鼓动的 来的安史之乱 这是悲剧的基础 也是长恨的内因 六军不发无奈何 起为第二部分 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起后 玄宗的仓皇出逃西蜀 引起了六军驻马 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 婉转俄眉马前死 是悲剧的形成 这是故事的关键情节 杨氏归食音时候 造成玄宗寂寞悲伤 和禅失眠匪测的相似 是以酸侧动人的语调 描绘了玄宗这一 长恨的心情 救人心痛 催人泪下 林穷道士洪都客 起为第三部分 写玄宗界道士 帮助于虚无缥缈的 蓬莱仙山中 寻到了杨氏的踪影 在仙境中再现了 杨氏带雨梨花的滋容 并以寒情默默 托物祭祀 重申前世 表示愿做笔翼鸟 连理之 进一步渲染了 长恨的主题 结局又以天和地 久有事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深化了主题 加重了长恨的分量 全时写情缠 十勉匪策 书恨遥遥无穷 文字哀艳动人 声调悠扬婉转 千古明天 长读长心 令人丁义 方超在《长恨歌》 评价广窥一文中认为 此诗是白居易界 对历史人物的永叹 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 文章说 诗人年轻时 与出身普通人家的 孤师娘 诗相灵相 诗爱诗 但由于门第观念 和风尚阻碍 没能正式结婚 分手时 诗人写了 不得哭 前别礼 不得语 暗相思 两心之外 无人知 彼此甘心 无后期的 沉痛诗句 文章指出 《长恨歌》 作与作者 婚前几个月 诗人为 失去与相邻相会 之可能而痛苦 为此 丁 方二人认为 《长恨歌》 并不是对历史的 记录与评价 在天愿作笔一鸟 在地愿为连礼制 天长地 久有诗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正是诗人 借前代帝妃的悲剧 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 从诗言至 诗传情上说 丁 方二人之说 不无道理 但就作品所反映的 历史真实 和社会意义 以及千百年来的影响而言 不能误说 它是历史的记录 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 至于白氏自身有 时爱时情悲剧的经历 无疑有助于 他对李扬时爱时情悲剧的 体察和分析 才是其实写的 激里细腻 情真意切 赋予无穷的艺术魅力 第六十二章 作者 白居易 原和十年 于左迁九十将 石骏司马 明年秋 宋客盆溥口 文州中叶 弹皮爬者 听其音 蒸蒸然有京都生 问其人 本长安娼女 长学怕 皮于目 曹二善才 年长色衰 尾身为古人父 罪令九十快谈数取 取罢敏然 自虚少小时欢乐事 金飘轮憔悴 转途于十江十湖监鱼 出关两年 天然自安 感思人言 世戏史诀有千哲义 因为长句歌以赠之 反六百一十六言 命约 琵琶行 熏石阳 十时将石头叶送客 枫叶嫡花秋色色 主人下马刻在船 举酒欲饮 无管弦 罪不成欢惨将别 别是茫茫 时将石进院 胡闻水上琵琶声 主人望归刻不发 寻声暗问谈者谁 琵琶声 停欲语持 遗传相近 妖相见 天酒回灯 重开宴 千呼万唤使出来 由爆琵琶扮遮面 转轴波弦三两声 未成取调仙有情 闲闲眼一声声嘶 四肃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谈 说尽心中无限事 青龙漫年抹腹条 出为泥长厚六腰 大贤曹操如吉语 小贤窃窃如私语 曹操窃窃窃杂谈 大猪小猪落玉盘 监观应雨花底花 幽夜泉流水下滩 水泉冷色嫌宁绝 宁绝不通生间歇 别有忧愁暗恨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炸破水浆泵 铁机突出刀枪铭 曲中收波当心话 四嫌一生如烈薄 东传西房巧无言 唯见时将时心秋月白 陈吟放波插弦中 整顿衣长起脸容 自演本是京城女 驾在哈玛陵下柱 十三学得琵琶城 明属教房第一步 取霸长教善财福 装成美辈秋师娘石炉 五零年少征缠头 异曲红霄不知数 垫头银碧鸡结碎 血色罗群翻酒屋 今年欢笑复明年 秋月春风等闲度 递走从军阿姨死 牧曲招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息 老大驾坐商人妇 商人重力清别离 钱月服两买茶去 去来石江石口守空船 绕舱明月 石江石水寒 夜深呼梦少年事 梦提庄类红栏杆 我闻皮爬以叹息 又闻此语虫鸡鸡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地经 折居卧并寻石阳石城 寻石阳石地辟无音乐 钟碎不闻思竹生 筑进盆石江石地低诗 黄炉苦竹绕宅生 其间弹幕闻合物 杜鹃提血缘哀鸣 春石江石花朝秋月夜 往往取九环独青 岂无山歌语孤笛 欧雅招渣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 如听仙悦耳赞鸣 莫此更作弹一曲 魏君翻作琵琶行 敢我此言两久力 却作促闲闲传机 七七不四向前生 满作重闻皆掩切 坐中气下谁最多 石江石周四马青山师 注解 一左迁辩官 二返逛 三剑官鸟鸣声 四哈玛陵下玛陵 其附近乃歌女聚居地 五秋十娘时歌实际时们的通称 六征蝉头 敬香赠送财物 七填头银臂 妇女头上事物 八福良 石江石西景德镇 九欧牙招渣 形容声音嘶哑杂乱刺耳 十向前 钢彩 十一青山 唐官员已等级穿着不同颜色衣裳 青山是最低一级的福色 练义 唐献宗元和十年 我被贬为九十江石骏司马 第二年秋季的一天 送客到盆埔口 夜里听到船上有人弹琵琶 听那声音 蒸蒸吭吭 有京都流行的声韵 探问这个人 原来是长安的歌女 曾经项目 曹两位琵琶大师学艺 后来年纪大了 红颜退进 嫁给商人为妻 于是命人摆酒 叫他畅快地弹几曲 他弹完后 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 自己说起了少年时欢乐之事 而今漂泊成石轮 形容憔悴 在石江石湖之间 辗转流石浪石 我离京调外任之两年来 随遇而安 自得其乐 而今被这个人的话所感触 这天夜里 才有被降职的感觉 于是撰写一首长诗赠送给他 共六百一十六字 题为琵琶行 秋夜 我到寻石阳 时时将石头 送一位归客 冷风吹着枫叶和芦花 秋生色色 我下马和客人 在船上鉴别设宴 举其酒杯药饮 却无助性的管弦 酒喝得不痛快 更伤心将要分别 临别石叶 茫茫石将石水倒映着明月 胡听得石将石面上 传来琵琶清脆声 我忘却了回归客人 也不想动身 寻身轻轻探问 谈琵琶的是何人 琵琶停了许久 却迟迟没有动静 我们一船靠近 邀请他出来相见 叫下人天酒回灯 重新摆起酒宴 浅胡万唤他才羞哒哒地走出来 还怀抱琵琶 半遮着羞涩的脸面 转紧琴轴 拨动琴弦 试弹了几声 上士成取掉那形态 就非常有情 弦弦七楚 悲切声音 隐含实着沉思 似乎在诉说着 他平生的不得志 他低着头 随手连续地弹个不停 用琴声把心中无限的往事说尽 清清时浮拢 慢慢碾滑抹了又加跳 初弹尼长语一曲 接着再弹六腰 大贤浑红悠长 曹操如暴风骤雨 小贤和缓忧细怯怯如 有人私语 曹操声怯怯声 互为时时交时时错的弹奏 就像大猪小猪 一串串掉落于盘 清脆如黄鹰 在花丛下婉转鸣唱 游夜就像清泉在沙滩底下流淌 好像水泉冷色琵琶声 开始凝结 凝结而不同唱声音 渐渐地中断 像另有一种愁思忧恨 暗暗滋生 此时闷闷无声 却比有声更动人 突然间 好像银瓶撞破水浆四溅 又好像铁甲骑兵 似杀刀枪其名 一曲终了 他对准琴弦中心画波 似弦一声轰鸣 好像似实裂了步驳 东传西访 人们都静悄悄地聆听 只见石江石心之中 映着白白秋月影 他沉吟着 收起波片插在琴弦中 整顿衣裳 依然显出庄重的颜容 他说 我原是京城歌女 富有盛名 老家住在长安城东南的 哈马陵 弹奏琵琶 记忆 十三岁就已学成 教方乐 石石团 石石滴队中列有我姓名 每曲弹霸 都令艺术大师们叹福 每次庄成都被同行歌 实际使们嫉妒 京都豪富子弟 争先孔后来献采 弹完异曲收来的红霄 不知其数 天头银币打节拍 常常断裂粉碎 红色裸裙 被酒自染污 也不后悔 年复一年 都在欢笑打闹中度过 秋去春来美好的时光 白白消磨 兄弟从君子妹死家到 已经破败 牧区朝来 我也渐渐地年老色衰 门前车马 减少光顾者落落兮兮 青春已是我指得 嫁给商人为妻 商人重力不重情 常常轻易别离 上个月 他去扶梁做茶叶的生意 他去了 留下我在石江石口 孤首空船 秋月与我坐半绕舱的 秋水七寒 更深夜蓝长梦少年时 作乐狂欢 梦中枯醒提泪纵横 污损了粉盐 我听琵琶的悲气 早已摇头叹息 又听到他这番诉说 更叫我悲气 我们俩同是天涯沦落的可悲人 今日相逢何必问 是否曾经相识 自从去年 我离开繁华长安京城 被贬居住在 寻石阳石石江石畔 长长卧病 寻石阳石这地方 荒凉偏僻 没有音乐 一年到头 听不到管弦的乐器声 住在盆石江石 这个低洼潮石市的地方 地宅周围 黄炉和苦竹缭绕丛生 在这里早晚能听到的是什么呢 尽是杜鹃猿猿猴 那些悲弃的哀鸣 春石江石花 朝秋石江石月夜 那样好光景 也无可奈何 常常取酒 独酌独饮 难道这里 就没有山歌和村笛吗 只是那音调 嘶哑粗色 实在难听 今晚我听你弹奏琵琶 诉说钟情 就像听到 心月言也亮来而也明 请你不要推辞 坐下来再弹一曲 我要为你创作一首 新式琵琶行 被我的话所感动 它站立了好久 回身坐下 再转紧琴弦 播出极声 戚戚戚戚 不再像刚才那种声音 在座的人 众听都眼面 哭泣不停 要问在座之中 谁流的眼泪最多 我诗江石周 司马泪水 诗石头青山衣尽 平息 诗人在这首诗中 着力塑造了 琵琶女的形象 通过他深刻地 反映了封建社会中 被侮辱被损害的乐记 艺人的悲惨命运 抒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 诗的开头写 秋夜送客 呼闻琵琶声 于是寻声 暗问 遗传妖相见 经过千呼万唤 然后歌女才半遮面地出来了 这种回荡曲折的描写 就为天涯沦落的主题 奠定了基石 接着以描写 琵琶女丹奏乐曲 来揭示他的内心世界 先是未成曲调之友情 然后闲闲 生生思 塑尽了生平不得志 和心中无限事 展现了琵琶女 起伏回荡的新潮 然后进而写 琵琶女自诉绅士 当年记忆曾叫善财福 容貌装成美 被秋师娘十度 京都少年争蝉头 一曲红 消不知数 然而 时光流水 目去招来颜色 故 最终只好嫁作伤人妇 这种如怨如目 如气如素的描写 与上面他的弹唱 互为补充 完成了琵琶女 这一形象的塑造 最后 写诗人感情的波涛 为琵琶女的命运所激动 发出了同事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 抒发了同病相怜 同生相应的情怀 诗运明快 步步硬衬 处处点缀 既层出不穷 又着落主题 真如石江石潮澎湃 波澜起伏 经久不息 反复吟诵 荡人胸怀 情味无限 语言铿锵 射于形象 如吉语 如丝语 水江泵 刀枪鸣 诸落玉盘 英语花底 读来如闻其声 如临其境 第六诗三章 作者 李商银 原和天子神武姿 彼何人 灾宣于兮 世江上雪裂盛齿 作法宫中朝四矣 怀惜有贼五十载 风狼生 志蛆 志蛆 生疲 不惧山何惧平地 长歌历毛日可辉 帝德圣项项约度 贼卓不死神扶持 腰玄项印作都统 时音时封惨淡天王旗 肃五谷通作雅爪 以草外狼仔比随 行军司马至且永 十四万众有虎皮 入菜赴贼献太庙 公无羽让恩不资 低月辱渡公第一 辱从事欲宜为此 欲败起手倒且舞 今时刻画陈能为 古者事称大手笔 此事不细于直思 当人自古有不让 言弃屡汉天子矣 公退斋借作小阁 如染大笔和林十里 点窜咬点顺点字 图改清妙生民诗 文成破体书在旨 清晨在拜扑丹尺 表约陈玉妹死上 永神圣公书之碑 背高三丈自如斗 负以灵敖盘以吃 据其与众欲者少 缠之天子言其思 长生百尺拽背倒 粗杀大石相磨至 公子斯文若元气 先时已入人干疲 汤盘恐顶有数作 尽无其弃存其此 吾呼圣王及圣相 相与贺流纯息 公知斯文不适后 何与三五相攀追 怨书万本宋万过 口角留默又守之 传之七十又二代 以为封善玉简明堂基 筑解 一 缘和天子 指献宗李纯 二 宣 宣元氏 即皇帝 三 西 福西氏 四 法宫 陆起 皇帝治氏之所 正殿 第六十四章 揽名迅鲁石阳石宫 与含相争 原歌辉日的典故 这里比喻胆敢反叛作乱 辉 通辉 第六十五章 六 卓 砍 七 李 八 五 韩红智子 韩公武 九 国 李道国 十 通 李文通 十一 无语让 即无人可及 十二 如染 润石湿 十三 赫 声微昭著 十四 纯息 纯正 光明 十五 知 偏知 手脚皮肤的老简 十六 丰扇 古代帝王宣阳公业的一种祭祀仪式 怜意 缘和天子唐献宗的资质神圣鹦 他是何人呢 真可与皇帝福袭媲美 曾发誓 洗血裂带祖宗的奇耻大辱 坐定法宫中接受四仪的朝拜臣服 怀惜蔡州的十奸十贼割据了五十多年 宛如狼生生皮抱臣代代相继 他们不凭借险要山川 却占据平地 依仗利器 元戈徽日 肆意坐歹为非 唐献宗有幸得到贤明的宰相裴度 匪徒们暗杀他不死 是神明的辅助 他腰弦向印 兼任军队的统帅出征 天气时阴时辰 秋风惨淡 慢卷天皇大旗 李公五道古文通 都是裴度大将 李不原外郎李宗敏命为隋军书记 行军司马就是那智勇双全的韩裕 十四万大军 威武雄壮相 虎抱雄皮 攻入蔡州捕获匪首 无贼献于太庙 裴度功勋 无人可比朝廷封赏也高 皇上说你裴度的功劳应该数第一 你的从军韩裕 应当写个平淮西碑 韩裕叩头 又跪拜高兴的手舞足蹈 连说捐刻于金石的文章 我能做好 自是由把转你国家大事 称为大手笔 此事重大 不能时时交时时 给一般直思草拟 当仁不让 我不推诿 古代早有先例 他直说的 皇上点头称许 表示满意 韩裕回家 前程斋戒 严肃做尽小阁 比汉莫宝 灰酒文章多么痛快 临时礼 采邪摇点顺点点故 歌唱帝王丰功 以轻妙声明诗经 雅体 把献宗称颂 别具体材的文章 写成又抄在纸上 卿尘在宫殿红阶前 再拜成送君王 奏章写着 臣子寒愈 我敢冒死上演 歌颂神圣功德文章 应当刻于石碑 石碑高有三丈字体大小 如同酒中 被用巨傲背负顶端 还盘绕着吃龙 文具奇特 语词庄重 很少有人明白 有人在皇上面前 诋毁他为文营斯 石碑因此 被用白尺长绳拽倒在地 又用粗杀大石 磨掉了碑文的字迹 但韩宫的这篇文章 宛若天地元气 他早就深入人心 亲近人们的干皮 就像鸣刻着 古人著述的孔顶汤盘 顶盘虽已不存在名文 却万代流芳 哎呀 信宗与裴度他们 是圣皇圣乡 相互生威险 贺纯正光明广为流传 韩宫的这篇文章 如果不传释后代 现宗的事业 怎能与三皇五帝媲美 我愿把它抄写 一万本颂读一万遍 即使口角涂抹 又手生俭 也无所谓 将此篇碑文 永远流传 气势有二代 作为封禅玉简明堂 基石千秋贤伟 平息 全诗义在续寒玉 撰写碑文的史末 竭力推崇寒碑的典雅 极其价值 情义深厚 比例矫健 唐献宗使 宰相裴度 兼任新义军节度使 和淮西宣位处置使 都统军队 平定淮西 其实 寒玉作为行军司马 淮菜平定以后 他随裴度环朝 宪宗照齐撰写平淮西碑 寒玉以为 怀西之意 是裴度能坚持宪宗的主张取胜的 从整个战一看 他的作用更大些 因而在碑文中 稍测于称赞裴度的功绩 但在战斗中 先攻入蔡州 勤注吴远己的 却是唐时邓时随 节度使礼 因而引起礼的不平 李其右系 宪宗姑母 唐安公主之女 常出入于宫中 便向宪宗诋毁 韩氏碑文的不识 于是 宪宗下令 抹去韩文 重命汉林学士 段文昌令写 实际上 攻破蔡州 李确立大功 然而裴度 却是整个战役的领导者 作用自然更大 况且 韩碑既为抹杀 李雪叶破城的丰功 也为特别铺张裴度的伪计 态度比较公允 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 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 沈德前在 唐氏别财中 以为此事一则正正堂堂 此则阴阳奉祥 在耳时如景星庆云 偶然一见 同时还认为 段文昌文 较之韩碑 不斥重吟草菅 宋代陈摩去段文 仍历寒碑 大事快事 这个意见也比较重肯 全诗分为五个部分 从开头到 长歌吏与日可辉 为第一部分 写仙宗薛平藩镇的决心 和淮西藩镇 长期跋扈猖獗 从帝德圣向向约度 到宫无语让恩不资 为第二部分 续写裴度任统帅 帅君平菜的功绩 从帝约辱度宫第一 到延弃吕汉汉天子仪 为第三部分 续写韩裕 寿命转碑的情形 从公退斋戒作小阁 到今无其弃存其词 为第四部分 续写转碑 树碑 推碑的过程 并就推碑抒发感慨 从乌乎圣皇 及圣香道 以为封善玉简明唐基 结束为第五部分 赞颂献宗 陪度的功绩 和寒碑的不朽价值 诗绪一相间 吸取了寒诗散文化的 某些优点 在艺术风格上 受到寒谕 诗古歌 的影响 屈父 欲牺牲诗意说 生印中饶有古艺 甚似昌离 而清新过之 诸一尊说 句其语众 四字 凭韩文 极字凭其诗 这些都颇有见地 第六十六章 作者 高氏 开元二十六年 刻有从袁荣初赛而还者 作烟歌行以逝世 赶征树之事 因而鹤焰 汉家烟沉在东北 汉将词家破残贼 男儿本字重横行 天子非常词颜色 提从 金法古下渔官 惊其威夷劫劫劫劫 孝魏语书飞汉海 蝉于烈火照郎山 山川萧条级边土 石湖石齐平凌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仗下游歌舞 大漠穷秋色草肥 孤城落日斗兵夕 身当恩御常清敌 立尽观山未解位 铁医远树心勤酒 玉金英体别离后 绍石赴城南玉断肠 征人济北空回首 边风飘飘哪可渡 绝与苍茫更何有 沙气三十座阵云 寒生衣食业传雕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 死劫从来起故逊 军不见沙场争战苦 至今由一礼将军 注解 一 袁荣 主帅 指幽州节度使张手 二 戒 三 金 征 行军乐器 四 极边土 临边境的尽头 五 石狐狮齐聚 意味敌人来势凶猛 向疾风暴雨 平陵 亲陵 六 身当两聚 意味战士们身成朝廷的恩御 常常不顾敌人的凶猛而死战 但仍未能解除重围 七 铁衣 指远征战士 八 玉金剧 指战士们想象他们的妻子 必为私夫远征而流泪 玉金 就与妻女的眼泪 九 冀北 唐济州制所在于石阳时 今天金济县 这里泛指东北边地 十 雕斗 军中打羹用的铜器 练义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有个随从主帅出赛回来的人 写了燕歌行诗一首给我看 我感慨于边疆战首的事 因而写了这首燕歌行应和他 东北边境上的风烟尘土 碧日遮天 将领们为扫平兄弟 辞加上了前线 好男儿本看重驰骗沙场 魏国戍边 汉家天子 对这种识经识神 有格外赏脸 敲锣打鼓队伍熊啾啾 开出山海关 旌旗碧日 在北方的海边 弯停不断 校尉自大沙漠送来了紧急的军书 说是蝉鱼把战火燃到内蒙的廊山 山川景象萧条 延伸到边境的尽头 嫡其亲临来世凶猛 犹如疯狂宇宙 战士在前线 厮杀一半死来一半生 将军仍在营帐中 观赏美人的歌舞 北方沙漠到了秋末 尽是七七摔草 木色将林孤城 能占守兵越来越少 将士身受黄恩长 不顾顽敌而死战 尽管竭力奋战 仍未解除 观山崇尾 战士们身穿铁甲 辛苦地九树边疆 家中妻子 一定泪如玉柱 时时赶伤 少师傅们在长安家中 恐怕枯断了肠 证人们在冀北边防 往四回首故乡 边疆朔风凛冽 要想回乡那能飞度 将玉矿远迷茫 使人世间仅有觉悟 晨午晚三时 都杀气腾腾 战云弥漫 夜里频传的雕斗声 叫人听了胆寒 你我相看 雪白的战刀上 血迹斑斑 自古尽忠死劫 岂能顾及功勋受伤 均不见沙场上 常竞争战苦的士兵 至今仍然怀念 西汉时的李广将军 平息 施亦在凯探征战之苦 谴责将领骄傲轻敌 荒室银食失职 造成战争失利 使战士受到 极大痛苦和牺牲 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 苦乐不同 庄严与荒石 银食迥异的现实 诗虽续写边站 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 而是讽刺和愤恨 不续战士的将领 同时 也写出了 为国欲敌之心情 主题仍是雄见积月 慷慨悲壮 全诗简练地描写了一次 战争的全过程 开头八句写出诗 说明战争的方位 和实性实质 金伐谷下渔官 惊其威夷劫时间 第二段八句 写战斗危急和失败 战士们出生入死 将军们荒石淫十无是尺 战士军前半死生 每人仗下游歌舞 第三段十二句 写被为战士的痛苦 铁衣远树心勤酒 以及他们浴血奋战 誓死如归 死劫从来起顾勋 相看白刃血纷纷 另方面也写 征服私负久别之苦 边塞的荒凉 渴望友好的将军来领导 诗的气势畅达 比例矫健 气氛悲壮临时离 主旨深刻含蓄 用运平泽相见 一阳有节 音调和美 是边塞诗的大名篇 千古传颂 有口皆碑 第六十七章 卷四 七颜岳府 古从军行赏西 作者 李奇 白日登山望风火 黄昏印马棒 时时交时时合 行人雕斗风沙岸 公主琵琶忧远多 也迎万里无成锅 雨雪纷纷连大漠 石壶石燕哀鸣夜夜飞 石壶石而眼泪双双落 文道玉石门游被遮 应将石姓石命逐轻车 年年战古埋荒外 空见葡萄入汉家 注解 一 烽火 古代一种警报 二 公主琵琶 汉武帝时 以石江石都王流剑女系军 驾乌孙国王昆末 恐其途中烦闷 故谈琵琶 以余之 三 闻道两句 汉武帝曾命离广利公大渊 欲之二师乘取两马 战不力 广利尚书请霸兵回国 武帝大怒 发誓遮御石门关 约 君有赶入 斩之 两句意味边站还在进行 只得随着将军去拼命 练义 白天士族们登山观察报警的烽火 黄昏为了印马 他们又靠近了石石礁石石河 行人在风沙昏暗中听到雕斗凄厉 或听到乌孙公主琵琶声 幽远更多 夜莹万里广莫 荒凉得看不见成锅 大雪飞飞弥漫了辽阔无边的沙漠 石湖石地的大雁 哀鸣着夜夜惊飞不停 石湖石人的士兵 痛哭着各个泪流滂沱 听说玉石门关的石石礁石石通 还被关闭阻断 大家只得豁出命追随将军去拼搏 年年征战 不知多少石石石石石石古埋于荒野 突然见到的是西域葡萄移植汉家 平西 借汉皇开边 奉玄宗用兵 全石继续从军之苦 充满飞战思想 万千石石石石石石石古埋于荒野 仅患得葡萄归仲中原 显然得不偿试 诗开首先写紧张的从军生活 白日黄昏繁忙 夜里雕斗碑枪 琵琶忧愿 景象肃穆凉 接着渲染边陲的环境 军营所在 四股荒野 大雪荒漠 夜眼悲鸣 一片凄冷 酷寒景象 最后 写如此恶劣环境 本应班师回朝 然而皇上不准 而千军万马 拼死作战的结果 却只换得葡萄种子归国 足见君王之草菅人命 全石巨巨蓄意 步步时逼时紧 最后才画龙点睛 着落主题 显出他的讽刺比例 第六十八章 作者 王维 洛石阳 使女儿对门居 才可容颜十五余 良人欲乐成葱马 是女金盘快礼于 画阁珠楼尽相望 红桃绿柳垂颜下 罗维送上七箱车 宝扇银归九华帐 狂夫妇跪在青春 一起娇奢俱继伦 自连碧玉亲交舞 不惜山胡耻与人 春窗蜀灭久微火 久微片片飞画 戏霸曾无礼取时 装成之士勋相作 城中相识尽繁华 日夜经过赵礼家 谁连月女言如玉 贫荐石将石头子换煞 注解 一 才可 恰好 二 九华帐 鲜艳的花罗帐 三 纪轮 进食虫子纪轮 家甚富豪 四 久微 汉武内 传记有九光九微之灯 五 花 纸雕花的连环形窗戈 六 曾无 从无 七 礼 时温时时息时 爸 赵礼家 汉城帝的皇后赵飞石烟 结于礼平两家 这里贩纸贵妻之家 愿意 洛石阳石城里有个少女 和我对门而居 严戎十分翘实力 年纪正是十五有余 迎亲时 夫婿成奇的是 玉勒青丛马 是女端来的金盘 乘着快好的礼鱼 画戈珠楼 庭院抬谢 坐坐相对相望 桃红柳绿垂向屋檐 随风摆 石栋飘扬 他打扮好了 被送上丝绸香木车子 石经时美宝善遮日 盈归鲜艳的九华账 丈夫年纪轻轻 有权有势 富贵轻狂 意气娇奢 大大超过了富豪十几轮 自己连十爱十交十七 亲自教他练实习 诗歌舞 把稀释含有的珊瑚送人 毫不可惜 彻夜欢愉 春窗拂晓 才灭久违灯火 灯花片片飘落 吊在雕花环形窗格 熄熄之后 他从无时温时时 习时取字的功夫 梳妆好了 只坐在香炉边熏透衣上 落石阳石城中认识的人 尽是富贵豪华 日夜往来的 都是赵礼般大户人家 西诗洁净美丽 谁去连试爱识这样 姑识娘识 贫贱的时候 只好在若耶西头换杀 平息 写落石阳石贵妇生活的 富丽豪贵 夫婿行为的娇奢放食当 揭示了高层社会的 娇奢食饮食意 诗开头八句 是叙落石阳石女 出身娇贵 和衣食住行的豪富奢侈 狂夫八句 是叙落石阳石女 丈夫行为 直娇奢放食当 和作为玩物的贵妇的 娇食媚无聊 城中四句是写 他们的石石娇 石石柱 尽是贵妻 并以西诗出 深寒威作为反衬 发述作者的感慨 第六十九章 作者 王维 少年十五二十时 步行夺得 石狐石马气 射沙山中白鹅虎 啃鼠夜下黄勋 一身转战三千里 一剑曾当百万师 汉兵奋讯如霹雳 鲁迹奔腾未及礼 魏青不败犹天性 李广无公园树姬 自从气质便摔朽 事事搓脱成白首 西时飞剑无全目 今日垂扬声左肘 路旁时迈顾喉瓜 门前学众仙生柳 苍茫古墓连穷象 辽落寒山对须有 事令书乐出飞拳 不似影穿空十九 贺兰山下震如云 与其时时交时时 此日西文 劫使三和墓年少 诏书武道出将军 士服铁依如雪色 辽池宝剑动兴闻 愿得燕公设天将 齿令月甲鸣无君 莫贤旧日云中守 由堪仪战取功勋 诸解 第七十章一 步行剧 汉明将李广 为凶石奴石骑兵所擒 广石已受伤 便即装死 后于途中 见一十胡十而骑着两马 便一跃而上 将十胡十而推在地下 及齿而归 见史记第七十一章二 射杀剧 与上文连关 应是指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时 多次射杀山中猛虎士 白鹅虎 传说为虎中最凶猛一种 则四是用晋明 将周处除三骇士 南山白鹅虎是三骇之一 剑 晋书第七十二章 三 啃蜀 岂可只推 四 夜下黄须尔 指曹张 曹石操十第二子 虚黄色 石姓石刚猛 曾亲征乌丸 破为曹石操十爱实众 曾持张须曰 黄须尔竟大齐也 这具意味 岂可只算黄须尔才是英雄 夜下 曹石操十封魏王时 都夜 经河北临张线西 五 吉里 本是有三角刺的植物 这里直铁吉里 占地所用障碍物 六 魏清 汉代名将 汉武帝皇后魏子夫之地 以征伐凶石奴石官 致大将军 魏清子子获去病 也曾远入凶石奴石境 却未曾受困舌 因而被看作有天性 天性本或去病逝 然古代常畏 或并称 这里当因魏清而联想 或去病逝 其 李广聚 李广曾屡历战功 汉武帝却以他年老树旗 暗示魏清 不要让李广抵挡凶石奴石 因而被看成无功 没有封侯 元 因为 术 命运 其 丹朔 欧之对颤 奇及不偶 不偶及不遇 八 飞剑 一座飞雀 无全目 暴照 尼古诗 精雀无全目 离山诸隐 帝王世纪 无贺使一射雀 贺耀一射雀 左目 却物中右目 这里只是强调 亦能使雀雀 双目不全 于此见其射异 知识经史 第七十三章 智乐 知离书与华界书 关于明摆之丘 昆仑之虚 皇帝之所修 额而柳生其左肘 其意 绝绝然物之 沈德前 以为柳 杨也 非杨柳之位 并以王师的垂杨 义物用 他意思是说 庄子的柳生其左肘的柳 本来 吉杨之义 王为 却误解为杨柳之柳 因而有垂云云 高不迎说 或为柳为柳之介字 盖以人肘无生柳者 然之离 华界本无其人 生柳欲言 一无不可 高说四较上 第七十四章 十 故后瓜 赵平 本秦东领侯 秦王为平民 平 众瓜 长安成东 瓜为甘美 十一 先生柳 晋陶渊明 器官归隐后 阴门前有五珠杨柳 遂字号五柳先生 并写有五柳先生传 第七十五章十二 市令据 后汉耿公与 凶石奴时作战 据书乐成 凶石奴时于城下 崛起箭水 供于城中穿井 致十五丈游不得水 他仰探倒 文西二师将军 李广丽 拔佩刀刺山 飞拳石涌石出 金汉得神明 岂有穷灾 悬向井祈祷 过了一会 果然得水 事件后汉书第七十六章 十三 影川空十九 冠夫 汉影十阴十人 为人刚直 失事后颇劳 石造势不平 后北珠 十九 是九成一气 十四 辽池 且池 十五 星文 纸箭上所欠的七星文 第七十七章十六 持令句 意味以敌人假兵 惊动国军为可耻 说愿第七十八章历劫 越国假兵入齐 雍文子敌请齐军 让他自食杀 因为这是越甲在民国军 自己应当以身殉之 遂自吻死 五 这里是惊动的意思 第七十九章 愿意 当年十五二十岁青春之时 徒步就能夺得石湖石人战马旗 年轻力壮射沙山中白俄虎 树英雄 旗子夜下的黄须尔 身经百战 驰骋将场三千里 曾以一剑抵挡了百万雄狮 汉军声势迅猛 如惊雷霹零 鲁齐互相践踏 是怕欲几礼 魏卿不败 是由于天神辅助 李广无功 却源于命运不济 自被兵器不用 便开始摔袖 世事随时光流 世人成白首 当年向后裔飞剑 射却无目 如今不时操石宫阳流 胜于左肘 相顾后流落魏民路旁卖瓜 学陶令门前种上绿阳垂柳 古书苍茫 一直延伸到身下 辽落寒山 空队冷记的窗友 世学耿工 再输了其景德权 不作影川冠夫 为劳时骚时酗酒 贺兰山下战士们 列阵如云 告急的军书日夜频频传闻 吃节使臣去三河招募兵丁 招书令大将军分五路出兵 老将开始铁甲 光洁如雪色 且持宝剑 闪动剑上七星门 愿得燕帝的好攻射杀敌将 绝不让敌人假兵 惊动国军 莫贤当年云中太守又复职 还堪得一战魏国建立功勋 平息 诗写一老将年少永战 转战沙场 后因无功背弃 然而他自不服老 在边地烽火重燃时 他壮心负起 仍想魏国立功 全诗分三部分 开头诗句是第一部分 写老将青少年时代的智勇 功绩和不平遭遇 中间诗句为第二部分 写老将被遗弃的倾苦生活 最后诗句为第三部分 写边风未夕 老将时时怀着请英 卫国杀敌的忠常 诗多用典故 悠悠不惬意的 实在尽于晦涩难解 大部族曲 第八十章 作者 王维 渔州竹水 石碍石山春 两岸桃花加曲金 坐看红树不知远 行尽清晰呼世人 山口前行驶微傲 山开旷望悬平路 遥看一处传云树 进入千加散花竹 乔客出传汉姓名 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筑武陵园 还从雾外起田园 岳明松下防龙境 日出云中鸡犬轩 经文俗客征来及 静隐还家问都议 平鸣驴像扫花开 薄木于桥成水入 初音弊地去人间 急至成仙碎不还 辖里水之有人事 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宜灵境难闻见 沉心未尽思相限 出动无论隔山水 此家中你常有眼 自未经过旧不迷 安之风和金来变 当时只寄入山深 清晰汲取到云岭 春来便是桃花水 不便仙缘何处寻 注解 一 竹水顺着溪水 二 去今 古渡口 三 坐 阴 四 为 雾外 室外 六 房龙 窗户 绿意 渔船顺着溪流 走观赏山水一溪春 古老的渡口夹岸的桃花 艳里缤纷 坐看红花一束束 望却究竟走多远 行至清晰尽头 空空荡荡 不见有人 有一山洞入口岸形小径 开头曲折 走不多远旋即看见陆地广阔无垠 远远望去有一个云树相聚的去处 近看却是千家万户种满花卉竹林 侨夫最初自我介绍他们汉代姓名 村中的居民都没改变秦代的衣裙 他们居住的地方是武陵的桃花园 还在世外仙境建起了自得的田园 月明高照 松下房舍窗林一片清净 云中朝石阳石出路 到处是鸡犬的费名 听说来了 凡人拾大家挤拢来看究竟 静香引领回家 打听家乡进来情景 天一亮 他们就开门打扫 接向花境 傍晚 愚人侨夫变成小船 回到山村 当初因为避乱仙人离开混乱人间 再说来到这神仙境的就不想回还 深山峡谷谁也不知道人世间的事 外界看这里也只看见渺远的云山 至今已不再怀疑仙境之难于文件 只是沉心未尽 仍然思念旧的乡线 出动后 尽管觉得桃花园山水远隔 始终打算 此家去桃花园长期游历 自以为走过的旧路 应该不会迷想 怎么知道 山巒沟壑 而今已经改变 当时只记得 进入山中后 很远很深 沿着清溪几经转折 才到深邃云岭 春天已经来到 遍溪都是桃花流水 遍布清桃花仙境 该到何处去找寻 平溪 王维的诗 以书写《山水》著称 此诗犹胜 历来评价王氏有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的说法 细读这首诗才知道 这话不假 诗以陶浅的《桃花原记》为蓝本 取其大意 辨文为诗 进行艺术的再创造 开拓了诗的意境 具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 为此 它能与散文《桃花原记》并传于诗 这首诗段落 与陶浅的散文相仿 但画面却比陶文来的生动优美 绚烂多彩 全诗比例书件 韵脚多变 平泽相见 从容雅致 活跃多姿 第八十一章 作者 李白 一遇 卫护高在 蜀道之南南语上青天 残从吉余福 开国和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 是与秦瑟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 可以横绝额眉巅 底崩山催壮誓死 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上不得 圆挠玉渡愁攀远 清泥河盘盘 百步九折迎严乱 门身力景仰邪息 以首辅应作常态 问君西游何时还 为徒严不可攀 但见悲鸟好古墓 雄飞此从绕林间 幼蚊子归提夜月 愁空山 蜀道之南南语上青天 使人听此雕珠眼 连锋去天不迎耻 枯宗道挂以绝壁 飞湍铺流征轩 石冰崖转施万赫磊 其先也若此 进而远道之人 石湖石为忽来在 剑阁争荣而摧尾 亦赴当官 万夫莫开 所守祸匪钦 化为狼羽柴 朝避蒙虎 西避长舌 磨牙石损石血 杀人如马 锦承虽云乐 不如早还嫁 蜀道之南 南语上青天 侧身希望 长资介 诸解 一 残从 渔福 都是传说中古蜀国国王 古代的蜀国本与中原不通 至秦桧王灭蜀 公元前三一六 是与中原相通 二 太白 山明 又名太乙山 秦陵主峰 在今陕西周至 太白县一带 就说因其冬下积雪 顾鸣 太白山在当尽京城长安之西 顾云西当太白 三 鸟道 急沿山路贤窄 仅能荣鸟飞过 四 地崩距 相传秦桧王驾五美石女余蜀 蜀前五个力士迎之 回到紫童 见一大蛇入石穴石中 五人引其为史出 结果山崩 五人皆被压死 五女上山化为史 五 六龙回日 相传太石阳石神乘车 西河驾六龙而史之 此指高标阻住了六龙 只得回车 六 高标 立幕为表记 其最高处叫标 也及这一带高山的标志 七 门餐具 意味山高入天 竟只可以伸手摸石道一路所见星辰 古以星宿分野 凡地上某一区域都化在星空某一分野之内 并以天象所示来占卜地上鼠翼之吉凶 亲属颈塑分野 鼠鼠鼠身宿分离 斜西 摒弃不敢呼吸 八 紫龟 杜鹃鸟 属地最多 相传属地杜宇 好望地 死后齐魂化为紫龟 提升悲气 九 锦城 吉锦观城 金四川成都市 十 自尖 叹息 愿意 哎呀呀 多么危险 多么高峻伟岸 蜀道真太难攀 简直难于上青天 传说中 蚕丛和渔福建立了蜀国 开国的年代 实在久远无法详谈 自从那时至今 约有四万八千年 秦蜀被秦岭所祖从不沟通往返 西边太白山 有飞鸟能过的小道 从那小路走 可横渡峨眉山顶端 山崩地裂 蜀国武壮士被压死了 两地才有天梯战道 开始相通连 上游挡住太石阳石神 六龙车的山巅 下游击石浪 石排空迂回曲折的大串 善于高飞的黄湖 尚且无法飞过 即使湖孙要想翻过 也愁于攀远 青泥岭多么曲折 绕着山巒盘旋 百步之内萦绕岩轮转九个弯弯 可以摸石道餐 景星叫人仰手秉息 用手抚胸惊恐不已 坐下来长探 好朋友喝请问你西游何时回还 可怕的岩山道实在难以登攀 只见那杯鸟在古树上哀鸣提叫 雄词相随飞翔在原始森林之间 月夜听到的是杜鹃悲惨的提声 令人愁思绵绵喝着荒荡的空扇 数到难走喝 简直难于上青天 叫人听到这些 怎么不脸色突变 山峰坐坐相连离天还不到一尺 枯宗老之道挂已贴在绝壁之间 漩涡飞转瀑布飞泻 正香喧闹着 水石相机转动像万鹤鸣雷一般 那去处恶劣艰险到了这种地步 哎呀你这个远方而来的客人 为了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 间隔那地方 崇峻巍峨高入云端 只要一人把守 千军万马也难攻占 驻守的官员若不是皇家的近亲 难免要变为豺狼巨子 唯非造反 清晨你要提心吊胆地躲避猛虎 傍晚你要警觉防范长蛇的灾难 豺狼虎豹磨牙石水石血 真叫人不安 毒蛇猛兽杀人如麻 极令你胆寒 景观城虽然说是个快乐的所在 如此险恶 还不如早早地把家还 数到太难走喝 简直难于上青天 侧身希望令人不免感慨与长叹 平息 这首诗是席用岳府旧题 意在送友人入蜀 诗人以时浪时慢主义的手法 展开丰富的想象 艺术地再现了蜀道争容 突兀 强悍 崎岖等奇力惊险 和不可凌悦的庞博气势 借以歌勇蜀地山川的撞秀 显示出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 至于本诗是否有更深的寓意 历代有各种不同看法 然而旧诗论诗不一定强悉有寓意 但从诗中 所守或斐钦 画为狼与柴看 却是在写蜀地山川俊美的同时 告诫当局 蜀地险要 应好好用人防守 诗采用绿体与散文剑杂 文具参差 笔纵横 豪放洒脱 全诗感情强烈 一唱三叹 回缓反复 独来令人心潮激荡 第八十二章 长相思 其一赏兮 作者 李白 长相思 在长安 若为秋提金锦兰 微霜七七恋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为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阁云端 上有清明之高天 下有露水之波澜 天长地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观山南 长相思 催心甘 诸解 一 若为 又名杀鸡 俗称纺织石娘史 二 金锦兰 石精石美的锦兰 三 垫色寒 指竹席的良意 愿意 长相思 喝长相思 我们相思在长安 秋天蟋蟀 常悲鸣 生生出自金锦兰 薄霜七七送寒气 竹席已绝声良寒 夜里想他魂欲断 孤灯伴我昏暗暗 卷起窗帘望明月 堆月突然独长叹 如花似玉美人喝 仿佛相隔在云端 清清明明喝 尚是无边无银的蓝天 清水渺渺喝 下是浩浩商商的波澜 天长常来得迢迢 灵魂飞越多辛苦 观山重重相阻隔 梦魂相见也艰难 长相思喝长相思 美美相思翠心丹 平夕 这两首诗 都是素数相思之苦 其一 以秋生秋景起兴 写男思女 所思美人远在长安 天和地远 观山阻厄 梦魂南月 见面为难 或以为此诗别有寄托 是诗人被迫离开长安后 对唐玄宗的怀念 玉守珍以为不能说 他别有寄托 完全永得长相思本意 此说有其道理 其二 以春花春风起兴 邪女思难 望月怀思 抚擒继情 义军怀军 匪策禅十年 珍有人比黄花兽之叹 这两首诗 在《李太白诗集》中 一收卷三 一收卷六 所写诗的迥义 格调也截然不同 诗为风马牛不相及 但恒唐退世极为先后 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男诗女 天各一方 各书相思之苦 其是不然 第八诗三章 作者 李白 日色时欲尽花寒烟 月明欲速愁不眠 赵瑟出亭凤凰柱 蜀琴欲奏鸢贤 此曲有意无人传 愿随春风即燕燃 义军条条隔青天 昔日横拨木 金座流泪泉 不信切断肠 归来看取名境前 注解 一 赵瑟 相传古代赵国的人善谈瑟 瑟 弦乐器 二 凤凰柱 或是瑟柱上雕饰凤凰形状 三 蜀琴剧 旧柱魏蜀琴与司马相如 秦条故事有关 暗 暴照由蜀琴石抽石白雪剧 白居易也由蜀琴安息上 周易在石床石头剧 李赫 吴司蜀童张高秋 王岐筑云 蜀中童木夷为乐器 故曰蜀童 蜀童时及蜀琴 四古人诗中常以蜀琴玉家琴 孔与司马相如 卓文君是无关 云阳贤也只是为了强对凤凰注 练异 西施阳石膝下木色朦胧 花石蕊笼罩青烟 月花如炼 我思念着晴郎中叶不眠 柱上雕饰凤凰的照色 我刚刚停奏 心想在弹奏蜀琴 又怕处时动冤央强弦 这饱寒情义的曲调 可惜无人传递 但愿他随着春风 送到遥远的艳染 一晴郎喝 晴郎他迢迢 隔在天那边 当年递送秋波的双眼 而今成了流泪的源泉 您若不信 贱窃怀思肝肠欲断 请归来看看明镜前我的容颜 平夕 这两首诗都是素数相思之苦 其一 以秋生秋景起兴 写男思女 所思美人远在长安 天和地远 观山祖恶 梦魂南月 见面为难 或以为此诗别有寄托 是诗人被迫离开长安后 对唐玄宗的怀念 玉守真以为不能说他别有寄托 完全永得长相思本意 此说有其道理 其二 以春花春风起兴 邪女思难 望月怀思 抚擒继情 义军怀军 匪策禅十年 真有人比黄花寿之叹 这两首诗 在《李太白诗集》中 一收卷三 一收卷六 所写诗的迥义 格调也截然不同 诗为风马牛不相及 但恒唐退诗集为先后 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男诗女 天各一方 各书相思之苦 其是不然 第八十四章 作者 李白 金尊清九斗诗签 玉盘真修 执万千 亭碑投注不能时 拔剑似顾心茫然 玉渡黄河冰色川 江灯太行雪暗天 闲来垂吊坐西上 呼覆成舟梦日边 行路难 行路难 多其路 金安在 长风破十浪时会有时 直挂云翻计沧海 注解 一 真修 名贵的菜肴 二 垂吊坐西上 传说旅尚未玉州文王时 曾在西 金陕西 宝基市东南 垂吊 三 成舟梦日边 传说伊尹建汤以前 梦成舟过日月之变 何用这两句典故 是比喻人生育和无常 多出于偶然 练义 金杯礼装的名酒 梅斗要价十千 玉盘中盛的石精石美窑菜 收费万千 胸中郁闷喝 我停杯投注 吃不下 拔剑环顾四周 我心里尾时茫然 想渡黄河 冰雪堵塞了这条大川 要登太行 茫茫的风雪 早已封山 向旅上垂吊息 闲待东山再起 又像伊尹做梦 他乘船经过日边 世上行路喝多么艰难 多么艰难 眼前骑路这么多 我该向北向南 相信总有一天 能乘长风破万里十浪时 高高挂起云帆 在沧海中勇往直前 平息 行路难多写世道艰难 表达离情别意 李白 行路难共三首 横唐退市 极选其一 示意行路难 比喻世道险祖 书写了诗人 在政治道路上 遭遇艰难时 产生的不可抑制 的激愤情绪 但他并未 因此而放弃 远大的政治理想 仍盼着总有一天 会施展自己的报复 表现了他对人生前途 乐观豪迈的气概 充满了积极时浪时慢主义的情调 诗开头写金尊美酒 玉盘真修 给人一个欢乐的宴会场面 接着写亭碑投注 拔剑四顾 又向读者展现了作者感情波涛的冲击 中间四句 既感叹兵塞川 学满山 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 看到了旅上 一隐忽然得到重用 《行路难》四个短句 又表现了进退两难 何继续追求的心理 最后两句 写自己理想 总有一天能够实现 全时在高度傍凰 与大量感叹之后 以长风破十浪时 会有时忽开意境 并且坚信美好前景 终会到来 因而直挂云 翻济沧海 激流涌进 运异波澜起伏 跌宕多姿 第八十五章 作者 李白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道海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背白发 照如青丝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是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赴来 烹羊仔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陈福子 丹秋生 枪尽酒 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赐耳听 中古转域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 贤皆寂末 唯有饮者 刘其名 陈芒西时艳平乐 斗酒师千字欢血 主人何为言少钱 竟须孤取对君拙 五花马千金球 忽而将出换美酒 与耳童消万古愁 注解 一 将 请 二 会须 正应当 三 陈夫子 陈勋 丹秋生 袁丹丹丘 礼记中提到 袁丹丘的有多处 他也是一个学到谭玄的人 李白称之为艺人 并有无将 与 袁夫子 异性为天伦 颖施阳时 别丹丘之怀 施阳时 急顾时时 交时时申情 处处无间 提松山艺人园 丹丘 山居 并去 至于 可见李白和他的友好 四 中古转域 泛指豪门贵族的奢华生活 中古 富贵人家宴会食用的乐器 转域 梁代松 黄黄金落形 灰金刘克作 转域带忠明 转 吃喝 五 陈王 三国为曹职 曾被封为陈王 六 平乐 平乐观 练义 你没看见吗 黄河之水 是由天上而来 波涛滚滚 奔向东海 永不回头 你没看见吗 可悲的是 高唐明镜照见了白发 早晨如青丝般乌黑 傍晚白的如雪 人生得意时 要尽情地寻食欢作乐 别让金杯玉露 空对天上明月 天地造就我的才干 必有它的用处 即使千金浩剑 还会重新再来 烹羊宰牛 且图眼前欢乐 应该痛痛快快 一口气喝它三百杯 陈勋先生喝 丹秋先生喝 快快进酒吧 杯儿不要停 让我为你们唱一曲 请你们侧儿子细听 忠明古祥 饮食如玉 何足珍贵 我只愿长醉享乐 不愿醒来受罪 古来圣贤 生活恐怕都寂寞 世上唯有酒徒 他们却方明永驻 古师陈王曹植 曾在平乐观宴饮寻时欢 斗酒诗签不贤贵 认诗性诗地享乐一番 主人喝 为何说我少饮钱 直接孤取春酒 咱对饮个醉意绵绵 这一匹名贵的五花马 这一件价值千金的皮球 叫孩儿们拿去换美酒吧 我与你喝个大醉 同宵万古长愁 平息 这首诗意在表达人寿几何 及时行乐 圣者寂寞 因者流明的虚无消沉思想 愿在长醉中了却一切 诗的开头六句 写人生寿命如黄河之水 奔流入海 一去不复重返 如此 应及时行乐 莫复光时音时 天生十六句 写人生富贵不能长宝 因而千金散尽且为乐 同时指出自古圣贤皆寂寞 只有淫者流明千古 并以陈王曹旨为力 抒发了诗人内心的不平 主人六句结局 写诗人九星大作 五花马 千金球都不足惜 只图一醉方休 表达了诗人旷达的胸怀 天生我才必有用具 是诗人自信为人的自我价值 也流露怀才不欲 和渴望用事的积极思想感情 诗身沉浑厚 气象不凡 清极悲愤狂放 语极豪纵沉着 大起大落 奔放跌宕 诗句长短不一 参差错综 节奏快满多变 一泻千里 第八十六章 作者杜甫 车铃铃 马萧萧 行人公见个在妖 爷识娘识妻子走向宋 尘埃不见贤诗阳诗巧 千一顿足蓝道窟 窟声直上甘云笑 道旁过者问行人 行人淡云点航品 或从十五北房河 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果头 归来头白还树边 边亭流泄成海水 武皇太边亦未已 君不闻 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生惊奇 纵有贱妇把处离 何生龙母无东西 旷复秦兵耐苦战 北区不亦全羽姬 长者虽有问 义父感深恨 且如今年冬 未修关西族 县关几所租 租税从何处 信之声难恶 反世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林 生难埋墨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心鬼翻冤 旧鬼哭 天时阴时与诗声啾啾 注解 一 妻子 妻和子女 二 干 饭 冲 三 典型品 移在按钉口策上的行刺 典名蒸发 四 礼正 即礼长 唐志 百户为一礼 礼由礼正 管户口 负义等事 五 鱼果头 古以造罗三尺果头做头巾 因应征才年龄还小 故有礼正替他果头 六 武皇 汉武帝 他在历史上 以开疆拓土著称 这里暗喻唐玄宗 七 山东 指华山以东 一同关东 八 二百周 唐代同关以东设七道 共二百十一周 这里举妻成数 九 县官 指官府 练义 战车钉铃响不停 战马声声嘶笑 远征的壮丁 各个把弓箭背在腰 爹师娘时喝七而喝 都匆匆跑来乡送 车马扬起的尘埃 遮蔽了闲石阳石桥 拖得拖抱的抱 拦路顿角放声哭 悲惨的哭声 一阵阵冲上九重宵 有一个行人 同情地问一个壮丁 壮丁只轻轻说 频繁地点名征兵 有的人十五岁 就争取驻守黄河 到了四十岁 还编入屯田的军营 当年出发 还是村长替他扎头巾 跪来头白了 还要再去卫属边境 边境上的战士 鲜血已流成海水 皇上拓边的雄心 仍然没有休止 你没听说吗 汉朝的华山以东 有二百多个州 千村万落 处处长满野草和荆棘 虽有健壮的妇女 把握处离种地 但是庄稼杂武 千末也难辩东西 再说关东士兵 素以苦战称第一 如今被人驱赶 与狗鸡并无差异 要不是你这个老人家 来问究竟 我怎么敢把心中怨恨 向你提起 且说像 今年已经是冬天了 关西手足 没一个回家休息 性官衙役 急匆匆追时逼时租税 无人种地租税 从哪去筹集 早知生男孩 招来许多麻烦 倒不如生女孩 还来得适宜 生女孩可以嫁给隔壁邻居 生男孩时时时时时 古埋在战场草地 你没看见吗 就在青海头的那边 自古来白骨堆成山 没人去料理 心鬼含冤烦恼 救鬼不停地哭泣 倘若是时音时天雨天 更是咎咎咎咽咽咽 平息 这首诗是讽事商食之作 也是《渡诗》中的名篇 为历代所推崇 诗旨在讽刺唐玄宗 穷兵独武 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 充满非战色彩 诗的开头七句为第一段 写军人家属送别儿子 丈夫出征的悲惨情景 描绘了一幅 震人心弦的送别图 道旁十四句为第二段 通过摄吻 一人直诉从军后妇女带更 农村萧条凌落的境况 长者十四句为第三段 写征服久不得惜 连年征兵 百姓唯恐生难 和青海战场 时时时时时时时骨遍野 令人不寒而的情况 全师把唐王朝穷兵独武的罪恶 揭露的禁止临时里 诗与情于叙事之中 在叙述中张希变化有序 前后呼应严谨缜缜密 诗的字数杂颜互见 韵脚平色互换 声调一阳顿挫 情意低阳起伏 既经经有条 又曲折多变 真可谓心悦辅诗的典范 第八十七章 作者 杜福 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利人 太浓一远书且真 记里细腻骨肉云 绣罗衣长照木春 促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和所有 翠为荷叶垂并唇 背后和所见 猪牙腰一级 稳衬身 旧中云木交房亲 赐名大国国与秦 紫托之风出翠府 水晶之盘行宿林 西柱燕玉酒未下 鸾刀铝切空分轮 黄门飞控不动尘 御除落意送八真 萧谷哀银赶鬼神 宾从杂踏石药金 后来安马和群寻 当宣下马入锦音 羊花雪落赴白平 青鸟飞去咸红金 九首可热视绝伦 甚莫尽前成相称 猪姐 一 翠微 薄薄的翡翠片 微 一本作为 二 叶 彩的花叶 彩是妇女的发饰 三 变唇 变鞭 四 猪鸭 为猪暗其上 使不让风吹起 故下云稳成身 五 腰 这里坐腰待解 六 后来安马 纸阳国忠 却故意不在这里明说 七 群寻 原意为欲尽不尽 这里是顾叛自得的意思 八 羊花聚 旧助以为纸阳国忠 与国国夫人的爱十妹关系 又引北魏诗乎诗太后 和杨白花司同事 因太后曾坐羊花飘荡落南家 即怨贤羊花入科里诗句 后人有羊花入水化为扶平之说 又暗和诸阳之姓 及兄妹丑行 九 青鸟 神话中鸟鸣 西王母使者 相传西王母将见汉武帝时 现有青鸟飞机殿前 见汉武故事 后常被用作男识女之间的信使 红金 妇女所用的红帕 这里是说识者在暗地消息 练义 三月三日 识阳识春时节天气清新 长安区识江识河畔 聚集好多美人 姿态凝重 神情高远 文静自然 肌肤丰润 胖瘦适中 身材匀衬 零花零螺衣上 映衬木春风光 金丝绣的孔雀 银丝似的麒麟 头上戴的是什么呢 翡翠片 花叶直贴到鬓角边 背后坠的是什么呢 宝珠鸦柱群腰多猛 稳当和身 其中有云木交房的后妃至亲 皇上封为国国和秦国二夫人 翡翠针锅 端出香喷的紫驼风 水晶圆盘 送来肥实美的白鱼仙 吃腻了膝脚的筷子 久久不动 轮刀切着细肉丝空芒了一场 宦官骑马飞来 却不扬起灰尘 玉处络绎不绝 送来海为山珍 生肖古月禅十面晚 转感动鬼神 宾客随从满座 都是达官贵人 姗姗来迟的骑马人 躊躇满志 到宣门才下马 步入锦入阴庭 白雪式的羊花 飘落覆盖浮屏 使者向传情的轻鸟 琴颂红金 气焰熏灼 不可一视天下绝伦 千万不要尽前担心 丞相恼怒 平息 诗事讽刺杨氏国 欺之奢侈 诗音诗乱 侧面反映了 玄宗的昏庸 和朝政的腐败 开首诗句是描写上 以日趋石江石水边 踏青的丽人如云 体态显雅 姿色优美 衣着华丽 旧终 诗句 具体写出 丽人中国 秦 韩三人 他们器皿雅致 摇转石经石美 消管悠扬 后来六句 写阳国中之炫赫 意气交字 饰眼熏着 全诗语及铺牌 富丽华美中 蕴含清刚之气 虽然不见讽刺的语言 但在唯妙唯笑的描摹中 隐含犀利的匕首 讥讽入目三分 第八十八章 作者 杜福 少林爷老吞声哭 春日前行曲 石将石曲 石将石头宫殿所牵门 戏柳心蒲蔚水绿 依稀泥惊下南院 院中井雾声颜色 朝时阳石殿里低人 童年随君士君策 年前才人带弓箭 白马嚼涅黄金乐 翻身向天仰射云 一箭正坠双飞翼 明谋好尺今何在 血乌由魂归不得 轻为东流箭隔身 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类瞻意 石将石水石将石花 起终极 黄昏石湖石其尘满城 欲往城南望城北 注解 第八十九章一 石将石头宫殿 杜亦云 驱石将石 地妃游杏之所 固有宫殿 后来毁坏了 所以到唐文宗时 读了杜甫这首诗 乃之天宝已前驱石将石四岸 借有行宫台殿 百思蜀 私父生平故事 故为楼殿已壮志 旧唐书第九十章文宗记 二 尼经 皇帝遗仗中一种荆棋 坠有五色语石 毛石 望之如红迷 南院 即芙蓉院 因在曲石将石东南 故名 第九十一章 三 昭石阳石殿 汉城帝石宫殿 赵妃石燕姊妹所居 唐石人石中 多以赵妃石燕玉阳贵妃 四 第一人 罪得石宠石的人 五 念 咬 咸 六 乐 马贤的脚口 七 轻位两句 马为南兵位水 是杨贵妃死处 剑阁在属 是玄宗入属所经 介于二人一生一死 了无消息 剑阁 诸剑卷三 长恨歌 去诸 去指唐玄宗 诸指杨贵妃 一己死生 愿意 少龄老人忍其吞声的 石抽石气不停 春日里偷偷地盗取石江石身处满行 石江石头 宜春院芙蓉院都紧锁宫门 杨柳清柔 孤朴交石嫩苍绿为谁生 想当年鸾架游猎来到了芙蓉院 院中的花束似乎焕发一样光彩 赵石阳石电阳太真是最受皇室宠食的人 与皇上同车出入陪伴好比行影 玉车前 绞节女官人人背带弓箭 白马嘴里闲脚 全部是黄金做成 有个女官翻身向天上仰射一箭 一箭发射石出去 坠石落了两只飞禽 名谋好耻的杨贵妃 而今在何处 满脸乌血的游魂不能回归宫廷 清京渭水向东流间隔 蒸容临身 君去非流生死间 彼此消息不灵 人生有情死 别有谁不累落沾金 石江石水流喝石江 石花飘悲伤岂有忠敬 黄昏时尘埃满天石湖 石其又来结成 想往南逃 却往北方向无法变清 平息 唐玄宗天保十五年 七百五十六 七月 安禄山公县长安 宿宗在零五即位 改元至德 杜甫在投奔零五途中 被叛军掳至长安 次年写此事 诗旨在哀悼贵妃致死 因不敢直言 故借当年行姓石将石头已为题 诗的开 首先写作者前行曲石江石 以昔日此地的繁华 而今却萧条临落 进而追忆贵妃生前游幸区石江石的盛事 再转入叙述贵妃归天 玄宗尚蜀 胜离死别的悲惨情景 全诗以哀字为核心 开篇第一句吞声哭 就创造出强烈的艺术氛围 借着写春日前行是哀 毒伤怀还是哀 最后 不变南北更是极度哀伤的表现 爱 字为题 以哀统领全面 笼罩全篇 沉欲顿挫 意境深远 全诗的这种哀情 是复杂的深沉的 诗人在表达出真诚的 十爱十国基实情的同时 也流露了对蒙难君王的伤道 因此 我们说全诗是对国破家王的深切剧痛 是礼堂盛世的网歌 也是国事衰微的悲歌 诗的结构波折跌宕 欲曲有志 以哀其险 世事是哀 哀即生乐 写礼 阳极度意乐生火 又乐极生悲 写人死国王 把哀痛推向高时潮 这种由眼前到回忆 由回忆到现实的过程描述 给人造成一种波澜起伏 淤曲难伸 惆怅百节的感觉 情深情长 淒淒哀滅 寒饮无穷 独之令人肝肠寸断 第九十二章 作者 杜福 长安城头头白屋 夜飞檐秋门上呼 又向人家拙大屋 屋底达官走壁石湖时 金边段折酒马死 骨肉不带铜池躯 腰下宝青山湖 可怜王孙气鹿鱼 问之不肯道姓名 但道困苦岂为石弩使 已经百日窜荆棘 身上无有顽肌肤 高地子孙晋龙准 龙肿自语常人书 豺狼在一龙在野 王孙善宝千金曲 不敢长羽林 石石交石石曲 且为王孙力思虚 昨夜东风吹血腥 东来驼驼满旧都 朔方见而好身手 西河永瑞金河鱼 窃闻天子已传位 盛德北夫难缠语 花门离面晴雪齿 圣物出口他人居 哀哉王孙圣物书 武灵家气吴时吴 诸解 一 燕秋门 唐宫苑西门 出此门 即由便桥渡渭水 自咸石阳石大道 王马为 二 九马两句 只玄宗快马打鞭 急于出奔 丢下李家骨肉而去 三 豺狼在意 指安禄山在洛石阳石称帝 四 龙在野 指玄宗出奔在属 五 朔方两句 指歌书汉首同关的河龙 朔方捐二十万 为安禄山大败事 六 圣德句 后汉光武帝时 凶石奴石两分为南北 南潭鱼 南凶石奴石王 前使称臣 这里指宿宗吉位后 回合层前使劫好 愿主唐平乱 七 花门 花门山堡在居沿海 在京甘肃 北三百里 是回合骑兵驻地 故介意指回合 八 面 即离面 古兄石奴石俗 以戈面流血 表示忠诚哀痛 九 圣武剧 浅浅亦云 当时降贼之臣 必有围贼耳目 搜捕黄孙飞主 以献奉者 所以这里这样说 据 迷豪 阴善四夫爵石 比喻有人会暗中真事 十 武陵 长安有汉武陵 即高帝长陵 惠帝安陵 景帝诗阳石陵 武帝茂陵 朝帝平陵 恰好玄宗以前的唐室 也有武陵 即高祖县陵 太宗昭陵 高宗乾陵 中宗定陵 瑞宗侨陵 诗鸿宝 读读说 以为此就唐武陵言 非戒汉为比 亦非西用字面 十一 佳契 指令目间欲聪聪之气 原是旧时堪瑜伽的风水之说 十二 吴时吴 意味随时都有忠心的希望 愿意 长安城头 助力着一只白头乌鸦 夜幕了 还飞进阎秋门上叫哇哇 这怪物 又向大关底宅着个不停 吓得达关门 未必十湖十人逃离了家 玄宗出奔 折断金边 又累死九马 黄金国妻 来不及和他一同屈驾 有个少年 腰间佩戴玉快和珊瑚 可怜喝 他在路旁哭得嗓子嘶哑 千问万问 总不肯说出自己性命 只说生活困苦 求人收他做食奴食雅 已经有一百多天 逃窜荆棘从下 身上无完肤 遍体式裂痕和伤疤 凡是高地子孙 大都是鼻梁高直 龙肿与不一相比 自然来得高雅 豺狼在成成地 龙肿却流落荒野 王孙喝 你一定要珍重自己身价 在十字路口 不敢与你长时时时 交时时谈 只能站立片刻 时时交时时 待你重要的话 昨天夜里 东风吹来 阵阵血腥味 长安东边 来了很多骆驼和车马 北方军队 一贯是时时交 时时站的好身手 往日永时猛 如今何以就流水落花 私下听说 皇上已把皇位传太子 南滩于派世拜扶 胜得安定天下 他们各个搁面 请求血耻上前线 你要守口如瓶 以防暗叹的缉纳 多可怜何王孙 你万万不要疏忽 武陵之气聪裕 大唐忠兴有望呀 平息 唐玄宗天保十五年 七百五十六 六月九日 同关失守 十三日玄宗奔署 紧邪贵妃姊妹几人 其余妃嫔 皇孙 公主 皆不及逃走 七月安禄山部 将孙孝哲攻陷长安 先后杀戮 霍长公主以下百余人 诗中所指王孙 应是大难中的幸存者 事先追忆 安事祸乱发生前的征兆 接着写明皇尾 弃王孙 匆促出奔 王孙流落的痛苦 最后密告 王孙内外的形势 叮咛王孙自珍 等待河山光复 全诗写景写情 皆诗人所目睹耳闻 亲身感受 因而情真一切 当人胸怀 叙事明镜利索 与其真实亲切 写同情触见其神 写对话触见其情 写一论处见其真 写希望触见其切 诗诗之所以称诗诗者 盖在于此也 第九诗三章 作者 唐玄宗 夫子和伪者 熙熙一代中 帝游邹事役 宅吉鲁王公 探奉皆身痞 商林院道琼 金看两营殿 当与孟诗童 祝姐 一 熙熙 忙碌不安 至孔子周游列国 二 春秋十鲁地 在今山东屈腹县东南 孔子复书梁哥为义大夫 孔子出生于此 后前屈腹 诗意 人帝 三 宅吉沟 相传汉鲁贡 公 王刘宇 景弟子 曾坏孔子旧宅 以广齐吉生堂 闻金石丝竹之音 乃不敢坏 第九十四章子喊 子曰 凤鸟不治 何不出途 无疑已夫 说凤治象征圣人 出而受睿 金凤皇既不治 故孔子 虽有身不能亲见圣之谈 否 不通畅 第九十五章谈弓上 既孔子曾与子共云 于愁息之夜 坐垫于两营之间 与戴江死也 因此 人死后 灵就停于两营之间 孔子为阴人之后 故从梦境中 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两营殿玉祭祀的 庄严隆重 两营 指殿堂的中间 第九十六章 营 堂前直住 殿 至戒 愿意 孔老夫子一身奔波 究竟有何所求 茫茫碌碌周游列国 急物彼露世俗 先生诞生于邹氏义 后来迁居屈腹 这宅院 鲁王源想毁他 而阔建功夫 孔子曾经叹息 凤皇不治生不逢时 见麒麟 他伤心哭说 我已穷途末路 而今到此 瞻仰两营间对他的祭奠 与他当年梦见作响期间 并无不输 平息 唐开元二十三年 七百三十五 玄宗亲记孔子而做此事 诗意在感叹孔子的际遇 孔子一生生活复杂坎坷 诗之选择他的 欺皇不遇的一面 简单起言 就概括了孔子生活复杂坎坷 诗之选择他的欺皇不遇的一面 简单起言 就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大事 首两句是叹息 三 四句是叹美 五 六句是在叹息 后两句在叹美 处处用点 句句窃题 整齐有序 一丝不乱 第九十七章 望月怀元赏息 作者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识人愿摇曳 竟稀起相思 灭竹连光满 批一绝路姿 不堪迎首赠 还寝孟家妻 诗解 一灭竹两句 刻画相思时 心神恍惚 不觉从室内走到室外 十爱十月灭竹 陆梁批一 血尽无眠 练一 一轮皎洁的明月 从海上徐徐升起 和我一同仰望的 有远在天涯的一 有情十人天各一方 同愿长夜之难挨 孤身彻夜不成眠 辗转返策起相思 聂竹欣赏明月喝 清光淡淡陷满地 起身披衣去闲散 呼绝路珠亲人机 月光虽美男采邪 送他给远方亲人 不如还家睡觉 或可梦见相会家妻 平夕 此时乃望月怀寺的明天 邪警抒情并举 情景时时交时时时容 诗人望见明月 立刻想到远在天边的亲人 此时此刻正与我同望 有怀远之情的人 难免中夜相思 彻夜不眠 身居室内 灭竹望月 清光满屋 更绝可施爱使 披衣出户 露水沾润 月华如炼 以家陶醉 如此境地 忽然想到月光虽美 却不能采邪 以赠远方亲人 倒不如回到室内 寻个美梦 或可欺得欢愉的约会 诗的意境幽静秀丽 情感真挚 层层深入不稳 语言明快铿锵 细细品味 如常橄榄 鱼竿无尽 海上声明月 天涯共此时为千古家具 意境雄浑豁达 宋渡少府之刃蜀州赏西 作者 王伯 成雀府三秦 风烟望武金 与君离别役 同事换游人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无为在其路 而女共沾金 注解 一 成雀 至唐代 都城长安 二 府 护卫 三 三秦 现在陕西省一带 府三秦 即以三秦为府 四 武金 四川境内 长石江石的五个渡口 练义 古代三秦之地 拱护长安成员宫阙 风烟滚滚 望不到蜀州 民石江石的武金 与你握手作别时 彼此间心心相印 你我都是远离故乡 除外做官之人 四海之内 只要有了你 知己呀知己 不管远隔在天涯海角 都像在一起 请别在分手的骑路上 伤心的痛哭 相多情的少年男食女 彼此泪落占衣 平息 此诗是送别的名作 诗意未免误在离别之时悲哀 七句严整对仗 三 四句以散吊成枝 以时转须 闻情跌宕 第三连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其风突起 高度地概括了有情深厚 诗将石山难祖的情景 尾词自助 传至千古 游口皆碑 尾连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 气脉流通 意境旷达 一席古诵别诗中的悲凉 七窗之气 音调爽朗 清新高远 独树悲诗 第九十八章 作者 洛宾王 于尽所尽元西 是法听事也 有古槐树竹烟 虽生亦可知 同音众文之古术 而听诵司在 吉州少博之甘堂 美至西照 低诗音时 秋缠书饮 发声忧息 有切长文 其人心意于恼时 将宠享悲于前厅 皆乎 生以动容 得以向贤 故节其身也 禀君子达人至高行 退其疲也 有先读语化至灵字 后时而来 顺时音 时阳时之术 应节为便 审藏用之机 由穆斯开 不以道婚而媚其事 有意自博 不以俗后而以其真 尹桥树之威风 韵自天纵 尹高秋之坠路 轻未人之 朴实陆坚鱼 遭是挥墨 不哀伤而自愿 未遥落而先衰 文慧孤之留生 物凭反之以奏 见唐狼之报应 窃微积之未安 感而坠尸 遗诸之己 竖情言雾应 哀若雨之飘零 道计人之 泯于生之寂寞 非未闻墨 取代悠悠云耳 西路缠声唱 南观客思深 不堪玄并影 来对白头饮 路重非难尽 风多响一尘 无人性高解 谁未表于心 诸解 一 虽生意两句 东进阴众文 见大司马桓 石温石府中老槐树 探约 此树婆娑 无辅生意 借此自探 其不得志 这里极用其事 二 而听诵两句 传说周代赵伯寻行 听民间之诵 而不烦老百姓 就在甘唐 即唐离 下断案 后人因相戒 不要损伤这数 赵伯 即少公 周代燕国始祖 明 因封义在赵 金陕西 祁山西南 而得名 三 朗石 前石 四 将 易祸 五 灰 捆绑罪犯的绳索 这里是被囚禁的意思 六 坠尸 成事 七 西路 指秋天 第九十九章 九 玄殡 指缠的黑色翅膀 这里比喻自己正当盛年 十 白头尹 岳府取名 岳府诗集解题 说是暴照 张正健 于是男诸作 皆自伤轻职 却遭污霸 两句意味 自己正当玄殡之年 却来莫颂 白头尹那样哀怨的诗句 愿意 囚禁我的牢房的西墙外 是寿案听诵的公堂 那里有树诸谷槐树 虽然能看出他们的勃勃生机 与东晋音众文所见到的槐树一样 但听诵公堂在此 像周代赵博巡行在堂树下断案一般 每到傍晚 太石阳时光倾斜 秋缠鸣唱 发出清幽的声息 妻妾悲凉 超过先前所闻 难道是心情不同往昔 亦或是重想比以前听到的更悖 哎呀 缠声足以感动人 缠的德性足以象征贤能 所以 他的清廉简信 可说是秉承君子达人的崇高品德 他退皮之后 有羽化登上仙境的美妙身姿 等待时令而来 遵循自然规律 适应季节变化 洞察隐居和活动的时机 有眼就瞪得大大的 不因道路昏暗而不明其事 有意能高飞 却自甘谈薄 不因世俗浑浊而改变自己本质 在高树上临风吟唱 那姿态声韵真是天赐之美 引用深秋天雨下的露水 洁身自好 深怕为人所致 我的处境困忧 遭难被囚 即使不哀伤 也时时自愿 像树叶未曾凋零 已经衰败 听到缠鸣的声音 想到昭雪平反的奏章 已经上报 但看到螳螂欲捕名缠的影子 我又担心自身危险尚未解除 触景生情 感受很深 写成一诗 赠送给各位知己 希望我的情景能应鸣禅争照 同情我向微小秋禅般飘零境雨 说出来让大家知道 怜悯我最后悲鸣的寂寞心情 这不算为正式文章 只不过聊以解忧而已 深秋季节 西墙外 寒蝉不停的鸣唱 缠声把我这囚徒的愁绪带到远方 怎堪忍受正当悬殡圣年的好时光 独自吟诵白头吟这么哀怨的诗行 路中赤薄玉飞 不能事态多么炎凉 风多风大声响一陈南宝 自身芬芳 无人知道 我像秋禅般的清廉高节 有谁能为我表白 冰晶玉节的心肠 平息 唐高宗一奉三年 六百七十八 诗人千任诗玉史 因上书论事 触怒午后 北无下狱 诗作于此事 诗人以禅的高节 玉己的清廉 守连戒禅生起性 引起刻思 由难关窃体 汉连以不堪和来队的流水队 阐罚无我之关系 揭露朝政的丑恶和自我的欺伤 景连运用比喻 以路重 风多 预示到污浊环境恶劣 非难尽 欲涣海浮沉 难尽 想一尘欲言论受压 伪连以禅的高节 欲己的品实性时 结局以摄问点出 冤欲未血之恨 这是一首很好的永务诗 借永务欲抒情 满腔中分 一语言表 第100章 作者 杜沈炎 独有患游人 偏经悟厚心 云霞出海蜀 梅柳渡十江十春 书气催黄鸟 晴光转绿平 胡闻歌谷调 龟死欲沾金 注解 一 和 只用诗应答 二 晋陵 县十江石苏省常州市 三 舒气 和暖的天气 四 谷调 只录成写的诗 及题目中的 早春游望 略异 只有远离故里外出 做官之人 特别闽石感 自然雾后 转化更新 海上云霞灿烂旭日 即将东升 十江十南眉红柳绿 十江十北 雀才回春 和暖的春气 催促着黄音歌唱 晴朗的时阳时光下 绿平颜色转身 忽然听到你歌音古谱的曲调 勾起归四情怀 令人落泪沾金 平息 音物感兴 吉井生情 诗人写自己 患游他乡 春时光满的 不能归行的伤情 诗一开头就发出感慨 说明离乡患游 对意图之物后 才有惊心之意 中间二连句 提写惊心 写十江十南新春景色 诗人怀念中原故土的情义 伟连点名思归 和道出自己 伤春的本意 诗采用你人手法 写十江十南早春 历历如画 对杖工整 结构细密 字字锤炼 第101章 作者 沈七 文道黄龙须 贫年不解兵 可怜归李月 常在汉家营 少时赴金春意 良人昨夜情 谁能将旗鼓 意为取龙城 诸解 一 文道 听说 二 解兵 撤兵 三 良人 古时妻子对丈夫的称呼 四 龙城 古凶石奴石祭天的地方 陷在蒙古境内 这里指敌人的首要地区 润役 听说黄龙刚驻遍的房地 连年打仗 一直未曾罢兵 这诗诗团 诗诗可诗爱诗的 龟中明月 如今却常照汉家的军营 少时赴 今夜四复春时 心密实意 良人也在回想 别离柔情 谁能够带领一支好军队 一举功取龙城 结束战争 平息 这首诗 即写龟中 龙少时赴 与赛上征人的两地相逸 其句先说 未须黄龙刚编土 年年不休 接着写一对青石人各自东西 同批月光 归中营中 清辉共照 柔情相逸 彼此黯然伤神 共同的愿望是 有个名将能率领军队 一举破敌 结束战争 使天下亲人 诗诗团诗诗句 全诗书发厌恶战争 渴望和平的心绪 清调七创 但不消极 于浅一身 耐人寻味 第102章 作者 宋之问 诗阳十月南飞燕 传闻至此回 我行书未已 何日复归来 诗将诗境朝出落 临婚障不开 明朝望相处 应见龙头眉 诸解 一 诗阳十月 诗阴十历十月 二 障 就指南方山林间 诗时热治病之气 三 龙头眉 其地气候和暖 故十月即可见眉 旧是红白眉家道 故有眉岭之称 龙头 即为岭头 练义 诗阴十历十月的时候 大雁就开始南飞 据说飞到大鱼岭 他们就全部折回 瞭不尽 我却行乘未止远设岭南 真不知何日何时 我才能预设归来 潮水退落了 石江石面静静地泛着涟漪 深山老林昏暗暗 瘴气浓重散不开 来日 我登上高山顶 向北遥望故乡 亦或能看到 那山头上出放的红梅 平夕 大耕岭为五岭之一 古人以此为南北分界 由北燕南飞至此 不过岭南之传说 诗事作者流放青州 途经大耕岭时所作 全诗写贬者岭南的伤感 于旅途中抒发诗情怀 开头以笔星入手 写望艳丝香 再写岭南敬恶 更趁怀乡情怯 最后两句由写景转为抒情 按其能见到红梅采迹清卷 以表忠情 诗旨在写愁 却为着愁字 情至七晚 愁训满怀 以情不景 以景脱情 情真意切 柔婉动人 第103章 作者 王湾客入青山下 行舟绿水前 朝平两岸阔 风筝已翻旋 海日生残叶 石江石春入旧年 香疏何处打 归艳落石阳始变 注解 1. 刺停留 2. 残叶 天快亮时 3. 石江石春聚 还没到新年石江石南 就有了春天的音讯 4. 归艳聚 古时传说艳能带信 这句的意思是 希望北归的大雁 能将家信带到故乡落实洋食 愿意 游客路过苍苍的北顾山下 船泛着湛蓝的石江石水向前 春朝正掌 两岸石江石面更宽阔 顺风行船 恰好把范儿高悬 红日冲破残叶 从海上升起 石江石上春早年底 就春风拂面 寄去的家书 不知何时到达 请问归艳几时飞到洛诗阳石边 平夕 这首诗写冬末春初 旅行石江石中 急紧生情 而起相仇 开头 以对偶聚发端 写神词故里的漂泊积虑之情怀 次连写朝平 风筝的石江石上行船 情景恢弘扩大 三连写浮晓行船的情景 对账隐含哲理 形容景物 妙诀千古 给人积极向上的艺术魅力 伟连渐艳思亲 与首连呼应 全诗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相似酬绪 海日生残业 石江石春入旧年 不诗诗愿奇葩 艳丽千秋 第104章 作者 常见 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临 屈静通幽处 蝉房花木深 山光月鸟 石姓时 谈影空人心 万赖此聚迹 为文中庆音 筑解 一 破山寺 吉兴福寺 金石江石苏省 长熟市北 二 万赖 一切声响 三 庆 和尚念经时 敲的一种乐器 略异 清晨我信不来到破山寺 潮石阳石映照着高高的树林 曲折山道 通向幽静处所 蝉房深藏之处 花魁缤纷 山光秀丽 一跃群鸟 时性时情 碧潭应影 净化人的心灵 自然界的声音全然消失 只听到院里的钟情声音 平息 诗指在赞美后禅院景色之幽静 抒发寂情山水之胸怀 诗人清晨登场熟现的破山 入破山寺 吉兴福寺 在旭日出生 光照山林的景色中 表露礼赞佛语之情 然后走到幽静的后院 面对美妙的佳境 忘情的欣赏 寄托自己顿时情怀 曲静通幽处 蝉房花木深 意境尤其静静 起居队偶 汉连凡儿队的不工整 虽属武律 却有古体诗的风韵 第105章 记作是时宜赏西 作者 岑申 连部曲丹臂 分曹县紫薇 小随天仗入 木惹玉相归 白发碑花落 青云现鸟飞 圣朝无缺事 自绝见书戏 诸解 一 曲 小步而行 表示上朝时的敬意 二 单臂 宫殿前图红期的台阶 三 分曹聚 十层身为幽补雀 蜀中书省 在殿武之右 称右省 也称紫徽省 紫薇 本指星座 因其成平帆的形状 故取向以为誉 薇 移座位 操 官属 县 界县 四 雀 通缺 补缺和时宜 都是剑官 意思就是以讽建 弥补皇帝的缺失 绿义 我们并排走向朝廷的红色台阶 然后分别站在左省右省的列队 福晓随着宫廷仪仗队进去朝拜 黄昏时浑身沾满玉炉香气回归 满头白发 力不从心 未落花流泪 羡慕别人 如鸟入青云 展翅高飞 贤明的朝廷 没有什么缺失遗漏 自己觉得建议的奏书越来越稀 平息 唐素宗智德两年 七百五十七 诗人由杜甫的推荐而任幼不缺 次年写此诗 诗是头赠有人杜甫的 因而描写建议官左诗仪的官时场生活 然后自商耻目 无法尽力 规劝别人继续进去 笔法隐晦 曲折的书发内心之忧愤 此早艳丽 雍容华贵 赠梦浩然赏息 作者 李白 吴时爱时梦夫子 风时留天下文 红颜气轩勉 白手握松云 罪月贫重盛 梅花不适君 高山安可养 徒此一清分 诸解 一 红颜 只年轻的时候 二 宣免 只官职 宣 车子 免 高官带的礼貌 三 我松云 隐居 四 终胜 终酒 就是喝醉的意思 五 清分 直美德 论意 我敬重 孟浩然先生的庄重潇洒 他为人 高尚风石流倜躺 闻名天下 少年时彼是功名 不识爱石冠冕车马 高龄白手又归隐山林 并起沉杂 明月夜常常饮酒醉的非凡高雅 他不是君王迷恋花草 胸怀豁达 高山市的品格 怎么能仰望着他 只在此一境 他芬芳的道德光华 平息 全时推崇孟浩然 风雅潇洒的品格 首连点题 抒发了对孟浩然的亲目之情 二 三两连 描绘了孟浩然 摒弃观止 白手归隐 醉月终酒 泥花不适的高雅形象 伟连直接抒情 把孟氏的高雅比为高山巍峥峻拔 令人抑制 诗采用抒情 描写抒情的方式 以一种舒展畅叹的语调 表达诗人的静母之情 渡经门送别赏西 作者 李白 渡远经门外 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也见 诗将识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境 云生解海楼 仍连故乡水 万里送行舟 住解 一 经门 山明 在湖北省 宜都县西北 二 海楼 海市渗楼 三 故乡水 只长石江石 李白早年 住在四川 故有此言 愿意 自建门之外的西蜀 沿石江石东下 来到了楚国境内 做一次旅游 崇山随着荒野出现 渐渐是尽 长石江石 进入了莽园 也缓缓而流 月影倒映 石江石中 像是飞来天境 云层地垢成锅 换出海市蜃楼 我依然连石爱石 这来自故乡之水 行成万里 继续飘送我的行舟 平夕 唐开元十四年 七百二十六 诗人怀着仗剑去国 此亲远游之情 出属东下 此诗即在旅游途中所作 从诗意看 诗人与送行者同舟共发 是在舟中吟诵的 清朝沈德前认为 诗中无送别意 诗中送别二字可删 是不缺的 这首诗虽意在描绘山水 然而仔细揣摩 送别之意犹在 足见传笔功夫 山随平也尽 石江石入大荒流 与杜甫的星垂平也阔 月永大石江石流 可比功利 或认为 李氏行舟浏览 杜泽亭舟细看 此说颇事在理 第106章 作者 李白 青山横北锅 白水绕东城 此地亦为别 孤鹏万里征 拂云有紫意 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私去 萧萧斑马鸣 注解 一锅 城墙外的墙 指城外 二 鹏 草明 枯后随风飘荡 这里欲有人 三 自 现在 四 斑 分别 愿意 青山横卧在 城锅的北面 白水泱泱地 环绕着东城 在此我们一道 握手掩别 你向鹏草 飘泊万里远征 由此心思恰似天上浮云 西石阳诗于灰 可比南蛇有情 频频挥手作别 从此离去 马儿也为西别生生思鸣 平西 这是首颂别诗 充满诗情话译 首连宫队 写得别开生面 先写作别处的山水 青山横跟外城之北 白水环绕 东城潺流 此两句 以青山对白水 北国对东城 青 白相见 色彩明丽 横字刻 出山之境态 绕字画出 石水之洞石态 如此描摹 挥洒自如 秀丽清新 中间二连窃体 写分手时的 离情别叙 前两句 写对朋友 漂泊生涯的关切 落笔如行云流水 舒畅自然 后两句写一一惜别的心情 巧妙地以浮云 落日作笔 来表明心意 写得有景有情 情景时时交 时时时容 第107章 尾连更近一层 抒发难舍难分的情绪 画用 诗经 小雅第108章 句 嵌入班字 写出马游 不愿离群 何况人呼 轰出浅犬情意 真是鬼斧神功 诗写得新颖别致 风采书意 色彩鲜艳 语言流畅 情意婉转含蓄 自然美与人情 美水时辱 时时时交 时时时容 别是一番风味 第109章 听蜀僧俊弦弹琴赏西 作者 李白 蜀僧暴律起 膝下额眉风 为我一挥手 如听万贺松 刻心系流水 于响入霜中 不觉碧山目 秋云暗几重 诸姐 一 律起 秦明 晋傅玄 秦傅絮 司马相如有律起 相如是蜀人 谈者是蜀僧 故以律起切智 二 一 加强语气的筑词 三 挥少 指弹琴 四 流水 相传春秋时 中子七能听出 薄牙琴中的曲意 时而是志在高山 时而是志在流水 薄牙乃许为之音 见烈子汤问篇 这句是说 课中的情怀 听了高山流水的曲意 未知一喜 五 霜中 指终生 山海经 丰山有九种烟 使之霜明 郭仆柱 霜降 则终明 故言之也 如霜中 鱼音与终生时时交时时流 兼欲入知音者之耳 略异 四川僧人抱谈鸣琴绿起 他是来自巴蜀的峨眉峰 他为我挥手弹奏了名曲 好像听到万鹤松涛雄风 高山流水音调一喜情怀 鸟鸟鱼音融入秋天霜中 不知不觉 青山以皮暮色 秋去也似乎暗淡了几重 平息 此时是写听蜀地一位和尚弹琴 即写琴声之入神 开头两句 写他来自故乡四川 表达对他的倾慕 汉连写弹琴 以大自然的万鹤松涛声作笔 令人感到琴声之不凡 景连写琴声荡敌胸怀 使人心旷神怡 回味无穷 伟连写句 时经时会神听琴 而不知时日将近 反衬弹琴之高妙诱人 全师一气呵成 势如行云流水 明快畅达 叶伯牛 主怀骨 赏西 作者 李白 牛主西石江十夜 青天无片云 灯州旺秋月 空意谢将军 于意能高涌 思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 风雁若纷纷 诸解 一 西石江十 古称约自南京至今 石江十夕一段长 石江十为西石江十 牛旭也在西石江十这一段中 二 谢将军 东进谢上 今河南太康县人 关镇西将军 镇守牛主石 秋夜泛州赏月 是袁红在运租船中 勇已坐勇史诗 因此都很好 遂大家赞赏 邀气前来 谈到天明 练异 秋夜行舟 停泊在西石江十牛主山 天空湛蓝湛蓝 没有一丝油云 我登上小船 仰望明朗的秋月 突然记起了 东进的谢上将军 我也是一个 善于吟唱的高手 但石弦的谢上 如今难得有闻 知音难遇 明早之好挂翻远去 前景宛若深秋 枫叶飘落纷纷 平息 望月怀骨 抒发不欲知音之伤感 守连开门见山 点名牛主夜博 及其夜景 汉连由望月过渡到 怀骨 从谢上文 袁洪勇史事件中 领略到对于文学的 实爱实好 和对才能的尊重 是与地位高低无关的 景连是由怀骨 回到现实 发出感慨 抒发不欲知音的 深沉赶溃 墨连荡开协景 想象明朝挂翻 远去的情景 烘托不欲知音之 凄凉寂寞 协景清心眷勇 而不粉饰抒情 豪爽豁达 而不扭泥作态 诗为武律 却无队友 有人认为 李白才高 放一步击 兴之所致 随口讽诵 不顾及队友 此说自有其理 第110章 作者 杜甫 国破山何在 成春草木深 赶诗花见泪 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白头骚更短 魂欲不胜簪 注解 一 国破 只国都长安 被叛军占领 二 赶识句 因感叹时事 见到花也会流泪 三 魂 简直 四 不胜簪 因头发短少 连簪子也差不上 练义 长安沦陷 国家破碎 只有山河依旧 春天来了 晨空人稀 草木茂密深沉 赶商国事面对防花 南晋剃类四箭 亲人离散鸟明惊心 反决增加离恨 历春以来战火贫连 已经蔓延三月 家在周音讯难得 疑信抵直万金 绸续缠绕 骚头思考 白发越骚越短 头发脱落 既短又少 简直不能插簪 平息 唐玄宗天保十五年 七百五十六 七月 安氏叛军攻陷长安 宿宗在零五级位 改元智德 杜甫在投奔零五图中 被叛军扶至长安 次年 至得二年 写此诗 诗人目睹 沦陷后的 长安之萧条凌落 深历逆境 私家情妾 不免感慨万端 诗的一 二两年 写春城拜相 饱含感叹 三 四两年 写心念 亲人近况 充以离情 全诗沉着运戒 真挚自然 反映了诗人热 诗爱 诗祖国 眷怀家人的感情 金人徐英配 周荣泉等 凭此诗约 一脉贯通而平直 情景兼备而不游离 感情强烈而不浅露 内容丰富而不舞杂 革律严谱 此论颇为妥贴 家书底万金 亦为流传千古之名言 第111章 作者 杜福 今夜夫周月 归中止读刊 摇连小儿女 未解一长安 香吾云还诗 清辉玉石碧寒 何时已虚晃 双兆泪横肝 祝姐 一 周 县陕西省复县 二 云环 妇女的鬓发 三 清辉 指月光 四 虚晃 薄而透明的违障 五 双照 月光照着诗人和妻子 绿意 今晚圆圆的秋月 多么皎洁美好 你在周规中 却只能一人读看 我要想那些 可识爱识的小儿幼女们 还不理解你望月怀人思念长安 夜深露重你乌云式的头发湿了 月光如水你如玉的臂膀可受寒 何时能一威供赏青沙般的月华 让月华照干我俩满是泪痕的脸 平夕 这首诗作于智德元年七百五十六 十年八月 杜甫邪家陶难周 自己投奔领五的宿宗行载 被叛军辱至长安 诗是秋天月夜的怀妻之作 望月怀思 自古皆然 但诗人不屑自己望月怀妻 却设想妻子望月怀念自己 幼已儿女 因为年幼 未解母亲亦长安之意 衬出妻之孤独 欺然 进而盼望聚首相乙 双召诗诗团诗诗团诗语 反映了乱离时代人民的痛苦之情 辞职晚切 章法紧密 写离情别叙 感人肺腑 第112章 春宿左省赏西 作者 杜甫 花银夜圆木 啾啾七鸟锅 兴林万户洞 月磅九霄多 不寝听今月 阴风响于刻 明朝有风事 数问夜如何 诸解 一 夜圆 阴门下省 中书省地处左右两边 向人的两页 门下省为左页 二 金药 指开宫门的锁药声 三 磕 马铃 四 风事 尘下上书奏事 防有泄漏 用黑色带子密封 古称 练异 左边垫矮墙遮影花丛 日以将木 投诉的鸟 一群群鸣鸣叫着飞过 星灵宫中 千门万户似乎在闪烁 靠近天庭 所得的月光应该更多 夜不赶寝 听到宫门开启的要索 晚风萨萨 响起上朝马铃的音波 明晨上朝 还有重要的大事要做 心里不安 多次的探问 夜露几何 平息 诗作于左诗一刃上 继续了沉静直肃 夜不敢昧的诗况 反映了这诗 诗人不过是个 小心谨慎的惯例罢了 字里行间 也流露诗人的 忠实爱诗之情 诗开头两连写景 后两连写情 字幕置业 在字业至小 字小至名 结构严谨而又灵活 叙述详明而有变化 智德二载 福自京京光门出 尖道归凤祥 千元出从左诗一仪化周院 语 作者 杜福 此道西归顺 西郊十湖是正凡 至今残破胆 应有未招魂 晋得归京义 宜观起至尊 无财日衰老 驻马望迁门 驻姐 一 此道 指京光门 二 西归顺 只致得二载头奔祥使 长安西边的石湖时期 正甚凡乱 三 石湖时 这里指安路山部队 四 晋得 指败左时宜 五 京义 指化周 阴系基县 距京城长安不远 六 宜观距 这里固执赫兰晋明之禁禅 其实也多少含有对宿宗的劳师骚使 其至尊 起出皇帝之意 七 牵门 原子宫中的门户 这里借待宫殿 愿意 当年由金光门这条路 去投奔凤祥 长安西郊 到处是安室叛军正作乱 直到如今想起来 仍叫人心惊胆战 有人神魂尚未召回 依然诚孔诚惶 我拜尽的左时宜 回到了京基地方 贬我化周苑 这只一难道出自至尊 算了吧 我这庸才 已逐日衰老殡仓 告别长安 驻马回望千门宫殿盐房 平夕 智德二载 七百五十七 作者自金光门出 由小路投奔凤祥宿宗 任左时宜 十月随宿宗返长安 次年 千元元年七百五十八 被贬华周任司公参军 又出金光门 感慨万端 然而 作者在诗中写道 宜观起至尊 不敢归怨于君 而以无才日衰老自责 不忍去君 留恋固执 见得分明 第一百一十三章 月夜一设地赏西 作者 杜福 虚谷断人行 秋边一雁声 路从金夜白 月是故乡名 有地皆分散 无家问死生 计数长不达 旷乃未修兵 注解 一 须骨 须楼上的羹骨 二 边丘 一座秋边 秋天的边境 三 长 一直 老是 练一 须楼想过羹骨 路上断了行人行影 秋天的边境 传来孤艳悲怯的名声 今日正是白鹿 忽然想起远方兄弟 望月怀思 觉得顾湘悦尔更远更明 可怜有兄弟 却各自东西海角天涯 有家若无 是死是生我何处去打听 平时继续书信 常常总是无法到达 更何况烽火连天 叛乱还没有治平 平息 诗作于前缘两年 七百五十九 这是安史之乱尚未治平 做教师于战乱中 颠沛流离 历尽国难加忧 心中满腔悲愤 望秋月而思念手足兄弟 寄托迎怀家国之情 全诗层次井然 首尾照应 结构严密 环环相扣 聚聚转成 一气呵成 路从今夜白 越是故乡明具 可见造具的神奇矫健 第114章 作者 杜甫 梁风起天末 君子亦如何 红艳几十道 十江十湖 秋水十多 文章曾命达 痴媚喜人过 应供冤魂雨 头诗赠密罗 注解 一 天末 由天边 二 君子 直里白 三 文章句 意味有文才的人 总是薄命遭忌 四 痴媚句 意味山石 惊石水鬼 在等着你经过 以便出而吞石石 有水深波 石浪石阔 无始交龙得 一增一喜 遂令诗人无止身地 五 因共聚 因屈原被缠寒冤 头十江十而死 与李白之寿往篡身 有共通处 往夜郎又须经过密罗 故也应有可以供语处 六 密罗 密罗十江时 屈原自陈处 在京湖南乡石阴实现 愿意 梁峰时习时习时 习时来自天边的夜郎 老朋友啊 你心情可还舒畅 红艳何时能烧来你的阴线 石江十湖水深 总有不平的风时浪时 有文才的人 往往拨命遭忌 鬼怪正喜人经过 可作食粮 你与屈原有 共冤共语之处 请别忘了 头诗祭奠密罗石江时 平夕 李白于智德二载 七百五十七 因勇王之最受牵连 流放夜郎 行至乌山御舍的还 杜甫于前元二年 七百五十九 作此诗 眷怀李白 设想他当陆经密罗 因而以屈原御之 其实 此诗李已御舍 泛舟洞庭了 因凉风而念固有 望秋燕而怀思 文人相众 陌路相亲 悦然之上 第一百一十五章 凤吉义重送 阎公四孕赏西 作者 杜甫 远送从此别 青山空父亲 几十杯重拔 昨夜月同行 列郡欧歌西 三朝出入戎 十将十村独归处 寂寞养残生 注解 一 几十两句 这是道庄 意味想起昨夜在月光下举杯 送别的深情 不知几十重得此会 二 列郡 指东西两川鼠疫 三 三朝 指玄宗 宿宗 代宗三朝 四 出入戎 指言五蝶居重位 五 十将十村聚 指送别后 独自回到 幻花西边的草堂 愿意 远送阎公到了凤济 从此别离 人去山空 只有别情绵绵一一 我们何时才能 重新拔展长坛 昨夜月下 对杯青中多么投机 八蜀各郡 欧歌惋惜你的离任 连续三朝 你认将相真不容易 分手后 回到幻花西边草堂 越发觉得 我这残生淡泊古景 平息 这首诗意 在宋言五奉召海朝 诗人曾认言五幕僚 深得言五关怀 故别离之情一一 自不代言 诗的开头点名远送 可见一身情长 分手商别 自然想到 昨夜鉴别情景 也想何时重逢 接着 欧歌言五入乡出将 都有成就 受到人民的称赞 最后写送别后的 心境的孤独无一 语言质朴寒情 章法 谨言有结 第116章 作者 杜甫 他相复行义 驻马别孤坟 尽类无干土 低空有断云 对其陪谢傅 把贱密徐军 唯剑林花落 应提宋客文 诸解 一 复行义 只一再奔走 二 尽类聚 义为泪流畜土 为之不甘 三 把剑聚 春秋时 无忌闸聘进 路过徐国 心知徐军 十爱 拾其宝剑 即还 徐军已死 遂解剑挂在 坟树上而去 一级早已心许 练义 我东西漂泊 一再奔走 他乡一土 今日歇脚郎舟 来道别你的孤芬 泪水沾湿了泥土 心情十分悲痛 时经时神恍惚 就像低空飘飞的断云 当年与你对齐 比你为晋朝谢安 而今在你目前 向济闸败别徐军 不堪回首 眼前只见这林花错落 离去时 听得黄鹰提声 七创难闻 平息 房在唐玄宗姓蜀时败相 前元元年 七百五十八 为宿宗所贬 杜甫 曾为其尚书利剑 得罪宿宗 险遭杀害 宝应两年 七百六十三 房又进为刑部尚书 在陆玉籍 足于郎州 两年后 杜甫路过郎州 特为老友上坟 做此诗 这是一首道王诗 书写感伤情怀 全诗叙述了生前的 时时交时时网 和坟前的哀悼 前四句写坟前哀愤 后四句写林别流脸 诗写得雍容典雅 又一网情深 写房句句得体 写时时交时时网 自自有情 知欲深情 渗透自理行间 第117章 吕叶书怀赏西 作者 杜甫 细草微风暗 微墙独夜周 星垂平野阔 月永大石江石柳 宁启文章著 观音老并修 飘飘和所似 天地已杀欧 注解 一 微墙 高石耸的桂杆 二 星垂距 远处的星星宛 宛如低垂至地面 使原野更为辽阔 三 月永聚 银色的月光 映着奔流汹涌的 长石江石 四 沙凹 水鸟鸣 练意 微风轻轻地吹拂着 石江石岸盼的细草 深夜石江石边 泊着桂杆高石耸的孤舟 原野辽阔 天边的星星如垂地面 明月在水中滚涌 才见大石江石奔流 我的名气 难道是因为文章著称 年老体弱 想必我为官也该罢休 唉 我这漂泊石江石湖之人 何以相比 活像是飘陵天地间 一致孤苦沙凹 平夕 诗作于戴宗永泰元年 七百六十五 诗人由华州解职 离成都去重庆途中 全诗流露了诗人奔波不遇之情 诗的前半写履业的情景 以写景展现境况和情怀 欲情欲景之中 后半写书怀 抒发自己原有政治抱负 没有想到 却是因为文章而得扬名四海 而幻徒却因老病而被排挤 表现了内心漂泊无一的伤感 字字是泪 生生哀叹 感人至深 星垂平也阔 月永大石江石流 与李白的山随平也见 石江石入大荒流 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118章 作者 杜甫 西文洞亭水 金上岳石阳石楼 吴楚东南彻 乾坤日夜福 亲朋吴一字 老病有孤舟 荣马观山北 平轩替四流 诗解 以吴楚聚 吴楚两地在我国东南 彻分裂 二 乾坤 指日 月 三 戎马 指战争 四 观山北 北方边境 五 平轩 靠着窗户 练义 很早听过 名阳海内的洞庭湖 今日有杏登上湖边的 岳石阳石楼 大湖浩瀚像把吴楚东南隔开 天地像在湖面日夜 荡漾漂浮 漂泊石江石湖 亲朋故旧不计一字 年老体弱 生活在这一夜孤舟 观山以北战争 风火仍未止息 平窗遥望 胸怀家国替泪 石石礁石石流 平溪 代宗大历三年 768之后 杜甫出霞 漂泊两湖 此诗是登月 石阳石楼而望故乡 触景感怀之作 开头写早闻洞庭盛名 然而到暮年 才实现目睹明湖的愿望 表面看有初登月石阳石楼之喜悦 其实意在抒发早年报复至今 未能实现之情 二连是洞庭的浩瀚无边 三连写政治生活坎坷 漂泊天涯 怀才不遇的心情 莫连写眼望国家动荡不安 自己报国无门的哀伤 写景虽指二句 却显技巧 时经时战 抒情虽暗淡落寞 却吞吐自然 毫不费力 第119章 作者 王维 寒山转苍翠 秋水日禅远 以仗柴门外 临风听木禅 渡头于落日 须里尚孤烟 父之皆于岁 狂歌舞柳前 注解 1 须里 村落 2 孤烟 吹烟 2 介于 这里北陪迪 练异 寒山转变得格外欲苍苍 秋水日舒缓地流向远方 我助长助力在茅舍的门外 迎风戏听着纳木禅的吟唱 渡头那边太湿阳时快要落山了 村子里的吹烟一缕缕飘 又碰到陪迪这个介于酒醉 在恰如陶钱的我面前殴狂 平息 这是写景之诗 描绘了幽居山林 超然物外之志趣 因而已介于比陪迪 已逃钱比自己 风光人物 时时交时时替行文 相应成趣 形成物我一体情景 时时交时时时容的艺术意境 抒发了贤居之乐 和对友人的真切情谊 开头二句写景 卓一刻画水色山光之可施爱时 虽深秋 山依然苍翠 水依旧潺流 三、四两句转而写情 以仗柴门 临风听缠 神池渺远 自时由自在 五、六句 右肩写景致 渡头落日 须里孤烟 地道山村风雾 最后两句再写人情 介于五柳 洁身自好 高峰脱俗 风光无限 家之人物疏狂 怎不叫人情去逃然 士气鞠躬队 汉连反而不对 实属不入阁 御守真以为守连与汉连颠倒错乱 如若对调 则凭则格律既不失年 且在意义上比较自然 以仗巨士看 皆看寒山 临风巨士听 皆听秋水 此说有独到之处 第120章 山居秋名赏西 作者 王维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尖照 清泉时上流 竹轩归患女 联动下渔州 随意春芳歇 王孙自可流 住姐 一 明 夜色 二 患女 洗衣服的女子 三 春芳 春草 四 歇 干枯 练意 一场新雨过后 青山特别清朗 秋天的傍晚 天气格外的凉爽 明月透过松林 洒落斑驳的静影 清泉轻轻地 在大石上叮咚流淌 竹林传出 归家喜艺女的 弹笑声 连棚移动了 渔州正下水撒网 任凭春天的芳飞 随时令消逝吧 游子在秋色中 自可流连长阳 平夕 这是一首写山水的名诗 于诗情画意中 寄托诗人的高洁情怀 和对理想的追求 首连写山居 秋日薄木之景 山雨初济 幽静贤世 清心宜忍 汉连写浩月当空 轻松如盖 山泉清烈 流于时尚 清幽明镜的自然美景 景连写听到竹林宣声 看到连夜分批 发现了幻女 渔州 墨连写此景美好 是洁身自好的所在 全诗通过对山水的描绘 济楷研制 寒韵丰富 耐人寻味 明月松奸照 清泉时尚流时乃千古家具 第121章 作者 王伟 青川带长伯 车马去贤贤 流水如有意 沐勤相与还 荒城林古渡 落日满秋山 条地松高下 归来且闭关 住姐 1.贤贤 从容貌 2.条地 远貌 3.且闭关 有闭门谢刻意 练义 清漆西流两岸 林木之冒夜繁 我乘着车马安闲的归隐松山 流水有意于我同去永不回返 木鸟有心 跟我一起眷飞之缓 荒凉的城锅 紧挨着古老渡口 西石阳石的鱼 辉映着京丘的重山 远远地来到松山下安家落户 决心归隐谢绝来客把门闭关 平息 这首诗是写词观归隐图中所见的景色和心情 首连写归隐出发时的情景 汉连写水写鸟 其时乃脱物寄情 写自己归山悠然自得之情 如流水归隐之心不改 如禽鸟 智母之还 景连写荒城古渡 落日秋山 是欲清欲景 反映诗人感情上的波折变化 墨连写山之高 典名归隐之高 结合与世隔绝 不问世事的宗旨 写景写情并举 于写景中寄予深情 层次整齐 景象潇洒 第122章 作者 王维 太乙进天都 连山道海域 白云回望河 青睐入堪舞 分叶中风遍 识音时情众贺书 鱼头人出宿 隔水问侨夫 诸姐 一 太乙 即太一 中南山主风 也是中南山别名 练义 微微的太乙山 高阶天都星 山连着山 一直弯停到海边 白云缭绕回望中 合成一片 青矮迷茫 进入山中都不见 中央主风 把中南东西隔开 各山间山谷迥异 时音时情多变 想在山中找个人家去投诉 隔水询问 那侨夫可否方便 平息 诗指在涌叹中南山的宏伟壮大 首连写远景 以艺术的夸张 急沿山至高远 汉连写近景 身在山中之所见 扑须云气变幻 一步变形 挤一幅寒韵 景连进一步 血山之南北辽阔 和千言万贺的千行万态 墨连写为了入山穷盛 想投诉山中人家 隔水二字点出了 作者远望的位置 全诗写景 写人 写物 动如脱兔 静若淑女 有声有色 意境清新 宛若一幅山水画 第123章 作者 王伟 晚年为浩敬 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 空之反旧林 松风吹解时代 善乐照弹琴 君问穹通礼 鱼歌入谱身 祝解 一 吹解时代 吹着诗人宽衣解时代时的闲散心情 二 君问两句 这是劝章少府达官 也急要他像于乔那样 不因穷通而有得失之患 练义 晚年只图个安静的环境 对事事件件都不太关心 自认没有高策可以报国 只好归引到这幽静山林 松风吹拂我且宽衣解时代 山岳高照 正好弄弦弹琴 君若问穷困通达的道理 请听水边深处鱼歌声音 平息 这是一首赠有诗 全诗着异自述 好敬之志曲 前四句全诗写情 隐含使着伟大报复 不能实现之后的矛盾苦闷心情 由于到了晚年 只好为好境了 景连写隐异生活的情趣 墨连是急紧悟情 以问答形式作解 故作玄解 以不管作答 含蓄而富有韵味 洒脱超然 发人深省 全诗写情 多于写景 三 四句 隐含不满 朝政之劳 是骚使 第124章 作者 王维 不知相机寺 树里入云风 古墓无人静 深山何处中 全生夜微时 日色冷轻松 伯木空谈区 安禅至独龙 注解 一 伯木两句 因似旁空谈 而想到独龙的故事 安禅 只心安然入于清济明镜之境 独龙 这里是积心妄想的意思 愿意 早闻相机似圣明 却不知在此山中 入山树里 登上了高入云天的山峰 这古墓参天 根本没有行人路径 深山中 何处传来隐隐约约的寺中 府厅微时的流泉 轻轻的石抽石器哽咽 山高林密不透日影 松衣寒气游浓 日以江墓 我助力在空际的清潭边 有如禅定深邪安然 一切邪念皆空 平息 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 主要在于描写景物 提议在写山寺 但并不正面描摹 而用测写环境来表现山寺之优胜 云风 古墓 深山 威史 清松 空谈 字字扣合寺院身份 最后看到深谈以空 想到《灭经》中所说的 其实性石爆裂的独龙 已经置石符 欲止僧人之机心望想 已被置石符 布绝诱物到禅里的高深 全师布写寺院 而寺院已在其中 构思奇妙 炼字时经时巧 全生夜微时 日色冷轻松 历代被誉为炼字典范 第125章 作者 王维 万鹤树参天 千山享杜鹃 山中一时夜雨 树苗百重泉 汉女书同步 八人宋玉田 文翁藩教授 不敢以先行 祝解 一 文翁 汉景时为郡太守 正上宽宏 见蜀地纰漏 乃建造学功 又与人才 是八蜀 日渐开化 二 藩 藩然改图之藩 这两句 纪云说是 不可解 赵电成说是不敢 当是敢不之论 高淼盈云 莫二句言文翁教化 至今已衰 当更翻心以朕起之 不敢以先贤成绩 而泰然无为也 此相免之意 而西人 以为此二句不可解 和谐 赵 高二说中 赵说似可惨 略异 紫州一带 千山万鹤 尽是大树参天 山连着山 到处可听到 悲鸣的独鹃 山里昨晚 不停地下了 透夜的春雨 树梢兮兮兮兮兮 活象卸着 百道清泉 蜀汉妇女 以花之城的 布莱纳税 八郡农民 常为农田之事 发生送案 但愿你 重振文翁的 十经十神 半学教化 不可以仗先贤的 一则清静与偷闲 平息 这是一首头赠诗 宋友人李史君 父子周上任 是以极景生情 抒发西别心绪 也奸写蜀中的风景土俗 开头四句 写子周山林奇盛 五 六两句写汉女八人之风俗 七 八句 以汉景地时蜀郡太守文翁 比拟黎史君 寓意不能因为此地纰漏 人民难治 而改变文翁教化之策 诗的情绪积极开朗 格调高远 前半首尤圣 是唐诗中写颂别的名篇之一 第126章 作者 王维 楚塞三乡街 京门九派通 石江石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俊一幅前谱 波澜洞远空 湘石阳诗好风日 流醉与山翁 诸解 一 楚塞 楚国的边界 战国时这一代本为楚地 二 三乡 梨乡 萧乡 蒸乡的总称 在金湖南境内 三 山翁 只近代山茧 竹林七贤 山涛之子 曾仁蒸南将军 好饮 没饮 避醉 绿意 汉水流经楚色 又接连折入三乡 京门会和九派之流 与长石江石相通 汗水浩瀚 好像是流到天地之外 山色朦朦胧胧 远在虚无飘渺中 沿石江石的俊翼 恰似浮在水面之上 水天相接的边界 波涛激荡滚石洞 相识阳石的风景 确实叫人陶醉赞叹 我愿留在此地 陪伴长醉的山翁 平溪 诗主要写范由汉水的剑文 涌叹汉水之浩渺 首连写汉水雄浑壮阔的景色 由楚露香 与长石江石九派会合 为全诗渲染气氛 汉连写汉水的流长渺远 山色谜轰脱了石江石市的浩瀚空阔 景连写俊义和远空的浮动 渲染磅礴的水势 墨连引出曾人征南将军镇首枪 石阳石的近人山茧的故事 表明对相识阳石风物的热识爱石之情 全诗格调清新 意境优美 在描绘景色中充满了乐观情绪 给人以美的享受 石江石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历来为人们所传颂 不愧为千古佳俱 第127章 中南别夜赏西 作者 王伟 中岁破浩道 晚家南山垂 兴来美独网 盛世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 坐堪云起时 偶然直临走 谈笑无还期 住解 一 盛世 快意的事 二 直 遇见 三 临走 乡村的老人 四 无还期 无一定时间 练意 中年以后 存有较浓的好道之心 直到晚年 才安家于中南山边陲 兴趣浓时 常常独来独网去游玩 有快乐的事 自我欣赏 自我陶醉 见或走到水的尽头 去寻求原流 见或坐看上升的云雾 千变万化 偶然在林间 遇见各把乡村父老 偶与他谈笑聊天 美美忘了还家 平息 这首诗意在极写 隐居中南山之贤 是一乐 随遇而安之情 第一连叙述自己 中年以后就厌恶世俗 而信奉佛教 第二连写诗 诗人的兴致和欣赏美景时的乐趣 第三连写心境闲适 随意而行 自诗犹自在 最后一连进一步写出 悠闲自得的心情 偶然欲临走 便谈笑 无还期了 写出了诗人淡意的天实性时 和超然物外的风采 对剧既纯属自然 又寒隐哲理 凝炼至此 实乃不易 第一百二十八章 作者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 含须混泰清 气征云孟泽 波汉月 石阳石成 欲记吴州吉 端居齿盛名 作官垂吊者 图有献于情 注解 一张成像 指张九龄 二 含须 包含天空 指天倒映在水中 三 混泰清 与天混成一体 四 云孟泽 古诗云泽和孟泽指 湖北南部 湖南北部一带 低洼地区 五 戒 舵 六 端居 安居 愿意 八月洞庭湖水成长 浩渺无边 水天寒混迷迷 接连太空 云梦二则 水气蒸腾 白白茫茫 波涛汹涌 似乎把月石阳石成 撼动 我想渡水 苦于找不到 传语讲 盛名时代贤 居尾石修 溃难容 闲坐观看 别人心情 零和垂掉 只能白白羡慕 别人得于成功 平息 这是一首甘露诗 所谓甘露 即是向达官贵人呈献诗文 以求引荐录用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七百三十三 张九零为丞相 作者西游长安 以此诗献之 以求录用 诗前半饭写洞庭波澜壮阔 景色宏大 象征开元的清明正志 后半急警生情 折发个人 尽身无路 闲居无聊的苦中 表达了急于用事的决心 全诗送对方 而不过分 起路用 而不自贬 不抗不卑 十分得体 第一百二十九章 作者 孟浩然 人是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石将石山流胜记 我背负登林 水落于凉浅 天寒梦则深 阳宫碑上在 毒霸雷粘金 注解 一代谢 石石礁石石体 轮换 二圣记 只上述堕累碑 三 于梁 于梁州 其地也在相识扬时 练义 人间世事 不停地石石礁石石体变换 一代接一代 永远进来古往 石将石山保留着历代有名圣记 而今 我们又重新登林观赏 东墨水位降低了 鱼塘很浅 天寒云梦泽 更加深战浩荡 杨护堕泪杯 依然微额处实力 独霸碑闻泪 沾金无限感伤 平息 诗意在吊鼓赶金 开手二举接体 第三句的石将石山圣记 照应人士淡谢 第四句的 我被登林照应 往来古今 极为粘合 五 六两句 血灯林所见 最后二句扣石 真有千里来龙 到此结石学石之庙 诗的前半 具有一定的哲理石性识 后半描写景物 富有形象 充满基石情 语言通俗易懂 感情真挚动人 第130章 雁梅道士山坊赏西 作者 孟浩然 林卧愁春尽 千为见雾花 呼逢清鸟使 腰入赤松家 金造初开火 仙桃正发花 童言若可注 何惜最留下 注解 一 清鸟 神话中鸟鸣 西王谋使者 这里只没道士 二 赤松 赤松子 传说中的仙人 这里也只没道士 三 金造 道家炼丹的炉造 四 仙桃 传说西王母曾以仙桃赠汉武帝 称此桃三千年才结石 五 同言两句 意味 如果仙九真能使容颜不老 那就不惜以罪 刘霞 仙九明 李商尹 武夷山师 只得留下九亿杯 这里也只醉严 练意 高卧林下正愁着春时光将近 现拾开帘幕 观赏景物的光华 忽然遇见传递信件的使者 原是赤松子邀我访问他家 炼丹的金炉灶刚刚升起火 院院中的仙桃也正好开花 如果仙人真可以保住童颜 何悉醉饮返老还童的刘霞 平夕 是以隐氏身份而艳于梅道士山房 因而借用了金灶 仙桃 祝颜 刘霞等术语和运用青鸟 赤松子等典故 描述了道士山房的景物 赋予油仙韵味 流露了向导之意 第131章 作者 孟浩然 北雀修上书 南山归壁炉 不才明主气 多病故人书 白发虽年老 青石阳石逼十岁处 永怀仇不媚 松月夜窗絮 注解 第132章 二 青石阳石聚 意味新春将到 时逼时得就年除去 青石阳石 指春天 散 虚 空戒 战役 我已停止在宫廷北门 请求夜见 归隐到南山中 我那破旧的草炉 因为我缺少才干方 被明主遗弃 由于我穷途多病故有 往来建书 时光流逝 头上的白发催人衰老 岁月无情 新春时逼时破阵 旧遂消除 胸中肠 盈怀 愁绪 彻夜不能入魅 窗前松下 一片月光 增加了空虚 平夕 第133章 玄宗开元十六年 七百二十八 诗人到长安英市落地 心情很苦闷 他自是文章好 又得到王维 张九龄的言语 颇有声明 以为可以人途畅达 不料落地 使他大为苦恼 只好归隐 新唐书第134章 孟浩然传记载 王维曾邀孟浩然入内蜀 额而玄宗至 浩然逆十床十下 唯以十对 帝命其出 并问其诗 浩然乃自诵所作 至《不才明主契》第135章 据玄宗日 轻不求是 而朕未尝弃轻轻 奈何无我 音放还 此诗系诗人归隐之作 诗中发泄诗的一种 怨匪之情 骑手二句记事 叙述停止追求示尽 归隐南山 三 四句说理 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 五 六句谐警 自叹虚度年华 壮志难愁 最后两句 产发愁记空虚之情 全诗语言丰富 层层辗转反复 风格优远深厚 独来韵伪无穷 第136章 作者 孟浩然 故人聚基属 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河 青山郭外邪 开轩面长谱 把酒化丧马 带到众食阳时 还来旧菊花 住姐 一 过 拜访 二 聚 准备 三 长谱 农家的小院 四 旧 父 这里只欣赏的意思 绿意 老友备好了黄米饭和烧鸡 邀我做客到他朴实的田家 村子外边是一圈绿树环抱 郊外是苍翠的小山包平鞋 推开窗户 迎面是田地长谱 把酒对饮闲聊着耕作丧马 等到九月中食阳时节的那一天 再一次来品尝菊花就好了 平息 这是一首田园诗描写农家田径贤士的生活情景 也写老朋友的情谊 诗由妖道至道望 诱道约一径写去 自然流畅 语言朴实无华 意境倾心倦勇 第137章 秦中赶秋纪远上人赏西 作者 孟浩然 一秋长玉卧 三境苦无字 北土飞无怨 东陵怀我事 黄金燃跪尽 壮志逐年衰 日夕凉风至 闻缠淡一杯 诱解 一 三境 王莽专全时 眼周刺事讲许 辞官回乡 于院中辟三境 唯语求众 扬众来往 晋陶渊明 曾为高鹏约 疗欲贤歌 以为三境之姿可忽 后多以三境指退 尹家园 愿意 我常常愿隐居 小秋 醉卧林泉 想回到旧的家园 又苦于无前 久住北方求是 并非我的心愿 我怀念的是 东陵寺高僧明远 长安米珠新贵 生活如同销金 壮志逐年衰退 事业与我无缘 日色已晚 阵阵凉风 轻轻拂面 听到秋缠吟唱 心中更加悲怨 平息 此诗获以为 崔国福所作 这是一首抒情诗 是作者在长安落地之后写的 既给名较远的僧人 报告客居冯秋的苦情 诉说欲饮无处 欲是非愿 进退两难之苦 诗充满了诗意 悲哀与追求归隐的情绪 诗的特点在于直书凶意 开头写自己之所欲 但苦于无资 想从事又非所愿 于是记怀东陵 我诗 壮志不能实现 自然就摔腿 于是对梁峰 闻禅声 就要以悲了 这种不佳润色的白描手法 抒发了内心悲苦 独来觉得明朗直爽 肃铜炉将记广陵旧游 赏兮 作者 孟浩然 山明听元筹 苍石江十几夜流 风明两岸夜 月照亦孤舟 见得非无土 为阳亦旧游 还将两行内 摇济海西头 注解 一 苍石江石 同苍石江石 二 见得 金属这石江石 聚同石江石上游 三 非无土 王灿 登楼父 虽信美 而非无土兮 四 为阳 即扬州 五 海西头 扬州近海 故日海西头 绿意 山色昏暗 听到原声使人生愁 同时将石苍茫 夜以继日向东奔流 两岸风吹树洞 枝叶沙沙作响 月光如水 应照石江石畔 一夜孤舟 见得风光虽好 却非我的故土 我仍然怀念阳州的故 时时交时时老友 相依相思 我意不住剃泪两行 遥望海西头 把愁思寄去扬州 平夕 这是旅中既有诗 全诗写 石江石上景色 和旅途悲愁 表现他乡虽好 中不及故土之意 流露出奔波不定 颇不得志之情 开头两句 有造作雕琢感 极叶流三字 若直说叶极流 更顺畅得多 然而三 四两句 风鸣两岸夜 月照一孤舟 却是随手拈来 清心诱人 石江石上夜色 如至眼前 足见诗人 何等大手笔 诗的前半写景 后半写情 以景生情 情随景致 景情时柔时和 景怯情深 撩人情思 第138章 作者 孟浩然 寄寄静何代 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 西语 故人为 当路谁相假 知因事所惜 只应守季末 还眼 故原非 注解 一 为 分离 二 当路 当权者 三 甲 宽甲 优荣 优荣 的意思 恋意 这样寂寞 无聊 还有什么 可待 天天 碌碌 无为 独自空手 而归 我想 归隐山林 去寻芳心花卉 但又珍惜 有情 不愿 分手相为 如今 当权者们 谁肯 提携 我背 世上 要寻之音 实在 寥寥无几 或许 今生今世 命和空手 寂寞 还是回家 关闭 我的 雇员 门 平息 这首诗 应是作者 黎长安时的作品 主诉怨斐 首帘 直接说出自归 汉连则写 提议西别 景连说明 自归之故 乃是知音计少 当道不用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以诗意后的 老十骚 十冠 穿全诗 语言平淡 朴实 尽于口语 不讲究对偶 顺其自然 第139章 作者 孟浩然 木洛燕南渡 北风石江石上寒 我家香水区 摇阁楚云端 香类客中进 孤帆天际看 迷津欲有问 平海西漫漫 注解 一 我家具 孟浩然家在 香石阳石 香石阳石 则当香水之取 顾云 香水 也叫香河 汉水在香凡市 以下一段 水流曲折 顾云香水取 二 摇阁剧 指香丝 摇阁云端 楚 香石阳石 古属楚国 第140章 微子有记 孔子命子 录像长举 急逆问津 却为两人讥讽事 第141章 这里是凯探自己 彷徨诗意 如同迷津的意思 金 渡口 四 平海 指水面平阔 古时间一称 石江石为海 愿意 草木枯黄凋零了 阵阵红艳飞向南 北风呼啸 刮不停 一时江石秋水 一时江石寒 家乡是那陆行山 茅庐就在香水湾 遥望远方的楚地 楚地茫茫在云端 思乡眼泪已流尽 刻屡生活多心酸 孤帆远方在天际 此情此景不堪看 我想找人问一问 迷路渡口在哪边 暮色苍茫无所见 只见石江石海水漫漫 平息 这是一首怀香思归的抒情诗 以兴开手 借红艳南飞 引起客居思归之情 中间写望剑 孤帆远去 想到自己无法协同地畅往 最后写欲归不得的语迹 全诗情感是复杂的 诗人既羡慕田园生活 有意归隐 但又想求官做事 以展宏图 这种矛盾就构成了诗的内容 第142章 作者 刘长青 古台遥落后 秋入望湘心 也思来人少 云风隔水深 西石阳十一旧垒 寒庆满空陵 惆怅 惆怅南朝市 常识将石独刺金 注解 一 瑶落 凌落 二 旧磊 指吴公台 三 南朝 宋 且 梁 陈 距地皆在南方 顾名 愿意 登上吴公台 观赏这凌落的古迹 秋景秋意 勾起了我怀乡的心情 荒山野寺 来次旅游的人太少了 因为山太高水太深 隔断了路程 西石阳石应着 吴公台旧垒 依依不去 空荡的山林中 回响清冷的庆生 南朝就是早成沉寂 真叫人惆怅 唯独这场石江石 自古至今奔流不停 平息 这是一首吊鼓诗 观赏前朝古迹的 凌落 不禁感慨万端 首帘试写 因贯南朝古迹 吴公台而发感慨 急紧生情 中间两帘 写古迹凌落 有人罕至之悲凉 墨连写石江石山 依旧 人物不同 有人认为 最后两句有 大石江石东去 石浪时逃进 千古峰石流人物之气运 第143章 送礼终成归汉阳别夜赏西 作者 刘长青 刘洛征南将 曾屈十万事 罢官无就业 老去练明石 独立三边境 轻生一见之 茫茫石江石汉上 日暮欲合之 注解 一 独立聚 一级微镇三边 三边 汉幽 并 梁三周 二 石江石汉 饭指石江石水 三 何知 何往 练义 你是老了 流落的 征南将军 当年曾经带领过 十万雄士 罢官返乡后 没有任何产业 年老还留恋着 贤明的圣主 你曾独自 镇守三边的 疆土 舍生忘死 只有宝剑 才深知 面对着汗水 渺渺 无边无银 垂暮之年的 你将要去何处 平息 这首诗 是赠送退伍军人 李忠诚 赞扬他 久经杀生 忠勇为国 赶上他 老来流落的境遇 首帘先写 李氏 曾是十万大军将帅 而老来流落 三 四两连 写他连结奉公 和忠心耿耿 墨连写 十江十汉茫茫 年纪老迈 将愈何之 全师对酒精沙场 晚轮十江十汉的老将 寄予无限的同情 剑别王十一男游 赏西 作者 刘长青 望军烟水阔 浑手泪沾金 飞鸟墨何处 青山空巷人 长石江十一帆远 落日五湖春 谁见听舟上 相似愁白平 注解 一 飞鸟 比喻远行的人 二 没何处 策写作者 仍在凝望 三 空向人 网向人 意思是 徒增相思 四 落日巨 指望十一道南方后 当可看到西照下的 五湖春十色 五湖 这里指太湖 五 谁见两巨 即上面落日巨 君出梁朝柳韵 十江十南曲 听舟彩白平 落日十江十南春 洞庭有归客 萧香逢故人 故人何不返 春花复应晚 不到心之乐 只言行路远 听舟 水中可居之地 这里指十江十岸 白平 一种水草 花白色 顾名 烈衣 遥望你的船 已驶向 淹水空芒的地方 我依然不停地挥手 泪水沾湿了手巾 你像飞鸟一样 此行真不知 漂泊何处 青山虽美 却只能增添 送行人的伤心 无尽十江 使水载着你的船 渐去渐远了 去石江十南欣赏 西照下午 胡春时色的芳心 谁能看见 我眷怀固有 徘徊听舟之上 满腔相思之苦 只能筹对河边的白平 平息 这是一首写离情别序的事 手连写朋友远去 诗人挥手作别 落泪沾金 一一之情 悦然直上 汉连写有人远行 难以预料 眼前只有青山空队 仇思绵绵 不觉如履 景连写有人远去 抵达五湖 观赏春时色 墨连写眷怀 有人徘徊听舟 仇对白平 全时虽无别离二字 只写作别风光 然而满腔离情 完全注入景中 达到情景时时 交时时时容的境地 寻南西 常山道人隐居赏西 作者 刘长青 一路经行处 梅台献击痕 白云衣镜主 芳草碧闲门 过语看松色 随山道水源 西花与禅意 相对易妄言 注解 一 主 水中的小舟 二 西花两句 因物禅意 故也相对妄言 禅 佛教只清济宁定的心境 愿意 为请教常道 使我一路寻找而来 台痕中可清晰辨认出我的足迹 白云衣镑着水中清静的小舟主 闲适的柴门 却被齐花摇草遮蔽 山雨过后 欣赏山中苍松的翠色 沿着山势行走 来到西流发源地 西中花影和禅意 我全都能领悟 见到常道时 漠然相对忘了话题 平息 诗事写寻 引者不欲 却得到别的情趣 领悟到禅意之妙处 结构严密紧凑 层层扣紧主题 尸体为寻 由此而发 守两句一路寻来 汉连写远望和近看 寻到了隐世的居处 井连写隐者不在 看松寻缘 别有情趣 最后写西花自放而物产里之无为 即使寻到了常道事 也只能相对妄言了 新年座赏西 作者 刘长青 相信心遂妾 天盼独山染 老治居人下 春归在客县 领缘同弹幕 石江石柳共封烟 以四长沙父 从今又几年 住姐 一 春归聚 春以归而自己尚未回去 二 以四句 西汉假意 曾为大臣所记 便为常杀王太父 这里借以自愈 愿意 新年中 思念家乡的心情更为急切 独在天涯海角 怎不叫我山然落泪 年纪已经老大了却 依旧寄人篱下 春天脚步多么轻快 比我更早回归 在岭南 早晚只能与猿猴相依作伴 或与石江石边 杨柳共同领寿 风烟亲吹 我向西汉的假意 被贬为常杀太父 不知今后还要几年 才有还乡机会 平息 诗人曾被贬南八位 身处异乡 却逢新年 伤感之情 油然而生 守连血情 心碎怀乡 汉连血景欲情 感叹春归我先 景连急景生情 身处孤敬悲仇 莫连借假意字况 抒发贬折悲愤 全时抒情多于邪警 无限离仇 悦然之上 宋僧归日本赏西 作者 前起 上国随原著 来途若梦行 福天仓还远 去世法周青 水月通禅记 鱼龙听饭声 唯连一灯影 万里眼中鸣 注解 一 上国 这里指中国 二 水月 福教用语 比喻一切向水中月 那样虚幻 三 唯连 醉食爱食 四 灯 双关 以周灯 玉禅灯 练义 只要有机缘 随时都可以到中国来 一路屋外茫茫 船只向在梦中航行 天海浮沉 小船驶去那遥远的边界 超脱世俗 自然会感受到 法周青时影 心境宁定清记 一切都如水月虚幻 海内鱼龙 也会出来 听你诵经之时声 最可时爱时的是 有盏照亮心田的佛灯 航行万里 眼中永远都是灿烂光明 平息 这是赠给日本僧人的送别诗 前两句不写送规 而写来处三 四句 才暗示归途渺远 后半首不明写送规 而写海上景物 这就拓宽诗境 不受内容拘泥 使较窄的题目 能有丰富的内容 成为好的诗篇 诗中多用了隋远 法周 禅记 水月 范生等佛家术语 紧扣宋僧的主题 寄予宋阳的情谊 第144章 作者 前起 全贺带茅词 云霞生碧尾 竹迟 竹连心语后 山石碍石兮 石阳石石 闲路七长枣 秋花落更迟 家壮扫罗静 作与故人妻 筑解 以 全贺 游山水 练意 山泉沟壑 营绕着这座毛屋书斋 云霞硬衬墙头 碧力向五彩漫威 语后新竹的姿彩 多么叫人喜诗爱诗 更可诗爱诗碗山 映照着西诗阳诗的余晖 悠闲的白鹿 常常早早回朝七宿 秋花饱寒生机 比别处落得更迟 家仆正心勤地 把罗静打扫干净 我昨天与老朋友预约会面日期 平夕 这是邀约的诗 约杨补缺前来书斋续谈 诗集写书斋景物 幽景清新 语后新竹 生机博实发 晚山西照 余晖动人 秋花未落 仍有贝蕾 如此境地 怎不促使杨补缺 渐约前来 诗全是邪景 句法公正 首连启队 汉连情语分写 景连写花鸟情态 墨连写邀约 竹连新语后 山石爱石西 石阳石石也不愧为邪景妙句 第145章 怀上喜慧良川故人赏西 作者 唯应物 石江石汉曾为客 相逢美醉还 浮云一别后 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 萧书并已斑 何因北归去 怀上对秋山 注解 一 流水 欲岁月如流 又暗和石江石汉 二 怀上聚 言怀上风光可恋 身足上不归去之意 恋意 我们曾经客居石江石汉 常常来往 每次与您相聚 总要喝醉而还 像浮云般漂泊 往阔别之后 时光如流水 不绝的已经十年 今日相逢 友情依旧 欢笑依然 只是头发稀疏 双鬓也已斑斑 您问我 为什么至今不回故里 因为怀水边的秋山 还可依恋 平息 这首诗写九 别十年之后的故人 忽然在怀水重逢的喜悦之情 感慨之深 首帘概括了以前的石石礁 石石艺 汉连筒包了分别十年 繁复的世事人情 景连和墨连写重逢情景 写相聚 痛饮和欢笑 写环境 形貌和心思 是诗的主体 诗的结构细密 情义曲折 重点突出 第146章 作者 唯应物 楚石将石微于理 剑叶目中时 默默翻来众 明明鸟去齿 海门深不见 朴树远寒姿 相送情无限 瞻金比散思 诸解 一 楚石将石 长石将石 二 剑叶 金石江石苏省南京市 三 默默 水汽密布的样子 四 海门 长石将石入海处 五 坡 水边 绿意 楚石将石笼罩在微雨里 剑叶成正敲响木中之石 雨丝繁密 船帆显得沉重 天色错暗 鸟飞得迟缓 长石将石流入海门 深远不见 石将石边树木饱寒雨滴润滋 宋别老朋友 我情深无恨 沾尽泪水向石将石面地雨丝 平息 这是一首永沐雨的送别式 虽是微雨 却下得密 已知船帆帐宝了 鸟飞缓慢了 首连写送别之地 寇锦雨 木主题 二 三两连渲染迷暗淡景色 沐雨中航行石将石上 鸟飞空中 海门不见 朴树寒姿 静地极为开阔 极为渺远 墨连写离愁无限 善然泪下 全诗一脉贯通 前后呼应 浑然一体 第147章 作者 韩红 长电影风早 空城淡月华 星河秋一宴 真处夜千家 劫后看英晚 心漆卧已设 向来银秀聚不绝以名牙 注解 一 电 竹席 二 空 形容秋天 清虚景象 三 真处 导衣用具 古代导衣多载秋叶 练异 我早早地枕着竹席迎风纳凉 清虚的秋叶 京城荡漾着月光 一星秋叶高高地掠过了星空 千家万户传来了导衣的声响 看见后应该是到了更深夜蓝 思念有人心灵相欺 睡觉夜晚 刚刚反复吟诵你送我的家具 不觉乌鸦咕咕啼叫 天已见谅 平息 这是一首仇达诗 为了仇诗 而通宵未免 足见彼此心欺之切 前半首写秋叶 声色俱全 汉连主队尤其自然秀逸 景连写更深夜蓝 辛期而不得入眠 墨连写银勇赠诗 不觉以压造天署 结构颇为严密 星河秋一雁 真处夜千家 清新活泼 实属家队 第148章 作者 刘己须 道游白云尽 春雨清晰长 时有落花痣 远随流水香 咸门向山路 深柳读书堂 幽映美白日 清辉照一长 注解 一 道游句 指山路在白云尽处 也即在沉静之外 二 咸门句 门一开 便可见上山之路 绿意 山路被白云隔断在沉静之外 春时光宛若清清溪流 远远流长 不时有落花 随溪水漂流而至 远远的就可闻到水中的方石香 闲静的京门 面对蜿蜒的山路 柳音深处 蕴藏着读书的摘堂 每当太时阳时光 穿过柳音的幽静 清幽的光辉 便洒满我的衣裳 平夕 从诗的语意看来 似乎是写有人在牧春山中隐居读书的生活 是以牧春为主题 白云春时光 落花流水 柳色清浑 一片春时光春时色 清新自然 幽景多趣 全诗无奇词立句 只把所见所闻如实道来 唯唯动听 使人快乐无限 第149章 江湘故人偶极客舍赏西 作者 戴书伦 天秋月又满 成雀夜千虫 还作石江石南会 翻遗梦里逢 风之惊暗雀 露草覆寒虫 积履常勘罪 相留为小忠 住姐 一 翻 一同返 二 积履 游漂泊 练逸 秋夜里 一轮满月高挂天空 光滑洒满工程的门壶牵重 在京城 能和石江石南一样相聚 大家反而怀疑 使梦里相逢 秋风惊动之头 七宿的吴雀 陆草里唧唧地哭叫着寒虫 漂泊在外的游客应该长醉 相互挽留 怕听暴晓的响钟 平息 诗血故人在秋夜月满时 居然能呕及京城长安 感慨无限 因为相见非议 应作长夜吃欢 故最怕小忠 担心分手 首连写相聚时间 地点 汉连写相聚初期不易 实属难得 竟连以曹时操时的短歌行 月明星夕 乌雀难飞 绕鼠三杂 无知可疑的典故 暗语相思 墨连写积履之仇 应作长醉 宽宽写来 层次分明 写景有志 抒情深沉 送礼端赏 赏西 作者 卢伦 故关衰草变 离别正堪碑 露出寒云外 人归目雪石 绍姑为客早 多难失君迟 掩气空相相 风尘和索期 祝姐 一 绍姑 指自己早年丧父 练义 故乡遍地 都是衰败的枯草 咱们分别了 多么叫人伤悲 你踏上去路 远在寒云之外 送你归来 正遇上 暮雪纷飞 少年丧亲过 早的漂泊一土 多难时相 时时交 时时 畅恨 时君太齿 空朝你去的方向 掩面而弃 世事纷繁在相见 不知何时 平息 这是一首感人 至深的送别诗 守连写送别诗的 环境氛围 时当故观摔草 情政离别堪悲 汉连写送别情景 有人半寒云而去 自己踏墓雪而归 依依依至情了然 景连写回忆以往 感叹身世 既是连友 亦是悲己 慈怯情真 悲凉回荡 墨连进一步写 难舍难分之情 掩面而泣 既往相会 是以碑字贯穿全篇 句句扣紧主题 抒情多于邪警 积掉碑凉 第150章 作者 李毅 十年离乱后 长大亦相逢 问姓经初见 称名亦旧容 别来沧海市 与霸幕天中 明日八陵道 秋山又几重 住姐 一 外地 表地 二 沧海 比喻世事的巨大变化 三 八陵 现湖南省岳石阳石市 及石中 外地将去的地方 愿意 经过了十年的乱离之后 长大后 在异地忽然相逢 初见东 问尊姓 使我惊讶 说名字才一起 旧时面容 别后经历多少 沧海桑田 长谈直到 山寺敲响目中 明日你要登上 八陵古道 秋山天愁 不知又隔几重 平息 这是一首 邪表兄弟 因乱离阔别之后 忽然相逢 又匆匆别离之事 初问姓氏 心已惊疑 代之姓名 急意起旧容 于是化经为喜 续谈商乱感慨之情 欲之意中 全诗采用白描手法 以凝练的语言 和生动的描写 再现了乱离中 人生聚散的典型场面 抒发了真挚的至亲情义 独来亲切感人 第151章 云阳馆与寒申宿别赏西 作者 司空蜀 故人石江石海别 几度隔山川 乍剑藩一梦 相悲各问年 孤灯寒赵雨 身逐暗浮烟 更有名昭恨 离悲西贡传 注解 一 几度 多少道 二 乍 赵 突然 三 共传 互相举杯 练异 老朋友自从石江石海 阔别之后 几道道隔山隔水 难得见面 忽然相逢 却疑心是在梦中 相连别后 生活互问了更年 孤灯冷冷地 在雨夜中闪烁 窗外施主 笼罩昏暗的青烟 最可恨的是 明朝又将分别 这西别怀展 怎不相对平传 平息 诗写乍剑又别之情 不胜黯然 诗由上次别离说起 接着写此次相会 然后写续谈 最后写喜别 波澜曲折 富有情志 乍剑翻一梦 香悲各问年 乃久别重逢之绝唱 与礼义的问性经初见 称名义旧容 也有一曲同工之妙 习剑外地卢伦 剑速赏息 作者 司空暑 静夜四无林 荒居旧夜贫 与中黄夜树 灯下白头人 以我独尘久 愧君相见贫 平生自有份 旷世霍家亲 诅解 一 陈 陈石伦 二 分 情义 三 霍家亲 金阳户为蔡庸外孙 这里只是说明两家式表亲 愿意 宁静的夜晚四周没有禁林 我荒居旧乌家道 早就赤品 枯黄的老树在风雨中落叶 昏暗的灯光 映照白发老人 因为我长期以来 估计陈石伦 你凭来探望 令我自愧难忍 平生情义 可见是自有缘分 更何况本身就是孤表亲门 平息 诗意在写自己贫居 与外地留宿 而自导近况的 卢伦的《晚次厄周》 卷六 中 也有就业以随征占进去 于此诗中的荒居就业贫居 正好印证 说明表兄弟两人 此时处境都很艰难 环境使其更能互相体恤 诗的前半首写 敬夜荒村 陋世贫居 与中黄叶树 灯下白发人 构成一个活生生的画面 表达了自我的心酸和悲哀 后半首写表弟卢伦来访 在杯凉中见到亲友 自然喜出望外 这一杯一喜互相应称 深刻地表现了主题 第152章 作者 司空蜀 世乱同南去 石青独北桓 他相生白发 旧国见青山 小月过残垒 繁兴肃肃故关 韩琴雨摔草 处处半愁严 诸姐 一 石青 只石局已安定 二 旧国聚 意味你到故乡 所见者也唯有青山如故 旧国 只故乡 愿意 安始作乱 你我一同流落 石江石南 石局安定之后 你却独自北返 八年光石阴时 漂泊他乡 以生白发 你回故乡所见 依旧当年青山 你踏小月早行 所过尽是残垒 繁兴密布之夜 该是肃于故关 一路上只有寒琴 和七七摔草 处处跟着你的绸颜 相依相伴 平息 诗意在写送故人返乡 伤自己不能与之同返 诗寇锦乱离主题 由乱起难来 到乱平北还 到所见 结后荒凉 缓缓相扣 但诗在结构上看 从第三句至第六句 四句结构相同 却是一大败笔 不足为贱 第153章 作者 刘雨昕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事分三足领 夜赴五珠钱 德相能开国 生而不向贤 七两鼠故实际时 来五位宫钱 注解 一 夜赴剧 王莽戴汉时 曾废五珠钱 至光五帝时 又从马园奏重铸 天下称变 这里以光五帝 恢复五珠钱 比喻刘备 想复兴汉事 二 七两两句 蜀汉祥位后 刘禅 至洛诗阳时 被封为安乐县宫 魏太尉司马宇之宴 并使蜀国女乐 歌舞于刘善前 旁人皆为他感伤 他却喜笑自若 即 同时计时 女乐 时计也是俘虏 愿意 刘备的英雄气概 真可谓顶天立地 经历千秋万代 微风凛凛 至今依然 战乱局势中 与魏武鼎足三分天下 穷心勃勃 历世复兴汉事 统一筑钱 得到贤明丞相 孔明开国 有人辅佐 生了个儿子阿斗 却不是一个圣贤 多么可悲 原先属汉宫廷的歌 十几十门 如今却欢歌慢舞 进在魏王的殿前 平息 这首诗是另调古人的 也可以看成史论诗 主要在于称颂刘备 而贬及刘禅师的首帘 写刘备 再世是叱咤风云的英雄 千秋后的庙堂 仍然威势 识逼诗人 汉连写刘备的业绩 两句用点对的工整 自然浑成 景连为刘备工业不成 四子不孝而叹息 伟连感叹 后主刘善之不才 全诗前半写功德 后半写衰败 以形象垂解当事 诗的用事对账 都很紧辟工整 第154章 莫波故人赏息 作者 张介 前年虚悦之 城下莫全诗 波汉段消息 死生长别离 无人收费账 归马诗残奇 预计仪君在 天涯枯此时 诸解 一 月之 直吐蕃 二 没 死 三 藩 吐蕃 古时西部少数民族 建立的一个国家 略异 前年你去月之 防守边疆 据说在城下 覆灭了全尸 藩汉之间 消息全然断绝 我与你永做生死的别离 无人去收拾浅气的营帐 只有归马刃的残破战旗 想祭奠却疑心你还活着 海角天涯此时怎不哭啼 平息 诗事悼念为 征战覆没于抑郁的故人 然而是存诗墨 将信将已 诗前伴手 从虚手写道 全军覆没 消息全无 死生不明 后伴手是想象战场衰败 爱和希望有人能不死生还 与真情苦流露出飞战思想 曹赏西 作者 白居易 梨梨园上草 一岁一枯龙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盛 远方清古道 情脆皆荒成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情 祝姐 一 梨梨 莉莉 分明的样子 二 远方 伸展到远处的草 三 七七 茂盛的样子 绿意 古园上的野草乱生乱长 每年春来茂盛 秋来枯黄 任凭野火焚烧 不尽不灭 春风一吹 依旧蓬勃生长 远处芳草 淹没古老易道 颜至荒成一片翠绿清朗 春绿草长 又送游子远去 七七乱草 可比满腹离伤 平息 这是永务师 也可作为预言试看 有人认为 是鸡子小人的 从全试看 圆上草虽有所指 但寓意并无确定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却作为一种韧尽 而有口皆碑 成为船之千古的绝唱 吕肃赏兮 作者 杜牧 旅馆无良半 宁情自悄然 寒灯思旧事 断雁景筹勉 远梦归清晓 家书道隔年 苍石将诗好烟月 门记掉于船 注解 一 一 悄然 这里是忧郁的意思 二 断雁 失群之雁 三 远梦聚 意味 做梦做到清晓时 才是归家之梦 家远梦一远 恨梦归之时 也甚短暂 于下聚家 书隔年方道 恨时间之久 相对而易增客仇 恋意 住在旅馆中 并无好的旅伴 忧郁的心情 恰似凝固一般 对着寒灯 回忆起故乡往事 就像失群的孤艳 警醒愁眠 家乡太远归梦到破晓未成 家书寄到旅馆 已时隔一年 我真羡慕 门外苍石僵石的烟月 愚人传之 就寄在自家门前 平夕 这是积旅怀乡之作 离家久远 目睹旅馆门外的渔船 及家乙艳线 忧恨相仇 伟时期绝 景连远梦归清晓 家书道隔年 一死曲折多层 实乃千锤百炼的景句 秋日复雀提同观 一楼赏西 作者 许魂 红夜晚萧萧 长亭久一嫖 残云归太画 书语过中条 树色随观炯 和声入海摇 地乡明日到 游自梦于桥 筑解 一 长亭 常用作建别处 后饭指路旁停设 二 太画 画山 三 中条 山明 在山西涌寄县 四 九 远 五 地乡 直都城 练义 秋天傍晚 风树随风 萨萨作响 夜宿 同观一楼 自有飘酒飘香 几朵残云 聚集在高石耸的画山 西书的秋雨 洒落到中条山上 遥看树色 随着同观山势延伸 黄河奔流入海滔声 回旋激荡 明天就可到达繁华京城长安 我仍自在逍遥 坐着渔桥梦想 平夕 这是一首 由同观到都城 夜宿驿站而提毙的事 诗中虽无数字 然而字句中 却明显表露 夜宿驿楼 秋晚雨过 似望风雾 而触景生情 汉连写同观山川气势 泄洪苍茫 景连写所见所闻 游近极远 无迹无淫 两连对账 工整自然 墨连点出复经 并非所愿之意 含蓄委婉 第155章 作者 许魂 摇曳泛青色 西风生翠罗 残影七玉路 早燕福金河 高树小海蜜 远山情更多 淮南一夜下 自决动停波 注解 一 范 谭 由刘大 二 海蜜 尚未凋零 第156章3 淮南两句 用淮南子 说山讯 见一夜落 而支碎木盒 储词 九歌第157章 练异 漫漫长夜中 泛流着 琴色的青鹰 青螺青浮 好像有西风 嗖嗖而生 白鹿宁珠的野草 七流几只残影 秋之陈雁群 掠过银河 向南飞腾 高大的树木 拂小看来 尚未凋零 石阳时光下 遥望远山层次 格外分明 淮南子 有一夜落 而知碎木之巨 我悟到 洞庭波熙 木叶下的诗情 平息 这是永早秋 景物的永巫诗 题目是早秋 因而处处落在枣字 残影 枣燕 小孩蜜 一夜下 洞庭波都扣紧枣字 复查 仰视 静侃 愿望 从高低远近来 描绘早秋景物 真是神清气足 悠然不尽 第一百五十八章 缠赏歇 作者 李商颖 本已高难保 徒劳恨费生 五更疏欲断 一数必无情 博幻梗犹犯 故缘无以平 凡君最相警 我一举佳青 注解 一 本已两句 古人误以为缠是 参风引路的 这里是说 机遇期高处 自难以保护 虽待恨生 时也突然 二 一数句 意味缠虽哀鸣 数却自成苍润 像是无情相待 时事隐喻 受人冷落 三 博焕 观碑直微 四 耿油犯 这里是自商轮落矣 五 无以平 荒芜 到了 梅境地步 愿意 你七身高枝之上 才难以保护 你虽寒恨哀鸣 突然白费神尽 五更以后 疏落之时生 激进断绝 大树依然苍翠 却无丝毫同情 我官职碑下 向桃梗 漂流不定 家园 早已荒芜 杂草 埋没绞境 凡老你的名叫 我得借以自警 我也举家 实操实手 向你高洁不宁 平息 这首诗借永禅 已遇自身的高洁 前半首 闻禅而兴 重在永禅 他参风引路 居高清雅 然而生死历劫的名叫 却难求一保 后半首 直输几亿 他乡博焕 耿之漂流 故缘荒芜 石湖石不归去 因而文禅以自警 同病相连 全诗层层深入 产发主题 高难保 明徒劳 生育断 恕无情 怨之深 恨之重 一目了然 实属永恶佳绝 风雨赏夕 作者 李商颖 凄凉宝剑片 记忆薄玉穷年 黄叶仍风雨 青石楼 自管闲 新知遭博俗 就好隔良缘 新段新风酒 消愁又几千 注解 一 宝剑片 唐江郭震 原震 少有大志 武则天曾照见 索其文章 震乃上 宝剑片 二 姬薄剧 意味中年漂泊 三 新段剧 马舟 西游长安市 宿新风旅店 店主人很冷淡 马舟便要酒一斗八升 悠然独卓 后来唐太宗赵玉宇 受监察玉室 这里意思是说 不可能会像马舟那样 得到知遇了 新段 有绝望 新风 固执在今陕西临桐县东 愿意 我读了宝剑片后 心里七处悲凉 几率中不得志 想必漂泊到中年 我像风雨中的黄叶 依然在飘落 别人成日在青石楼 做了歌舞馆弦 纵有心识时交识时 遇到保俗 也难得持久 就识时交识时老友 因为酒疏而断了良缘 我不期望喝新风酒 能有新际遇 为消愁 姑且姑饮 不惜耗费几千 平息 这是作者 自伤沦落 漂泊 无所见数的诗 是一曲慷慨不平的悲歌 诗其巨蟹理想与际遇的矛盾 虽怀有郭震般的抱负 却没有他那样的际遇 汉连书写 几率漂泊的人生感受 景连写在现实生活中 孤立无缘的悲凉 墨连写想 借酒交愁 但却不能像唐初的马舟 骆驼时在新风酒店受到冷遇 然而后来他却得到皇帝的赏识 拔具高位 是以风雨为题 气凉开手 是表露鸡薄一乡 因木阶七风苦雨 而引起的绅士之感 第159章 作者 李商隐 高阁客进去 小园花乱飞 参次连驱墨 调地送鞋徽 长段为人扫 眼穿仁玉归 方欣向春进 所得是瞻衣 注解 一 参次 指花影的迷石里 呈上巨乱飞翼 二 放心 指花 也指自己看花的心意 三 沾衣 指流泪 练衣 高阁上的游客们 已经静相离去 小园的春花 随风凋零 纷纷乱飞 花影参次迷石里 接连着弯弯小径 远望落花回舞 映着斜石阳石的余晖 我的肝肠玉段 不忍把落红扫去 望远欲穿 盼来春天 却匆匆回归 时爱诗花息花 自然要怨春去的太早 春进花谢所得的 只是落泪沾衣 平息 这是一首 专永落花的事 守连写落花 与人的心情 含蓄运界 耐人寻味 汉连从不同角度描写落花乱飞的具体形状 景连直接抒发实情感 八王花不再落而不能 墨连写花 为装点春天而开 却落得飘零沾衣的结局 表达了素怀壮志 不见用于世的期望和感慨 全时洋溢着商春西花质感 情思如痴 委婉动人 第160章 梁思赏西 作者 李商隐 客去拨平剑 禅修路满之 永怀当此节 以利字一史 北斗间春远 南陵玉史池 天涯瞻梦朔 一物有心之 注解 一 永怀 长思 二 以利据 意味今日重力见钱 时节已游春而秋 三 北斗 只刻所在之地 四 南陵 今安徽东南 五 瞻梦 不问梦境 愿意 当初你离去时 春潮漫平栏杆 如今秋缠不明露水 挂满树枝 我永远怀念 当时那美好世界 今日仲仪坎前 不觉时光流逝 你北方的住处 像春天般遥远 我在南陵贤 送信人来得太迟 远隔天涯我 屡次占卜着美梦 疑心 你有心时时 交时时 而把老友忘记 平息 这是一首因时光流逝 对梁秋而怀旧的事 流露作者盼望有人来信 却大失所望之心情 最终竟怀疑 对方已有心时时 交时时 唯恐为人所弃 诗采用直书胸易的方式 语言风格爽朗清淡 不雕士 不造作 细细引来 一种悲思绵绵的悲凉情味 随之而生 或以为此诗是写女子 怀念情诗人 并疑心她有了心欢 而把自己抛弃 此乃解人自解 不足为训 第161章 作者 李商颖 蚕食阳食溪入烟 毛五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 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食夜庆 闲以义之腾 世界微臣里 无宁时爱诗与增 诸解 一 烟 止日末的地方 二 宁 为什么 练意 西边蚕食阳食 已经落入烟渍山岭 我到山中茅屋 寻访一位高僧 只见风吹落叶 不知人在何处 冒着寒云 寻找翻过山路几层 黄昏才见到她 独自敲打中庆 看她多么自得手上住着哭疼 我想 世界万物聚在微臣之中 既然一切皆空 我又何言时爱时增 平息 诗诗写访僧忽 禅礼之意 首连点出造访的时间 汉连写寻访孤僧的过程 竟连写黄昏时才寻到 墨连是抒发感慨 访的是孤僧 因而已独敲 以知人何在等 点出孤字来 最后两句 以微臣照应僧字 处处紧扣提议 表现了诗人 在苦闷彷徨之时 不满现实 而向往佛家的消极情绪 第162章 作者 石温石亭云 荒须落黄叶 浩然离故关 高峰汉石阳石渡 初日影门山 石江石上几人在 天涯孤召唤 何当重相见 尊久未离言 诸解 一 荒须荒废的房地迎垒 二 厚然惧 只远游之至甚间 三 影门山 即京门山 四 尊久 游杯洒 绿意 在荒凉的古垒 在落叶的时分 你怀浩气冬去 离别久居相关 高峰正好挂番 直达古渡汉石阳石 带到日出之时 便到了影门山 你在汉石阳石那边 还有几个友人 孤舟漂泊天涯 盼你早日归还 不知要到何时 你我才能重见 还是多饮几杯 暂尾别离仇眼 平夕 这是一首送别诗 起调太高 地磅荒凉古垒 实质潇洒金秋 此时此地送有远行 别续离仇 将何以堪 二句话思 陡然转叠 写有人远行 心怀好气 而有远至 气象格调 可谓不凡 汉连两句护文 一集 初日高峰汉石阳石度 高峰初日影山门 汉石阳石 影门相去千里 岂可同时进取眼中 只是同指荆山储水 展示辽阔雄奇境界而已 景连对有人远去前程深表关怀 并寄托对他的怀念 墨连当次送别之际 开怀畅饮 设想他日重逢 更见惜别之情 但拮据无甚深意 虽闻是托石去石温石里 商议 知先利焰作风 起调已高 但情若未淡 由此可见 晚唐诗不及圣唐诗之一般 第163章 霸上秋居赏西 作者 马代 霸元风雨定 晚见宴航平 落叶他乡树 寒灯独夜人 空原白露低 孤碧野僧灵 既我焦妃久 何年至此身 住解 一 焦妃 由焦居 二 至此身 亦即以此身为国君尽力 论亦 霸元上的秋风细雨出定 傍晚看见燕群南去不停 面对他乡树木落叶纷纷 寒夜的孤灯 独照我一人 空原里白露频频地下低 单门独户 直与野僧为林 即我荒凉郊居为十以九 何时才能为国智力献身 平息 诗血客居坝上 而赶秋来寂寞 情景潇涩 首连血霸元上空萧森的秋气 秋风秋雨已定 燕群嫔妃 汉连血在他乡 一土渐落叶和寒夜独处的悲戚 景连血秋夜寂静 卧听低路 孤单无依 与僧为林 更进一步写出孤独的心境 墨连抒发诗人的感慨 表达怀才不遇 近身渺茫的悲愤 协景朴实无华 写情真切感人 第164章 作者 马代 陆气寒光集 微时阳时下楚秋 原提栋亭树 人在木兰州 广泽生明月 苍山夹乱流 云中军不见 竟息自悲秋 注解 一 木兰州 此因楚石僵石而用楚词中的木兰州 木兰 小乔木 第165章 九歌篇名 为祭祀云神之作 此也因楚石僵石而想到 九歌 第166章 练义 雾路 石石团 石石石石团 石石凝聚 寒气 亲人 西石阳石 已落下 楚地的山丘 原在洞庭湖 畔树上 提轿 人成 木兰州 在湖中泛游 明月 从广末的湖上 升起 两岸青山 驾驶着 滔滔乱流 云中 仙君 怎么都不见了 我竟通宵达旦 独自北丘 平夕 唐宣宗大中初年 诗人游山西太原幕府长书记 被贬为龙石阳石位 自石江石北来石江石南 行于洞庭湖畔 触景生情 追目先贤 感伤绅士 而写下了 楚石江石怀骨五金三章 这是第一首 第一首虽提怀骨 却泛永洞庭景致 诗人屡杵石江石而临晚秋 石之晚唐 不免发肆骨之忧情 感伤自身不欲 首帘先点明伯目十分 汉帘上句承接目字 下句才点出人来 景帘就山水两方面写夜景 加字邮件明练 伟帘才写出怀骨的主旨 为后两首开提 而以悲愁作解 全诗风格轻力婉约 感情细腻诋毁 李渊洛平约 在艺术上清超而不致实 深威而不粗放 雌滑淡远而不厌抹浓妆 含蓄运借而不直路奔奔 第167章 作者张乔 吊脚段清秋 证人已虚楼 春风队清肿 白日落梁州 大漠无兵组 穷边有客游 波晴四瓷水 长远向南流 注解 一 吊脚 游吹脚 二 梁州 当时指梁州 在今甘肃境内 练一 号角画段宁静清秋 证人独自平以城楼 昭君清肿 春风吹拂 西施阳 石西陈 边城梁州 广袤荒漠 无兵阻扰 边疆重地 有人旅游 藩民之情 长如此水 千秋万代 涌向南流 平溪 此诗是写作者 游历边塞的所见所闻 首连写边塞 军旅生活和安宁 证人安闲无事 汉连虚写 昭君暮秋来 依然春风吹拂 梁州边城一派 日历平和 再次深述民族 石石团 石石节 边防安定 景连其言 广莫边塞 无藩兵阻扰 游客到这里观光 反复渲染 和平景象 伟连书写作者 波情似此水 长相南流 民族石石团 石石节的心愿 全诗意境高阔而深远 气韵直观 而又一阳顿措 独来回肠荡气 运为无穷 第168章 厨叶有怀赏息 作者 崔图 条地三八路 鸡威万里深 乱山残血液 孤竹一乡人 剑于谷肉远 转于同仆亲 那堪正漂泊 明日碎华心 注解 一 极为 只漂泊于三八的 艰险之地 二 岁华 年华 练逸 八郡八东八西 离家多么遥远 漂泊在这艰险之地 真难容身 山栏错落 大雪下倒更残漏尽 孤注一只 彻夜伴我一厢客人 我与骨肉亲眷 不觉见离见远 只有身边同仆 跟我越来越亲 漂泊生涯之苦 怎么经受得了 除夕一过 明日又是新年新春 平夕 这首诗 写除夕之夜 旅居之感怀 首连集队 起聚点地 次聚点人 气象扩大 汉连写除夕客居 异地的孤独 竟连写亲眷远离 同图成了至亲 在轰托独自 墨连点出诗逢除夕 更不堪漂泊 离愁相思 发泄无语 第169章 作者 崔图 几行归赛尽 念尔独合之 沐语相呼诗 寒唐欲下尺 主云地暗渡 观月冷相随 未必逢增浊 孤妃自可疑 诸解 一 智 王 二 诗 诗群 三 诛 水中的小舟 练异 几阵齐飞的旅伴 全部回到了赛上 只有你这孤艳 不知独自飞向何放 沐语中 你悲弃地呼唤丢失的伙伴 你想栖息 却又迟疑畏惧 不下寒唐 主上低暗 你孤独地穿越过了云层 只有观山的冷月 伴随你孤苦凄凉 虽然你未必会遭暗算 把生命葬丧 只是诗群姑妃 毕竟叫人一句恐慌 平息 这是一首永孤艳的诗 作者借此一遇 自己孤妻忧虑的积虑之情 一连写同伴归进 维尔独去 写离群窃体 二连写孤艳神态 先写诗群原因 再写诗群后的仓皇 三连写诗群之苦楚 尽管朕与奋飞 仍然是指引无依 凄凉寂寞 四连写一律受见丧生 表达诗人的良好愿望 和矛盾心情 金人徐培军以为此诗字字诸姬 没有一处是弦笔 而且鱼音鸟鸟 令人回味无穷 可称武律诗中的上帝 第170章 作者 杜寻贺 早被缠捐物 欲归林静庸 成恩不再冒 叫且若为荣 风暖鸟生碎 日高花影虫 年年月夕女 相亦采芙蓉 祝姐 一 缠绢 形态美好貌 二 若为荣 又教我怎样 是荣曲时宠时呢 三 月夕女 只夕时换纱时的女伴 恋意 早年 我被荣貌美丽所物 落入宫中 我懒得对镜书装打扮 是没有受时宠时 蒙恩寿兴 其实不在于翘实力的颜面 到底未娶十月谁 叫我梳妆修饰仪容 鸟提声繁岁 视为有和暖的春风 太时阳时到了正午 花影才会显得浓重 我真想念 年年在月夕换纱的女伴 欢歌笑语 自石油自在地采携着芙蓉 平夕 这首诗是代工女书院的代言诗 其实也含有自叹无人赏诗之意 首帘写因貌美而入宫 受尽孤寂 不愿梳妆 汉连写取石宠时不再容貌 因而不必装扮了 景帘写景 春风待荡 风和日丽 鸟宇花香 既已烘托春时心受残 寂寞空虚的情感 墨连写往日之悲苦 更露其怨情 风暖鸟生碎 日高花影虫 是历来为人所推崇的名句 关于此诗作者历来有所争议 欧石阳石修和吴玉 以为周朴所为 而石虎石仔 条西语隐从画 却断为杜寻贺所作 且云 顾燕云 杜诗三百首 围在一连中 风暖鸟生碎 日高花影虫事业 孰是孰非 有待行家考证 第一百七十一章 张台夜司赏夕 作者 维庄 青色苑摇曳 绕闲风雨哀 孤灯文除角 残月下张台 芳草以云木 故人书未来 香书不可记 秋燕又难回 注解 一 书 绝 二 香书 指甲书 练义 长夜中 清澈的琴瑟 撩人忧怨 好像风雨绕闲 无尽 七处悲哀 孤灯之下 听到 楚地号角七创 西边一沟 残月 四经落下张台 韶花宛若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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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草 寄给亲眷家书 正愁难以发出 尽管传书秋燕 又从北赛南回 平息 这首诗是怀仁思乡之作 在盖世寄给月中家属的 诗以夜诗为题 开篇却不写诗 而写夜听色声 接着写听到悲凉的楚角 勾动了游客怀思 诗的后半 极为所思的内容 芳草以目 韶华以诗 故人不来 相思难尽 最后点出诗当秋节 更令人秋思不断 诗中表达了一种 无可奈何的恨 独来不胜悲凉 七处 叫人长断 第172章 作者 僧脚然 宜家虽带锅 也进入桑马 敬重离边局 秋来未酌花 叩门无犬费 欲取吻西架 抱到山中去 归来每日邪 住姐 疑 叩门 叩门 愿意 他把家迁徙到了城郭一带 乡间小路通向桑马的地方 近处篱把边都种上了菊花 秋天到了 却尚未见他开放 敬门竟连一声犬吠都没有 要去向西家邻居打听情况 邻人报说他是到山里去了 回来时 总要西山映着斜石阳石 平息 诗诗写访寻有人陆红剑不遇 大有诚信而来 扫兴而归的感慨 但土鼠自然 毫不装点作作 层次分明 有条不稳 虽不讲对账 其音调却和诗律 仍然算作律师 唐诗中 此种律师亦有所见 如李白的 叶伯牛主怀骨一手 便是一例 第173章 作者 崔昊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幽幽 青川历历汉石阳石树 芳草七七英五周 日暮相观何处事 烟波石江石上使人愁 诸解 一 黄鹤楼 固执在湖北武昌县 民国初年被火焚毁 传说古代有一位名叫费文的仙人 在此乘鹤登仙 也有人 作西人已成白云去 二 悠悠 久远的意思 三 历历 清晰 分明的样子 四 鹦鹉州 在湖北省武昌县西南 根据后汉书记载 汉皇祖担任石江石下太守时 在此大宴宾客 有人献上鹦鹉 故称鹦鹉州 愿意 传说中的仙人早称黄鹤飞去 这地方只留下空荡的黄鹤楼 飞去的黄鹤再也不能复返了 唯有悠悠白云突然千载依旧 汉石阳石晴川阁的避暑历历在目 鹦鹉州的芳草长得秘密绸绸 石至黄昏不知何处是我家乡 面对烟波渺渺大石降石令人发愁 平夕 这首诗是吊鼓淮香之家作 诗人灯林古迹黄鹤楼 泛兰眼前景物 急景而生情 诗性大作 脱口而出 一泻千里 既自然弘历 又饶有风骨 诗虽不邪虑 但音节流量而不拗口 真是信守而就 一气呵成 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真品 传说李白灯此楼 目睹此诗 大为折服 说 眼前有警道不得 崔浩提示在上头 言仓十浪时 也说唐石人七言律诗 当以此为第一 足见诗贵自然 纵使革律诗 也无不如此 第174章 作者 崔浩 调妖太画抚弦经 天外三风靴不成 五帝词前云玉散 仙人掌上雨出情 河山北枕秦观险 一鲁西连汉志平 借问路旁明立刻 何如此处学长生 诸解 一 高俊茂 二 三风 指莲花 明星 玉女 华山最著名的三风 三 五帝词 指聚灵动 四 帝王纪天帝五帝之词 愿意 高俊的华山俯瞰古都贤 石阳石城 天外三风 不是人工所能消成 距离河神词前 云雾将要消散 仙人掌封顶 大雨过后天出情 寒谷关北枕 黄河华山更显耀 西连一路四神所在 一家矿平 敢问路旁追名逐利的过客们 怎么彼得上再次学到求长生 平息 这首诗是写行吕华 十音实时所见的景物 抒发吊骨赶金的情感 诗的前六句全为写景 首连写远景 起居不凡 以华山之高峻 和三峰的高处天际 压倒京都之豪富 暗喻出世 高于追名逐利 汉连写情语时的景色 这是写进景 景连写想象中的幻景 描述华石阴石地势的 显耀和汉的形声 急景深感 隐含眷于封尘退隐山林之意 伟连返结 借向旁人劝欲 书名凡争名夺利的人 就不得安心吸引学 长生之术 隐约曲折 潇洒自如 风石流运见 全时打破了律师的 启程转合的格式 别具神韵 诗境雄魂壮阔 欲以深刻 第175章 作者 祖勇 烟台仪去客心经 驾骨喧喧汉降营 万里寒光生鸡血 三边蜀色洞危惊 沙场烽火迁石湖十月 海盼云山庸继承 少小虽飞头比利 论功还欲请长阴 诸解 一 遗去 一坐遗望 二 三边 汉幽 梁 梁三舟 其地皆在边疆 后及泛指边地 三 危惊 高扬的旗帜 四 投笔利 汉班超家贫 常为官府超书以谋生 曾投笔探约 大丈夫当立功义玉 以取封侯 安能九世比宴奸 后中以功封定远侯 五 论功 指论功行封 六 请长阴 汉中军曾自向汉武帝请求 愿受长阴 心机南越王而置之阙下 后被南越相所杀 年解二十余 阴 绳 绳 绿意 一到宴台眺望 我就暗暗吃惊 家谷喧闹之地 原是汉江兵营 石江石山积雪万里 笼罩冷冽寒光 边塞光映照 飘动高高齐精 战场烽火连天 遮掩边塞明月 南渤海北云山 拱卫着济门城 少年时虽不想班超 头笔从容 论功名 我想学中军 自愿请英 平息 诗诗调骨赶金的 开手两句说 北望济门 触目惊心 起句突兀 暗用典故 说烟子郭奎 月异等事去后 即被秦所灭 故客席暗京 有汉高祖曾身机脏图 故曰汉降营 因而清人方东树说 启示时饭时阳时 已有萌芽也 昭媚瞻言卷十六 怀疑这是对安禄山的叛乱 有所预感 汉连 景连 邪景雄历 全师扣紧一个望字 以风火成微精 以雪山成鸡血 写望中所建 书望中所感 格调高昂诗 从军事上落笔 着力勾画山川行圣 意向雄伟扩大 魏伟连抒发 从容之志做好铺垫 使人读了慷慨非常 第一百七十六章 作者 崔蜀 汉文皇帝有高台 此日灯林蜀色开 三进云山街北巷 二陵风雨自东来 关门令引谁能使 和尚先翁去不回 且遇尽寻鹏则载 桃然共醉菊花碑 注解 一三进战国诗寒 魏赵三家分进 号三进 金属山西河南河北地 二二陵山分南北两山 二陵相距三十五里 山在今河南洛宁县北 西北皆闪现 三关门巨 老子至关 关令引明喜 留老子著书 乃成书五千言 关引也随他而去 诗中的关指寒古关 四 且遇两句 陶前辞去彭泽令后 于九月九日五九 至宅边局从中九座 冯王红送九至 乃罪而后归 再 至地方关 这里比刘明府 练义 汉文帝在西山构筑的望仙台 今日众诗阳时来此登临蜀色大开 三井高石耸入云山岭向北蜿蜒 小山南北二陵风雨从东而来 当年寒古关的另隐 有谁相识 和尚先翁自此一去 回归难在 且在附近寻个像桃前般的人 在菊丛中举杯同罪 欢乐开怀 平息 这是平常的头赠诗 内容仍属于怀骨 诗中并无所谓寄托和感慨的 但诗切实切的切人 却十分到家 众诗阳诗为登高之诗 望仙台为登高之地 登高之俗 又与神仙传说有关刘明府为头赠对象 全诗围绕时 地人三点展开 仪器转合就题有法 首剧直接写望仙台 汉连市写台前行事 北望三进 东厄二陵 景连写望仙台为何上翁而住 因而以仙人官令引作牌 墨连以陶渊明比刘明府 全诗意在说明 登高畅隐 不必远求神仙 就近寻留明府即可 诗的意境开阔 结构严谨 第177章 作者 李奇 昭文游子唱离歌 昨夜微霜出渡河 红艳不堪愁理听 云山旷是可中过 官城蜀色虽寒尽 欲远真生向晚多 末世长安行乐处 空令遂月意蹉跎 注解 一 直 往 道 去 二 官城 寒谷关 三 玉院 君王居住的宫室 这里止京城 四 蹉跎 说文心腹 蹉跎 诗实也 愿意 清晨听到游子高唱离别之歌 昨夜下薄霜 你一早渡过黄河 怀仇之人 最怕听到红艳鸣叫 云山冷记 更不堪落寞的过客 同官晨曦催促寒气临近京城 京城深秋倒一声 到晚上更多 请不要以为 长安市行乐所在 以免白白地把宝贵时光消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